思绪瞬间落定,我慎重地看着沈继。沈继的目光与我对视片刻后,说道,可以。不过我的条件,你知道吗?我笑了笑,说道,不知道确切,不过我知道会和风水有关。沈继沉默半上,才又说道,你要我和柳宇宙说什么?我捋了一下思绪,大致和沈继说了要和柳宇宙智慧的事情,并且我也和他叮嘱了要他拨乱反正的方式。 交代这些,花费了十几分钟,等我说完之后,沈继才点点头,说他清楚了,他冲着另一个方向招了招手,江蒙便碎步跑了过来。沈继又和我对视了一眼,语气中的冷意少了几分。他简单解释说,天色晚了,不方便让我留宿在观星宅,便让江蒙送我去休息。等见过柳宇宙之后,他会来告诉我结果。我点点头,没再多言。观星宅本就是仙师住所,我留宿在这里。自然不合规矩。 同样,我也没有现在就问审计的条件。他的第一挂很重要,即便是苛刻,我也会答应,等他想好之后,也会来告诉我。 片刻间,江蒙已然到了我近前,他做了个请的动作。我便跟着他,又朝着观星宅外走去了。 原路返回,回到了正常羌族的寨路上,江蒙又带着我往另一个方向走,很快就将我送到之前和刘文三,陈瞎子一起住着的那个院子,院内还是和当初相差无几。 江蒙将我送到房门前之后,才驻足停下,毕恭毕敬地告诉我,他会安排人到院外候着,但凡有什么事情,一会儿我都可以吩咐人去做。 我点点头,示意让江蒙也去休息,他这才转身离开。赶路一整天,之前没有感觉,现在我才觉得开始疲惫起来。 简单洗漱了一下,我上床躺下。临睡之前,我将铜箱上,得锁链直接缠绕在了胳膊上。 虽然是在羌族,但还是小心无大碍。这一觉睡下,便是一夜无梦。 在等我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然是大亮。 这一觉我睡得很长,随手看了一眼手机时间,竟然都快十一点了。 起身洗漱之后,我才出房间。 院子里竟然站着好几个人,有羌族的族人,同样也有柳家的道士。 其中一人,竟然是柳化英。 柳化英对我点头示意,他面色平静,语气随和不少,说大长老要见我。 我面色不变,心头却略有疑惑,当然,我也没多问,点了点头,说我跟他去一趟。 不过柳化英却没有立即接话,反倒是那几个羌族的族人,让我先吃点东西,他们已经准备了餐食。 在他们的示意下,我扭过头,才看见堂屋的桌子上摆着饭梯子。 我的确是饿了,也没做什么推辞,葱。 葱过去,开了饭梯子,便吃东西。 羌族的食物,是青州小菜,都保持着一种原始的滋味。 填饱了肚子,整个人的精神也好了更多,彻底地活饭了过来。 我再和柳化英离开,他带着我朝着柳家的方向而去。 我并没有提审计,也没有提柳玉咒,这会儿才问柳化英,大长老要见我做什么。 柳化英面容平静地摇摇头,说,见到大长老,你就知道了。 我放弃在座询问了,柳家倒是都是一根筋,我也问不到个结果。 差不多走了得有十几分钟,我们到了道场外面,那些茅草屋的路上。 上一次柳家重创,倒是数量锐减,茅草屋还是绝大部分空旷。 不过在行走之间,我却看到了其中一个茅草屋之前,茅山正在练剑。 我经过之时,茅山神色专注,镜像是根本就没看见我。 柳化英恰逢其时,的开口说道,虽然宇宙已经收它为图, 但是作为柳家道士,须有足够的坚韧,耐力,才可以学身手,需要经过考验,才可以学服,外星道士不多,要受到的考验更多。 说话之间,我们并没有停下来,而是一直在往前。 他这话,顿时就让我想到了杨青山。 我略作私存,才轻声开口,杨青山,应该是近年来,柳家唯一一个外星道士吧,他是谁的弟子。 陡然之间,柳化英的脸色就变了,他猛地驻足停下。 再接着,柳化英扭头看了我一眼,意味深长地说道,不要再提那个叛徒的名字,不管他是谁的弟子,柳家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听到那三个字。 说完,柳化英才继续往前。 我眉头微皱,心头却轻叹,打消了自己的那一丝好奇心。 当然,我其实也有所猜测。 柳化英这反应,刚好印证。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道场之前。 进了门内,过了摆着铜顶,巨香的演舞场,便来到了大殿内。 此时的柳家道场中,道士道士不少,他们都匆匆忙忙地在搬运东西,明显是在做准备。 大殿之中,站着一个背负着双手的老道。 此人不是柳三元,又是谁? 柳化英微微躬身,低声道,大长老,罗十六已带到。 羽霸之后,柳化英退出大殿。 此时殿内,就只剩下我和柳三元两人了。 看着柳三元的背影,我停顿了片刻,语气随和地说道,不知什么原因,大长老要见我。 柳三元并没有回头,而是往前走去。 很快,他到了大殿的道向旁侧,平静地说了的来字。 我跟着柳三元往前,不出片刻,在等我们停下来的时候,已然是柳家存放福传的那间密室。 光线晦暗,烛光悠悠。 柳三元回,投过来。 他眼神依旧和之前一样,注视着我的时候,似乎要剖析开我的内心,看穿我心底的秘密。 不过如今的我,却不是当时那个初通阴阳术的罗十六。 回视柳三元,我神色不变,眼神也很平静。 柳三元的眼中出现了一抹诧异。 他苍老的脸上,也有了几分感叹之色。 能画出来五帝封葬佛,你的确又不一样了,进步的速度,令人难以想象。 柳三元叹息了一声,说道。 我长嘘了一口气,说道,学无止境。 好一个学无止境,这段时间,我其实私存了不少,并且我想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对你好处极大。 柳三元在看我的目光,忽而有几分亮色,甚至可以用目光灼灼来形容。 他这目光,反倒是让我心头微挑,对视之下,我心中多了几分慎重。 再接着,柳三元忽然一抬手,这动作,就像是在让我看墙上所有挂着的福转。 我并不是一个迂腐之人。 柳三元再次开口说道,或许这么多年以来,枪族,柳家,就只出过我一个清醒之人,所以我,才会给他机会,甚至替他教养了一个儿子出来。 我曾觉得,枪族不破不立,甚至于就连柳家,也需要一次改变,这才能够让这垂垂老矣的族群,再一次焕发生机。 只是我没想到,杨夏元始终不够资格,我培养的那孩子,虽说天赋一柄,但怎奈其命薄。 柳三元这番话,让我心头一震。 他深深地看着我,又说道,你破坏了很多事情,可实际上,你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枪族需求的人,甚至可以是枪族的人,只是你要的,枪族给不了。 枪族要的条件,柳家要的条件,你不能答应,所以你,才会给枪族换了一个仙尸。 当然,这个仙尸倒也符合枪族的要求。 我没有打断柳三元的话,因为我想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 明显他没有瞒着我的意思,若是我不让他说,反倒是会引起反效果。 牵扯到仙尸,那就牵扯到了审计,这也容不得我大意。 还有柳三元提起来了杨夏元,提起来了那孩子。 我莫名地就想到了杨青山。 杨青山的道数很高,远超柳化英,柳化名,甚至是柳化道。 我其实都觉得,他甚至可以和柳三元比肩。 只不过,一人轻尸道,一人柳家大长老,这是无法相比的。 但,若是说柳家谁能教授得了杨青山,恐怕也就柳三元一人了。 思绪间,我抬起头,与柳三元对视。 柳三元目光更深邃,再一次说道,罗十六,我打算给柳家设一个外姓长老。 这外姓长老,由你来做,我给你柳家全部的福,如何? 柳三元的话,让我骇然大惊。 面色骤变。 他再一次抬手一挥,引得整个密室之内,墙上画幅的那些眷书,速速而动。 大压阵神咒,要用寿命,无地封葬符,你一个人用不了,必须要柳家倒是配合。 这里有央狼神咒,有戚土咒,有斩桑咒,还有柳家最重要的寝神法,全部都可以给你。 我瞳孔紧缩,这一次,我是真的抑制不住心头的惊疑所带来的情绪波动。 柳三元,这是格外恐怖的大手笔。 你要什么? 我声音沙哑地说道。 但凡是人,是对柳家有些许了解的人,都不可能拒绝得了这样的星号星号。 当初原话上那些邪术,星号星号力就极为强大,我不敢学,也怕我总有一天忍不住,所以让柳宇宙毁掉。 可这一次,面对柳家全部倒数的星号星号,我当真是有些动摇了。 只不过这动摇,也让我在疯狂推演,推演柳三元要这样做的原因。 柳三元的脸上毫无波澜,与其平静地说道,我什么都不要,也不要你长久住在枪足。 也不要你更敏感性,也不要你答应任何事情,你只需要接受。 我心中疑惑更甚,眉头紧促,凝神深思。 什么都不要,这其实反倒是让我最难的选择。 因为我忽然明白过来一点。 不要,代表的就是全部都要。 我拿了柳家所有的一切,那柳家的任何事情,我都不可能不管。 而就在此时,我忽然发现柳三元的头顶上,似乎闪过一道极为隐晦的银芒。 我死死地盯着那一抹银芒。 再接着,我眼神锐利地看向柳三元的眼睛。 柳三元回视我的目光,它依旧是神色平静,脸上古井无波。 我整个人完全松懈下来,松懈的不是警惕,松懈的是对于我自身的一种压制。 当时我无透了阳算之法,柳一舟说我这样看穿所有人会引起很严重的后果。 甚至他还和我举例,说我那样去看柳三元的话,可能会被杀。 现在我放弃那些意志,目光深邃地看着柳三元,快速剖析着他此时的面相,肢体,形态,整个人的一切。 他头顶的银芒已然看不清晰,隐没在发丝之下。 可他的头发自发根位置却直立了起来,随着他头发更长,发际将其竖起便十分不明显。 换别人来,肯定都看不出来问题所在。 可这头发直立,发根干枯,是必死相,主半月内身亡。 并且,他天中位置发白,已然贯穿至下方映堂,天庭位置却发黄,就像是蟹腹一般,表面声点,有黑气萦绕,像是。 煤炭的烟雾。 这也是必死相。 不只是如此,他的眉毛发白,似乎有掉落之征兆,但却又全部停留在眉头,四落未落。 当我看到这个相隔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遗症,脸上的表情也复杂到了极点。 干血窥者,依旧是必死相隔。 而血窥眉鲜白,二五之精,溶于骨血之中。 当我看穿这些之后,我已然将柳三元整个人看穿了。 他明显地露出一丝不适之色,看我的目光,那一瞬间都充斥了杀鸡,可下一刻,那杀鸡却忽然隐去,转而笑了起来。 他突然发出的大笑声,让整个密室都回星号星号不止。 我笑不出来,心中更加复杂。 你快死了,为什么你还能笑? 我声音沙哑地开口出声。 这时候我才彻底明白,为什么柳三元要交出大长老的职位,要将其传承给柳宇宙。 昨夜审计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所说的那些理由不足以成立。 善师丹不会是原因,倒数精进也做不了理由, 因为柳宇宙的整体实力还未到相对于柳三元所差甚远。 现在看透了柳三元的情况,就让我恍然大悟,同样我也知道, 为什么我梦境之中,没有柳宇宙了。 柳三元将死,柳家吴大长老,不管是披麻戴孝, 还是要同龄柳家,他都不可能再离开。 同样我也明白,为什么柳三元要给我那么多。 柳三元的笑声,戛然而止,他深深地看着我说道, 死,会很可怕吗? 我往来不觉得,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只是说,我略有一些不甘, 只是,这或许也是我的命。 柳三。 圆摇了摇头,他声音更平静。 我不甘的是,还未曾看到枪足更上一层楼, 有了先师,枪足应该走得更高更远。 我还不甘,柳家的倒数, 宇宙未曾传承至最强的时候, 他还比不上当年的青山。 我更不甘自己无法等到那一天, 我甚至觉得,我这样的一般执念, 或许也会让我死而不化, 可我不想作失。 青山是很痛苦的。 柳三元说到这里的时候, 又叹了一口气, 他摇了摇头说道,当年我曾告诉他, 他学会倒数,要悲悯天下, 拯救世人,凶魂恶鬼, 是道士的一生之敌。 他将这一切继承得很好, 他几乎是将我对传人最为苛刻的要求, 全部都做到了。 只是,我没料到杨夏元的心那么急, 最后将他折损在了批发鬼内。 他那一口气, 却没有咽下去, 前段时间我见到他之后, 他还是胸腔一口正气, 秉承我教他的那一口浩然之气。 即便是对我, 他认定我走错路, 都会下杀手。 可越发是这样, 他就越发痛苦。 我不敢成为他。 停顿了一下, 柳三元才说道, 所以我不能有那么重的执念, 而化解执念的唯一方式, 就是让我看到, 并且肯定枪足足够安全, 宇宙必定会将道数传承下去, 如今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容易拼命。 我惜命, 他却太不惜命, 次子薄命。 这一次, 虽说他跟你而去, 但是他竟然用了寝神法, 若非是仙道的丹, 他已经死了。 罗十六, 你死, 都不会让他死, 我说得对吗? 柳三元的目光, 更为深邃了。 他嘴角, 再一次浮上了笑容。 我眉头皱得更紧, 和柳三元的目光对视。 这一下, 我才彻底明白了柳三元的打算。 柳三元继续说道, 仙道以风水术, 护住了整个枪足, 如今枪足有仙尸, 你不需要如同仙道一样, 宇宙是你的至交好友, 你何乐而不为。 我低下头, 沉默不语。 柳三元也没有催促我, 就那么静静地站着。 扭头, 我再次扫视了一圈 这密室周围的墙壁, 深呼吸了一下, 然后摇了摇头。 陡然间, 密室的气息凝滞了。 这凝滞之余, 还透着一股极为浓烈的杀机。 柳三元看我的目光, 瞬间冰冷下来。 你觉得不够? 他的话语中 同样带着冷冽的气息。 我轻叹, 继续摇头说道, 这是最足的诚意, 也是最大的信号信号, 甚至不应该用信号信号来形容柳家倒数, 只会带来好处, 甚至不可能让人走错路。 柳三元皱眉看向我, 凌厉的目光中, 透着不解之色。 我继续说道, 倒数我不要, 我自认为受不起胸中那口浩然气, 柳道长的心事会变的, 我会尽我所能帮他, 大长老你说的没错, 只是, 至交好友之间, 不会用交易来威胁。 你也尽可能放心, 善师丹的作用, 已然收敛起了柳道长的不少风锐, 同样他的命也足够硬, 稳妥居于人后是一种惜命的方式, 命硬足够, 又是另一种。 我认认真真的和柳三元解释道, 柳三元的杀鸡略有消散, 只不过那冰冷还是没有减少。 忽而之间, 我竟觉得柳三元的细微面部表情之间, 竟然有几分颓然。 这就好像是一个人目的于此, 他达不到, 也无法彻底想通, 内心的郁洁造成的颓然情绪。 看透了这些, 再加上我确定柳三元是用了请神法来维持如今的状态, 我不禁心中叹息, 为柳三元的如此境遇, 感到悲哀。 屋内的安静。 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我脑中也推演了一部分关于柳宇宙的事情。 看柳三元如今的状态, 不像是告诉过柳宇宙他的情况。 这样一来, 我让审计和柳宇宙沟通, 再给柳宇宙变卦, 恐怕又会造成另一种可能。 大长老, 你打算和柳道长说你的身体情况吗? 我开口问道。 柳三元脸上的那一丝颓然, 瞬间就被冷意取代, 就好似受到威胁的本能反应, 空气又变得紧张凝制了起来。 你不打算说? 我叹了口气。 你, 也不能够讲。 柳三元语气冰冷。 我面色复杂地看着柳三元, 我更明白柳三元这样做的原因。 他也不会在整个柳家, 甚至于柳宇宙面前表现出自己病危。 现在, 他凭着意志力和请神法维持。 恐怕柳宇宙继承大长老之位以后, 他会忽然消失又或者直接作画。 与柳三元此人, 他之坚毅, 便是他。 到了最后一刻, 依旧是如同轻松一般笔直, 绝不会倒下。 我明白了, 大长老为枪足, 为柳家游进灯窟, 十六敬佩。 我深深意鞠躬, 低声道, 十六告退。 领我退到密室出口的时候, 耳边才传来柳三元平淡许多的说话声。 明日, 不只是先师继任, 还有柳家大长老的交接, 宇宙将取代我。 我自是听得清楚明白, 却没有再接话, 只是稍微顿了顿, 点点头之后, 才转身离开。 柳三元并没有和我一起出来, 我一个人退出了密室, 大殿之中也没有其余人。 不过在大殿门外, 柳化英却在那里等着。 我走出去之后, 柳化英并没问我任何话, 领着我静止朝着道场之外走去。 他一直将我送到我住的院子之后, 才告诉我, 让我再休息一天, 明天大典, 他会让人来请我。 我道歉之后, 柳化英也离开了, 我顺手关上了院门。 不过, 还没等我进房间, 只是走到院子中央, 我的房间门却忽然打开了。 身着堂装, 容颜绝色却冰冷如霜的神迹, 进入我的视线之中, 我抬头与他四目相对。 我见过柳宇宙了, 他答应了, 我推断他应该会有一个不好的挂像, 才会被留在族内, 拨乱反正, 会将这个挂箱变得很好, 柳三元便再没有强留他的理由。 审计语气依旧清冷, 面色倒是缓和了些许。 我眉头顿时紧皱起来。 罗十六, 有什么问题吗? 审计疑惑问道, 不是按照你的方式去做了? 我轻叹一声, 说道, 出了一些变故。 那一挂, 你先不要用了。 审计眼中不解更多, 他走出我的房间, 到了我面前。 我不能说什么原因, 可柳宇舟不能走。 我继续开口。 审计面色一冷, 你见过柳三元了? 他说了什么? 动摇了你的决定? 这不像你。 审计历时面沉似水, 眼神更是冰冷。 他微微摇头, 眼底的审视更多。 现在的确不方便说的, 便当昨晚上的事情没发生吧, 我依旧会答应你的条件。 另外, 这拨乱反正, 若是不用在第一挂上, 也可以最后一挂, 先将第一挂留住, 会有大用, 最后, 你或许能用在自己身上。 我郑重地和审计说道。 审计的眼神依旧没有变化, 他继续摇了摇头, 眼底透出一丝失望之色。 他不再多说其他, 静止从我院子里走了出去。 我在院内站了许久, 心底始终还是轻叹。 审计的性格我了解, 我安排好的事情, 我自己将其否定掉, 必定引起审计的不喜。 这柳三元临死的秘密, 我却的确不能说出来。 还有, 若是让审计给柳宇宙改挂项, 柳宇宙势必在不知柳三元将死的情况下 与其冲突, 要强行离开, 他肯定走不了, 但这结果也好不了。 枪足之中, 柳家道士和仙师不能够有这样的芥蒂。 另一点便是, 审计现在已经和柳宇宙商议好了, 可他却不做的话, 也会在柳宇宙那里造成一个极坏的印象, 至少在柳三元死前, 不可能将其扭转。 而柳三元若是选择消失, 不是作画的话, 柳宇宙以后怕都无法释怀。 我来算挂是临时起义, 同样这也是一个最好的折中之法。 只不过, 这也难免会让柳宇宙误会我。 我仰头看天, 刺目的阳光映射在脸上, 我眯着眼睛, 让那熨烫的感觉渗透进身体。 我忽然有了一种感受。 当时蒋盘在选择相信李阴阳, 还是相信另一个阴阳先生的时候, 是否也有过这种感觉。 以及当初李阴阳相信袁花哨的时候。 虽然我们的事情, 结果都不相同, 但是这过程同样折磨心神。 我站了许久许久, 才稍微释怀一些。 现如今, 我要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一些误会, 我的境遇还是比他们这些前辈好得太多太多。 我回到房间之内也没有其他的事情了, 便斜靠在床头坐着休息, 拿出宅经研读。 宅经之中记载了大量的英树风水, 还有龙脉图利, 虽说早已烂熟于心, 但是多看依旧有不同的感受。 我看的部分全部都是关于须弥山延展三条大龙脉的风水部分, 更多钻研的则是南龙天嵌江往下的部分龙脉图利。 我看得仔细认真, 而越看, 一股对于地象堪于历代阴阳先生的敬佩就越多。 宅经是一代一代补充而来, 并不是第一代就做到如此程度。 自我之上, 二十六代阴阳先生, 加上我爷爷这阴树先生, 二十七位先辈, 几乎走遍了名山大川。 这也怪不得, 地象堪于在风水树之中最为全面。 时间一晃而过, 中午和晚上都有人送来饭时, 零夜。 我早早地就收起了宅经, 闭目睡去。 这一夜, 我睡得并不安稳。 我做了很多复杂的梦, 这梦不是一个, 而是支离破碎。 第一个破碎的梦境里, 是柳宇宙正面对着我, 他身着和柳三元相同的道袍, 看向我的神色异常冷漠。 在之后, 梦境变化, 又成了我和杨青山在登山。 山下是一个破损的村落, 无数大肚子的村民正在争鸣哀嚎。 在那些村民之中, 有一个模糊不清的身影, 它屹立于村民正中央。 自他身边, 蚕食断壁无数。 那些蚕食断壁之上, 还有桃木剑, 断掉的浮沉。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模糊不清楚的画面, 或是山崩, 又或是我在挖坟。 总之, 这些梦境乱得离奇。 最后, 我是被梦境惊醒, 窗外天色还未曾大亮, 我额头上满是汗水, 呼吸促重, 喘息不止。 我神色凝重, 心中惊疑。 梦! 乱, 是因为变数。 变数出现, 一切未曾成定局, 便是预兆都不再准确。 我脑中回星号星号的更多的, 还是那些村民之中 屹立不动的人。 很明显, 在我梦里, 他死了。 断掉的浮沉, 还有我们弃他而去, 都说明了这一点。 我心神坚定了不少。 扭头看着窗外, 我用手按住铜箱, 手指轻微敲击了几下, 便起身去洗漱。 这会儿时间还很早, 才刚天亮, 差不多凌晨五点钟的样子。 等我洗漱完, 推门进了院子, 才发现, 院子里竟然已经有人在后找了。 在这里等我的, 是一个道士, 和一个羌族族人。 那道士见我之后, 立刻行礼, 不过去往外走去。 那羌族人, 则是恭敬地说, 他们准备好了早餐。 明显他强忍着语气的紧张, 继续道, 会有柳家的长老送您去大典, 您是贵客。 我心神已然彻底平稳下来, 正常吃过东西。 柳化英已经同刚才的道士来到院内等待, 他身着道袍, 头上戴着道士的帽子。 在跟着柳化英去, 走的则是另一个方向, 我之前还从未走过这条道。 等到了地方之后, 入墓地便是一个极大的祭坛。 这祭坛起码有上百平米, 八边呈现八卦模样, 每个位置都有台阶可以上去。 多看一眼, 这地方倒是和精神七沙纳祭坛相似。 只不过, 相似的也只是外表。 八卦八边, 但凡是修筑祭坛, 都离不了这种八卦台, 枪族也不可能和那地方有什么联系。 祭坛中央, 以太极阴阳于两分, 阴阳两面, 地砖的颜色竟也有黑白之分。 黑色那一面, 摆着桌案, 其上有三生共品, 还有相逐共果。 一道旗帜树立在桌案之后, 其上有一个枪字。 另一侧的白色羊面, 则是简简单单的一道蒲团, 蒲团之前有一个桶顶, 桶顶之中三柱箱, 这每一柱箱都超过两米高。 一眼我就能看出来, 阴面是枪族仙师的地方, 羊面则是柳家道士, 寄人大长老的位置。 这也有寓意, 往来的枪族仙师都是单纯的风水师, 也就是殷树先生。 而枪族将羊面给道士, 怕就是取道士兄中那一口浩然气为寓意, 匡扶正义则为羊, 而不是因羊先生之中的羊算为羊。 祭坛之外有空地, 约莫有十余米宽的空旷之后, 便是搭建起来的看台架子。 此时, 看台之上已然坐满了枪。 族的族人! 只有一小部分才是柳家道士的位置。 不过那位置却刚好居中, 这些居中的位置柳家没有站完, 约莫有一半还是枪族坐着, 很明显, 那些人是枪族的高层。 我一眼便看到了坐在看台正中, 最高一层的柳三元, 他的旁边还有两个位置。 柳三元的右侧, 竟然坐着柳宇宙, 左侧则是空着。 再往下便是柳化道, 柳化名同样那里也有位置空着, 分明是柳化英的, 这会儿柳化英还没过去。 其余位置便是柳家别的辈分高的道士了。 我起初还疑惑, 柳宇宙即将接任, 和柳三元平起平坐, 倒也勉强合乎规矩。 难道枪族还有人的辈分 等同于柳三元的人存在? 可直到柳化英将我带到柳三元身边, 柳三元淡笑着让我坐下的时候, 我眼皮才抑制不住地微跳了两下。 柳三元戴了一顶帽子, 这帽子通体黑色, 使用紧缎制成, 前方的位置有一截纱布, 从前方帽沿垂下, 刚好遮住了一些脸。 纱布很薄, 完全无法遮挡视线。 其余的道士也各自戴着不同的帽子, 只有柳宇宙头顶空空, 什么都没戴。 我在柳三元左侧坐下之后, 柳化英才离开。 下方不少柳家道士扭头来看我, 当然, 他们很小心翼翼, 只是看了一眼便赶紧回头。 同样, 旁边那些枪族人也是如此。 始终我一个外来人, 坐在柳三元的身旁, 太过惹眼。 及时还需等一会儿, 罗十六, 休息得如何? 柳! 三元的声音, 今天也变得浑厚了不少, 仿佛因为这日子的郑重, 他有所刻意, 并且他这表现, 就像是昨天的所有事情都没有发生。 和平时一样, 还算不错。 我随和地达到。 这时, 我明显注意到柳宇宙看了我一眼, 还微微和我点了点头。 这动作很随意, 只不过和他熟悉了, 我就知道, 其实他平时没有这些习惯, 恐怕是他在和我示意, 昨天答应审计的那件事情。 我也和柳宇宙点了点头, 不过, 我心中却很复杂, 没有只是柳宇宙的眼睛。 呵呵, 平时你睡得应该不太平稳, 看来昨天的院子, 安排得不是很好, 以后应该让你在道观内休息。 柳三元笑了笑, 他伸手拍了拍我肩头, 继续道, 及时还需等待一会儿, 稍安勿躁。 很明显, 柳三元还是在拉拢我, 即便是我那个回答, 也不能让他彻底放心。 这位置, 还有他那番话, 都在给我地位。 我看得穿这些, 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直视柳三元, 说道, 先是寄人大典, 我没有什么好能送给沈济的, 毕竟阴阳先生什么东西, 都不能随意教育他人, 会有因果关联。 不过柳道长既然大长老, 我倒是有一样东西能送。 哦? 柳三元明显来了兴趣, 他点点头道, 不知道是什么礼。 我右手搭在了左臂挂着的铜箱上, 手一按铜箱, 便弹出来装着金算盘的那一层。 出阳的微光映射在金算盘之上, 散发着折折金灰。 审计毕竟刚通阴阳术, 他的天元像术还不算融会贯通, 我知晓大长老想给柳道长算一挂, 我送一挂如何? 地上堪余的阴阳先生, 全力算上一挂。 我稍微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我算的挂, 便是我的阴, 无论挂项是什么, 我顺道便成了这果, 以此薄礼送给柳家庆贺。 我化阴落霸的瞬间, 柳宇宙的目光明显闪过一抹疑惑。 不过也就那一瞬, 他就很好地隐藏了下去。 柳三元压根没有注意看柳宇宙, 他瞳孔微微紧缩, 目光盯着我。 忽然, 他脸上多出了笑容。 接着他点了点头道, 罗十六, 你很不错, 我很满意, 那这一挂, 便由你来算。 紧跟着柳三元喊了柳化阴一声, 柳化阴至他身旁, 他耳语了几句, 柳化阴就朝着枪族座位那边去了。 我并没在枪族的人群之中看到审计, 他应该会直接出现在祭祀的祭坛之上。 至于柳化阴去的墓的简单, 是去传达柳三元的意思。 当然, 柳三元并不知晓, 我已然和审计沟通过, 我也没必要提醒说出来。 薄纱遮不住柳三元的视线目光, 他此时的神色已然是和善了, 眼中的笑意也藏不住。 回头, 你来大殿见我, 我指点你那两道符, 还有, 当着我的面, 画一次五地疯葬符吧。 我想要建议到, 堪比当年仙道留下, 被当日用去镇压批发鬼那样相同大小的五地疯葬符。 柳三元这语气, 俨然像是长者一般慈祥。 因为柳三元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 柳玉咒眼。 神的变化便稍微多了一些。 他微微和我点头, 明显是做出了一个放心的神色。 我只是面带笑容, 没有表现其他的异样。 至于柳三元的话, 也让我心头轻叹。 我送福, 答应算出阴, 成下果, 这基本上是告诉柳三元, 以后柳玉咒什么情况, 我都不会坐视不理。 这也是能让柳三元答应我来算卦的手段。 他之后所说的, 一来是依旧给我足够的好处, 第二点, 恐怕就是了却他自己的念想和遗憾了。 我点了点头, 答应了柳三元。 时间, 一分一秒地过去。 柳花音回来之后, 我们又静坐了, 约目有一小时左右。 差不多到了晨时, 也就是七点钟的时候, 场下忽然响起了唢娜的吹奏声。 自这场地的入口处, 逐个走进羌族的族人, 这些人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 吹奏的唢娜, 曲调轻烈, 同样也透着一股子郑重。 很快, 一行人就围绕着祭坛站了一圈。 这唢娜的存在, 顿时就让我又回想起 祭娘的孰九之仆从。 看来当初的沈姓离开枪族, 她在某种程度上, 还是沿用了枪族留下来的很多习惯。 差不多唢娜吹奏了有一刻钟, 自入口的位置, 出现了两人。 这两人, 便是沈姬和姜蒙。 此时沈姬画上了淡淡的妆容, 眉眼间的清冷气息, 更透着一股威严。 姜蒙手中端着一个托盘, 托盘之内放着一张黄纸, 隔得远了, 也就只能看清这些了。 沈姬在前, 姜蒙在侧, 两人来到了祭坛之上。 沈姬。 静子走到了供奉三生祭品, 点着香烛的看台之前。 她忽而胆了胆袖子和身前, 缓缓地跪了下去。 姜蒙将托盘放置在三生最前方, 便去点燃了那些香烛。 这期间, 索娜的声音未曾停顿, 愈发轻烈。 那些枪族人则是肃穆庄严, 没有任何其他的响动。 当姜蒙将所有香烛全部点燃之后, 沈姬忽而双手举起, 上托, 仰头看天。 这动作保持了片刻, 姜蒙才毕恭毕敬地 取下了托盘之中那张黄纸, 交付至沈姬的双手之上。 陡然间, 索娜声停止了。 骤然的安静, 仿佛整个场地都落真刻闻。 沈姬不再下跪, 起身之后, 转身背对捉案三生共品, 正面对着看台之上的所有人。 她声音清脆响亮, 欲气无比郑重地说道。 物虚年, 行有月, 物五日, 尘时大吉。 未同前府已在位。 小女本名沈姬, 为羌族仙道, 侍女沈姓之后, 乃仙道之属, 羌族正统。 归族任祖, 当以阴阳术护卫羌族, 传承族群。 以三生祭神, 所纳请神, 如今以忠, 秉承先道一致, 取仙师令牌, 今日成就羌族仙师之职位。 福愿以阴阳术, 使羌族无外患, 无内忧, 保佑仙族, 宅居清静, 族群康太。 姓锤红右矣, 上下。 她话音落霸的同时, 前方的江蒙, 忽而取出来一笔笛手。 审计结果之后, 便在掌心之处一划。 鲜血顿时一出, 她单手握拳, 在摊开之后, 用力按在了那张黄纸文书之上。 她抬手便将文书交与江蒙。 江蒙将其放入托盘之后, 便举着托盘, 朝着看台方向示意。 骤然间, 唢呐的声音更为响亮。 并且, 这会儿肃穆消散很多, 剩下的就是喜庆, 羌族人群也在欢呼雀跃。 其实整个大典, 审计上台跪拜, 念文书, 再到这时候, 不足一小时而已, 并没有多么繁杂。 欢呼声持续了约莫十余分钟, 台上的审计, 忽然抬起来了一只手。 她这动作, 所有欢呼的羌族族人, 几乎同时鸦雀无声。 此时的审计, 明显比之前的气场更为沉稳, 那冷谋也显得更为威严。 轻烈的声音, 响彻整个场地之中。 今日之急, 羌族毅然有双喜, 柳家护卫之道士, 将交接长老一职, 请大长老柳三元, 继任者柳玉咒, 上至祭坛, 审计的目光落向了看台之上, 柳三元和柳玉咒的位置。 柳三元起身, 他背负着双手, 竟直接踏前一步, 落脚在下方一阶的椅子靠背上。 他速度稍快, 柳玉咒则是靠后一些, 两人根本没有走正常的看台通道, 三两个纵身便直接下了看台。 在最后一层的时候, 更是借礼一跃, 直接上了祭坛。 上祭坛之后, 柳三元和柳玉咒都分别胆了胆袖子, 一手持着浮沉, 另一手背负于身后, 走向羊面祭坛。 此时审计便一言不发, 而柳玉咒和柳三元到了那铜顶前之后, 柳三元侧身挥手, 他袖口之间银芒一闪, 阳光映射之下, 那三根燃香竟然冒出火苗, 迅速燃烧起来。 三道清烟升起, 柳三元中气十足, 喝道, 跪下。 柳玉咒砰的一下, 跪至。 铜顶之前, 即便是跪, 他依旧是腰背笔直, 丝毫没有弯折。 柳三元一挥手中浮沉, 沉声喝道, 道是柳玉咒, 即今日承接柳家大长老一职。 无为柳家第十七任大长老, 柳三元受其官礼。 话语落罢的瞬间, 柳三元单手取下头顶的道士发官。 取发官之后, 柳三元的头顶却还包着一层白布, 将头发遮住。 我看得明白, 恐怕这是柳三元因为我看穿了他, 他怕别人也发现请神法, 所以细节上有所注意。 柳玉咒双手托举结果, 再小心翼翼地戴在了自己的头顶。 薄纱遮住了柳玉咒的脸, 距离近了, 这薄纱不足以遮挡视线, 可一定距离之后便足以了。 启示, 柳三元沉声喝道。 柳玉咒没有起身, 他只是右手并拢了食指和中指, 举过头顶, 郑重地沉声喝道, 我金把笔对天庭, 二十四山做圣灵。 恐圣赐我玲瓏心, 其心只存浩然气, 诛灭残虐恶徒辈, 否则挖心还三清。 他的声音洪亮如中, 气势更是碾过场间所有人。 而那誓言, 我略有熟悉, 其内容更是毫无余地。 柳玉咒话音落罢, 那余音还在场间久久不绝。 几乎所有道士同时起身, 喝道, 为福天地开张, 即日粮食, 恭迎大长老即位。 那响亮的声音, 更是形成了回音。 柳玉咒不再跪下, 而是站起身来。 那一瞬间, 他的背影似乎都要高过柳三元。 柳三元的身影, 也肉眼可见地微微于吕了一些。 只不过, 他的脸上竟是笑容。 柳玉咒扫视过看台一圈, 这才再次冲。 折同顶祭拜。 柳三元再次高声说道, 今日大喜, 枪足有一贵客, 请阴阳先生罗十六上台, 替新任大长老补挂。 这一次起身的, 便不是柳化音了, 而是柳化道。 他神色肃然, 转身之后, 恭敬地看向我, 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我深吸了一口气, 站起身来。 当然, 我没有柳家道士的本事, 只能够正常走看台的路。 这一次, 我便在所有枪足人, 以及柳家道士的视线中了。 一路上到了看台之上, 审计的目光在看我。 柳玉咒则是背对着我, 正面朝着铜顶。 将我送到看台上之后, 柳化道便匆匆下台, 就像是他没有资格站在这里一般。 柳三元则是从袖口内取出一块竹片, 交于我手中。 我看过之后, 旗上正是写着柳玉咒的生辰八字。 耕五年, 人五月, 丁四日, 五十。 我低声南南, 下至。 接着, 我便盘腿要席地而坐, 同时从铜箱之内取出了金蒜盘。 在我即将坐地的瞬间, 身下却是一软, 分明是柳三元一栋浮沉, 那蒲团便到了我身下。 我双目凝重, 盯着蒜盘, 右手落于旗上, 琵琶声之中, 一道卦象, 赫然出现在金蒜盘之上。 这一卦, 我完全是正常算的命数。 可卦象的内容却让我心头大惊, 骇然失色。 柳三元目光灼灼地盯着我, 待我手指停下, 便沉声问道, 此卦如何? 我没有抬头, 手按着金蒜, 声音透着沙哑。 大胸之卦。 我画音落霸的瞬间, 柳三元面色大变。 明显, 整个场地之中的气氛, 也一瞬间改变了。 大胸之卦? 此卦何解? 柳三元变得不只是面色, 还有语气, 他整个人的神态, 都透着惊异不定。 他神态如此, 这也正常。 毕竟柳三元时日无多, 肯定承受不起太大的变故。 而柳宇宙这个卦象, 其胸象, 令我都额头冒汗。 我深吸了一口气, 微眯着眼睛, 盯着精算, 沉声说道。 奇卦为五十七, 上训下训, 是两封相重叠的训卦, 训为封。 初六摇, 进退, 立五人之真。 九二摇, 训在床下, 用矢分弱, 急无救。 九三摇, 平训, 令。 九四摇, 毁王, 填获三品。 九五摇, 真吉, 毁王, 无不利, 无处有忠, 先更三日, 后更三日, 急。 上九摇, 训在床下, 丧其资辅, 真凶。 柳三元的目光, 几乎锁死在我身上, 他的手, 都略有不自然地, 在浮沉上动着。 不过柳宇宙, 还是保持那个动作没动, 依旧背对着我。 此刻, 几乎场间除了柳宇宙之外,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着我了。 我说完了卦象之后, 并没有立刻解卦, 而是在脑海之中推演, 脸上露出复杂之色。 我甚至有几分庆幸, 还好我临时改变了主意, 没有让沈济去变卦。 因为这一卦, 让我联想到昨夜那个梦, 梦中那个看不清的人影, 站在村民之中。 现在看来, 柳宇宙带着柳三元的发官道貌, 不正是看不清模样吗? 这一卦之凶, 凶狠要命, 再联系那预兆, 便是柳宇。 宙的必死之局。 若是让沈济来变卦, 那沈济的命数, 都未必能顶得住这凶险, 甚至有可能双双亡命。 脑中迅速地推演, 我也将挂项的内容完全分析了一遍。 深吸了一口气, 我才沈生开口, 此挂之解, 为命令, 行动之前, 需再三告诫丁明, 才可行动。 初六摇违进退, 是为犹豫, 立五人之针, 则是意志坚定。 九二之急, 便是说明柳家倒数深邃, 必除殃旧。 九三摇违凶, 说明道士之中, 有意志以穷之人, 再无回天之力。 我说完这句话之后, 顿时柳三元的眼神一冷。 他沉生开口道, 继续说, 不要听。 我知道柳三元以为我这挂项在暗示他, 可实际上, 这是柳宇宙的挂, 那就是说明, 这是柳宇宙的经历。 我没有停顿, 继续说道, 九四摇违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获得极大的机缘。 九五摇也是与机缘有关, 得到了更好的, 更中正的位置, 是大吉祥。 很明显, 九三摇暗示柳宇宙 在精神七杀之地的凶险经历, 后面两摇则是应对了他获得膳师丹, 以及接任枪族大长老的职位。 我说到这里的时候, 柳三元已然是面带笑容。 罗十六, 这不是大吉的挂项吗? 虽然有凶险, 但不破不裂, 算不得大凶。 柳三元笑呵呵地说道, 我抬起头, 目光深邃地看着他, 摇了摇头说道, 挂项还没有结束。 最后一摇, 上九摇, 预照侍主将处。 于穷吉之地, 无路可走, 若是强行执着, 一切, 只剩下凶险。 若是想要破解, 那便要停其路, 断其念头, 使得其空坐一堂, 无他处可去。 我的声音无比正重, 目光更是深邃锐利。 柳三元的面色僵住了, 眼中殷勤不定。 他将转头看向柳宇宙, 声音透着沙哑, 道, 宇宙, 你听见了吗? 这一挂之后, 你需要留在枪族, 不可去外见。 柳宇宙猛然间也转过身来, 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说道, 这还是柳宇宙第一次用这种疑问的语气和我说话, 明显透着极为浓郁的不解。 他眉心地穿字完全凸显出来, 沉声继续道, 大长老莫要急切, 罗先生算卦, 必定还有解法, 这卦象会有变数的。 说话之间, 柳宇宙的目光更为灵练。 我扭过头, 没有看他, 转而看向的还是柳三元。 柳三元也同样急切地看向我, 眼中格外期待。 我再次深吸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道, 这一挂, 没有变数, 只能躲。 柳三元胸口上下起伏, 面色中只剩下正中, 他双手抱拳, 给我微微躬身, 行了一礼。 这明显, 是柳三元在向我道歉。 而柳宇宙的脸色, 彻底变了。 他看我的目光, 从不减, 愕然, 隐隐开始透出怒意。 他声音沙哑, 一字一句地说道, 罗十六, 你确定, 这一挂没有变数? 很明显, 他语气之中, 还透着极为浓烈的失望。 肃然的表情中透着严厉。 明显, 柳三元是要呵斥住柳宇宙。 但柳宇宙的面色不改, 还是那副神态看着我, 他眼中的怒气也愈发得多, 眉心的纹路更重。 他往前踏了一步, 顿时我便感受到一股压迫, 用过膳师丹之后的柳宇宙, 从气场上都变得更为强。 他眼中的失望正在逐渐增加。 我眉头也是紧皱, 可同样, 我心头却也是叹息和无奈。 挂象之中, 的确没有变数, 柳宇宙但凡是跟着我们去, 几乎就是实死无生。 还有我梦境之中模糊的宇宙, 也都是死局。 除此之外, 我更不可能告诉柳宇宙, 柳三元将死。 摇了摇头, 我声音略有沙哑, 柳道长, 此挂, 再无他减。 柳宇宙陡然抬头, 看向另一个方向。 他这目光, 明显是在看审计。 审计却并没有看我们这边, 也不知。 到什么时候, 他对着看台的位置, 刚好背对着柳宇宙。 沈仙师这一挂, 柳宇宙声音也透着 丝丝怒气和严厉。 可他还没说完, 柳三元的浮沉 便朝着他胸前一横。 够了宇宙, 现在你已经是大长老, 注意你的身份。 打断了柳宇宙的话之后, 柳三元更是一甩浮沉, 他的声音如若红中 一般在场间响彻。 仙师继位, 大长老接任, 大典结束。 新任大长老需闭关一段时日, 钻研前代大长老 遗落在外道气, 枪族将封族, 闭门不出。 散会! 沈姬并没有回头, 他和江蒙两人 朝着台下走去。 枪族的族人 也都听了命令, 尤其是沈姬都往外走了, 那些人也都没再停留, 一起往外。 至于柳家的道士, 则是更听从柳三元的命令。 普通道士全部散去, 柳化道、柳化英、柳化明三人 则是在祭坛之下等待。 柳玉宙, 已然闭口不言, 可他看我的目光 已经只剩下冷意。 柳三元冲着我身身一公身, 明显表露出 对我的格外感激。 罗先生, 我要先和宇宙谈一谈, 我让三位长老送你去大殿, 我说的话, 依旧有效。 另外, 若是你想离开, 便直接让长老送你, 或是你要去观星宅, 也可以让其他枪族人带你去。 柳三元这句话, 依旧也是在表示 他的诚意和感谢。 柳玉宙却似乎是若有所思, 眼中含义更甚。 柳三元前面的表现还好, 现在他补充的这一句看似没问题, 可在柳玉宙那里, 问题怕是就大了。 我现在却是有话, 完全没办法说了。 深吸了一口气, 我朝着祭坛之下走去。 柳花到几人在前, 领着我往外走。 等出了这个大殿的场地之后, 我稍微停顿了一下, 又回头看了一眼入口。 这会儿, 已经看不见柳玉宙和柳三元了。 不用带我去大殿了, 我打算见一见仙尸, 便离开。 我还有钥匙在身。 我沉生说道, 好, 柳花到点点头。 既然如此, 我送罗先生, 你们在这里等前任大长老以及大长老吧。 柳花应恰逢其时地开口。 随即, 柳花应先送我回了一趟院子, 让我在院内稍后。 没等多久, 他就找来了江萌, 并且, 他同样带来了定罗盘, 交还给我, 告知我那一句, 黑师柳家能够解决, 无需担忧。 我去关心宅见了一面沈记, 简单聊了几句, 沈记只是告诉我, 我说话只说一半, 甚至连他都不说清楚, 这会造成极大的误会, 明显, 现在柳宇宙就是误会了, 若是说清楚, 还能化解, 要是说不清楚的话, 恐怕就会成为一个芥蒂。 沈记问我, 到底有什么难言之意, 非要隐瞒? 我只是摇头, 说他现在还不理。 姐, 等他阴阳术达到一定程度, 再遇到类似的事情, 他就知道我的处境了。 最后, 我告诉沈记, 我要离开, 他现在可以告诉我, 他的条件是什么。 沈记只是摇摇头, 说我没要他的第一挂, 也没有用在柳宇宙身上, 他也不会让我做什么事, 这是规矩。 再之后, 他还是追问我, 到底有什么不能说。 我选择了沉默, 随后便与沈记道别。 沈记最后, 只是复杂地看着我, 不再多言。 从观星宅离开之后, 送我出枪足的是江燕。 他一直将我送到了陈仓的机场, 到了地方之后, 我联系了冯家的人, 不多时便有人将我接入了机场内。 上飞机的时候, 约莫是下午三四点钟, 不过我们并没有立刻能走。 约莫到了晚上八点, 飞机才开始动。 我斜靠着睡下, 闭目小气。 这一觉睡的时间并不长, 可一闭眼, 我就又做梦。 这一次的梦, 就是最开始我做的那个。 杨青山走在我前头, 穿着一身道袍。 我走在村路上, 周围的屋子前头, 是那些大肚子, 却骨瘦如柴的村民。 但怪异的是, 我身旁还跟着一个身材高大的道士, 他戴着发官道帽, 前面被一块黑布蒙住, 我看不见他的脸。 当时即便是在梦里, 我身上都起了鸡皮疙瘩。 猛地扭过头直勾勾地看着那道士, 他就像是没反应似的, 还是自顾自地往前走。 我快不得再一次走近他, 想要看清楚他的模样。 只不过走着走着, 周围便支离破碎。 震心号心号的感觉也将我惊醒, 睁眼刚好看到窗外, 飞机将将落地。 我眼皮抑制不住地跳动, 一只手按着铜箱, 脸上神情连番变化。 机舱里除了机组的工作人员, 便空空心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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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无他人。 我独身一人从羌族离开, 柳宇宙没有再跟来的渴。 能? 那除了我和杨青山, 还有谁能跟着我们? 窗户外的一切在飞速倒退, 等到飞机停稳之后, 工作人员便来提醒我可以下机了, 同时又问我还有没有需求, 需不需要他们一直在这里等。 我回过神来, 摇摇头说, 不用。 不过这梦境, 却让我心头升起了警觉心, 我得见杨青山一面, 起身下机, 结果又有一个工作人员跟在我身后, 他匆匆告诉我他叫李安明。 冯家嘱咐过他, 可以跟在我身边一小段时间, 听我的安排帮我做一些杂事, 等到不需要的时候再让他离开。 我犹疑了片刻, 便直接拒绝。 被百度车接着到了出站大厅, 我在离开机场的同时, 也用手机看了附近的地图以及酒店。 此地名为巴江, 南龙之大龙脉, 有一段龙脉主干便穿过巴江。 这整条大龙脉在这一处山。 玉叫做东雾山脉。 它经过四省数十县市, 大龙脉之所以大便是其纵横范围广阔。 在这段山玉之中, 还会延展出来数之不尽的干龙、 枝龙。 一旦大龙脉崩塌, 其余的干龙、枝龙也会出问题, 小龙脉, 甚至是水龙脉之中的干龙、枝龙也会出事。 更别提大龙脉, 还关乎这一带珊瑚会拨动其余大龙脉。 那才真的是龙在旷野之中厮杀, 生灵涂炭。 而我之所以选择了这里, 除缺了这地方和杨青山的地图格外相近, 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在这条大龙脉之上有一处裂骨。 若龙脉之中有裂穴, 莫不是生机会萃之地, 便是屠龙之所在。 如果我所推演的不错的话, 那个裂骨会牵引着大龙脉崩塌, 张九关那昆威地的挂象中最后一摇, 也会因此应验。 至于杨青山要去这里的哪个位置, 我却不知道了。 我要。 帮助杨青山, 他等我那么久, 也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不过在这件事情之前, 我需要破了那最后一摇应验的可能。 否则的话, 即便是跟着杨青山去了那个地方, 将它送进去, 这大龙脉若是毁了, 那还有什么意义? 我不是没想过, 这两个地方会不会是同一个, 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在我思索之间, 我已经坐上了出租车, 前往我临时在网上预订好的酒店。 这会儿, 天色已经晚了, 明显不合适出城, 我随便找了一个距离近的机场酒店去休息。 等到了酒店, 办理好了入住之后, 我进了房间, 拉上了窗帘, 毕恭毕敬地喊了一声青山前辈。 可是却没得到任何反应。 我又叫了两次, 杨青山还是没出现之后, 我便取出来了定罗盘。 低头看着定罗盘的指针, 此时指针无异样, 不偏不斜, 表示此地为正常用地。 可, 这同样也代表, 杨青山不在我身边。 他是青师道, 不会让罗盘指针呈现转针, 却会呈现针头下沉的陈针, 表示有阴气介入。 如今他不在, 会去哪儿? 我思索再三, 想不到可能, 玄机也不再多想。 我到了地方, 他肯定也会到, 无非是多等一会儿而已。 去洗漱了一下之后, 我便躺上床。 飞机上休息过, 一时之间没困意, 我又看了一会儿宅经, 同样温习了一遍记忆中的藏影观山,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 杨青山当时就说过, 那地方不只是要阴阳树大成, 还需要藏影观山树才能进去。 同样我在思索, 这大龙脉有损, 应该怎么来震? 宅经之中有言, 论之干不可不变大小, 以审其力量之轻重, 身变之法, 以水源为定, 大干龙以大江大河加送, 小干龙以大溪大渐加送。 我想到一个法子, 心头都有些狂跳起来。 龙脉有山有水, 无论是陆上之大龙脉, 水之龙脉都是相辅相成。 一带三湖有玄河, 天茜将作为其中分割, 若是龙脉不稳便可以饮水入枝。 天茜将之水便足够阵着南龙之上。 当然, 这只是我初步的想法, 如今阴阳树几乎融会贯通之后, 我能推演的风水局便更多。 可没有到地方见过, 我也无法肯定我的推断是否正确。 必须要到了实地之后, 才能够确认。 困意逐渐升起, 我看了一眼时间, 竟然已经凌晨两点多了。 推演风水感受不到时间流逝, 这会儿反应过来之后, 不但是困意十足, 还阴影有些头痛难忍。 我依旧保持十足的警惕, 将铜链缠绕在肩膀上, 之后才闭目休息。 之后便是一夜无梦。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时间已经趋近中午了。 我先观察了定罗盘的指针, 杨青山依旧没在我附近。 我收拾了一下退掉房, 到外头吃过早餐, 便打了车离开市区, 直接朝着东吾山脉, 由那段列骨的方向赶去。 我仔细查了地图, 那段列骨如今已经成了一处景点。 不过, 按照地图大小上来看, 并非全部都是游客区, 只是外延的位置而已。 列骨的深处依旧是无人区, 同样那里也是不可能被 简单人力去开发的地带。 风水的玄妙, 很难用常理度之。 风水太过强盛, 依旧会让常人难以承受, 这也是物极必反。 我并没有到景区的位置, 打车的终点是列骨旁边一个村落, 这村子名为林村。 在村口, 下车之后, 目光变落在齐村路旁边的广告牌上, 大部分都是农家乐, 以及民宿, 还有巷导的广告。 这地方明显因为旅游区的原因, 发展得不错。 我静止走入了林村之中, 这里俨然都不像是村子, 更像是一个镇。 我并没有选择那些看起来不错的农家乐, 也没有进最外延的那些民宿。 而是一直进了村子里头, 都走了一圈之后, 我才往回到处来。 选择了一家外表上看起来, 已经很是老旧的民宿进去。 说是前台, 实际上和住家没什么区别, 小木桌, 小椅子, 地上摆放着不少家居杂物, 还有竹制品的玩具。 一个身材瘦瘦小小的老妇, 正在哄着一个小男孩吃饭, 那小男孩不理不睬, 趴在地上捣吃玩具。 木制的一个台子后头, 坐着个年轻一些的妇人, 正在织毛衣。 我进来之后, 那老妇没理我, 反倒是那妇人抬起头来, 露出欣喜之色。 没等她开口询问, 我便开口道, 定房, 你这里有几间? 全部包了半个月。 那妇人脸上的欣喜, 已然成了笑竹颜开, 她连连点头, 然后操着一口声音清脆的方言, 说道, 早起刻刚走, 房间都盛到在, 一哈有六个屋子。 我到了前台, 拿了身份证出来, 她则是用笔在登记, 同时迅速地和我说他们的收费, 问我们有多少人住, 简单说了两个人, 她眼中明显有恶然之色, 我笑了笑, 让她放心, 说我们只是喜欢安静, 所以选一个小名。 素权包。 妇人这才点点头, 她也没怀疑, 这会儿还爽朗了不少, 先是称呼我罗先生, 再告诉我她叫吕秀。 接着她又告诉我, 我们包那么久, 又只有两个人住, 房费可以给我们打五折, 并且, 她还和善地笑着说, 平时她这里一天也就来一两个客人, 有时候高峰期会住上一大半, 大部分都是住不满的。 不只是给我们打折, 如果我们不嫌弃的话, 每天吃饭也能带上我们。 我笑了笑, 点点头, 不过, 我没接更多的话。 付过房款之后, 她示意说带我先去房间, 等会儿要住的另一个我同行的朋友, 到了, 会直接领她进来。 我扫过这前厅的角落一圈之后, 不动声色, 说了个好字。 那些角落的位置, 放着一些被篓, 有的被篓里头, 还装着湿润的似湿药草的东西, 同样还有绳索和镰刀。 这时, 忽然那老妇把那男孩从地上抓了起来, 他明显很生气, 一把就将男孩手里的竹制玩具夺了过去。 他眼神之中也透着几分急躁, 低声在男孩耳边说了句, 不好生吃饭, 天黑了就被白毛鬼抓起走, 到时候还想吃饭, 吃个喘喘。 本来那男孩都要哭的, 这一下子, 他被吓得脸都白了。 罗先生, 娃娃不懂事, 没得啥, 我带你去房间吗? 吕秀笑着说道, 跟着吕秀往里走。 一边走, 我一边随口问道, 你男人常年在山里头采药? 吕秀回过头来, 他的眼中透着惊讶, 罗先生, 你拉个小的, 看出来的。 我笑了笑, 随和地说道。 吕秀点了点头, 他眼中露出一抹自豪的神色。 村里头采药队少好多了, 八卿现在是最厉害的, 每回进山出来都能赚好多钱。 都在景区里头采药吗? 我随口问道, 当然, 我晓得我这么问, 是错的, 但凡是哪个景区被开发了, 都不会再让采药人在区内活动, 会进行环境保护。 吕秀当即就摇摇头, 说道, 浪得得行哦, 都往山里头走多嘛, 景区外头早些年也没得好多药材了。 越往山里头去, 值钱的药就越多, 都是纯野生的。 说话之间, 吕秀已经带着我到了后院。 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小院, 左右各有四个房间, 二层楼的楼上也有几个屋子。 看起来, 民宿跟他们自家是混在一起的, 其中有两个屋子前头的栏杆上, 还晾晒了草药。 院子虽小, 五脏俱全, 一个一米。 多大的小水潭, 旁边还有花圃, 种了树。 吕秀给了我一串钥匙, 问我要住哪个房间。 房间里什么都有, 缺什么随时到前台问他要。 我接过来之后, 选了一楼的一个屋子。 领我进屋的时候, 吕秀还好奇地问了我, 是做啥工作的。 我但笑着回了一句, 是看风水的先生, 雨霸之后就进了屋。 当然我侧头的余光, 看到了吕秀眼中的惊讶。 关上门, 我顺手开了灯。 房间装修不新, 不过盛在干净, 该有的的确都不缺少。 山脚之下, 常年的潮湿让屋子里有淡淡的霉味。 屋子是内窗, 正对着院子, 不过窗帘是拉上的, 外头看不见里面。 靠窗的位置有书桌, 我坐在书桌旁边, 将铜箱放下, 取出来宅经之后, 继续看有关于东吴山脉 这一段山域的风水剪图。 手指在书桌面上轻轻敲击, 同时回想着 那老夫刚才对小孩说的不好。 好吃饭, 被白毛鬼抓走的话。 农村里头很常见, 小孩不听话, 会用一些老故事, 传言, 来下孩子。 我通过能看到的民宿环境, 找到的这一家老板 极有可能是采药人的民宿, 这可以方便 我了解这东吴山脉的一些事情。 尤其是山脉之内的传言, 环境, 这都可以对我此行 带来极大的帮助。 梦境之中, 那些大着肚子, 四肢干瘦的村民 明显不像是什么白毛鬼。 不过那个地方, 必定临近杨青山要去的所在。 那白毛鬼, 必定就是这山里头 害过人命的东西, 不然不会被老人提在口中。 这便是我需要小心注意的地方, 细枝末微的小事, 或许也能让我避过一些 不必要的风险。 除了了解东吴山脉, 另外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近山, 我需要向导。 没带冯家人, 杨青山又没有出现, 暂且还不知道原因, 我肯定不能独身一人近山。 一个熟悉深山环境的采药人, 完全能够胜任, 给我带来极大的帮助。 当然, 我也不可能见一个采药人, 就让他给我当向导, 我还得看他的面相, 看这个人品性如何。 脑中推演思索的同时, 我也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话术。 收起东西, 洗了把脸, 我去星号星号小气了一会儿, 等待吕秀来叫我。 睡下不多久, 轻微的敲门声就将我唤醒, 门外传来吕秀轻声地喊话, 说叫上我一起吃个便饭。 我去开门之后, 吕秀满脸笑容, 说他们做了不少家常菜, 还用家养了好几年的老母鸡, 炖了滋补的药膳, 让我去尝尝。 我笑了笑, 说了个好字, 其实这都谈不上计算。 我在这里花了不少钱, 再加上透露出来的身份, 像是风水先生, 在平时又极为少见。 山村的人多迷信, 必定会很好奇。 再加上我之前说了他男人是采药人, 他们肯定对我也好。 齐。 吃饭的地方就在前台前边, 一张小方桌, 四张椅子, 桌上一大锅汤, 炒了三四个肉菜, 两个素菜, 汤还飘着药材的清香味。 那老夫坐在一侧, 这会儿正小心翼翼地打量我。 对着门那个方向, 则是个三十来岁, 皮肤古铜色, 看起来很健壮的男人。 他本来正在刷视频软件。 我们出来之后, 他赶紧收起了手机, 站起身之后, 满脸笑容, 对着我伸出手, 语气和善地笑着说了句, 罗先生, 我叫巴青。 巴青声音很粗犷, 听语气, 性格就是个爽朗之人。 我也伸出手, 和他握了握, 笑着做了自我介绍。 我目光自然地扫过巴青的脸, 一眼便看过了他的面相。 而就在这时, 旁边忽然传来个脆声声的声音, 婆婆, 我老汉天天在山里头钻, 有白毛鬼出来, 肯定抓他, 不得抓我。 说话的正是那个小男孩, 他手里头捧着个竹球摆弄。 那老夫本来在旁边也抬头在笑, 这一下, 他的脸色刷得就变了。 他站起身, 一把就揪住了那小男孩的耳朵。 小男孩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痛得呲牙咧嘴地挣扎。 这些话都敢乱说, 咒你老汉。 老夫拖着小男孩, 就进了里屋。 巴青明显也是不太自在, 他愁了愁, 没跟上去, 只是尴尬地说, 让我坐下, 吃点东西, 小孩子不会说话, 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 吕秀也明显很尴尬, 不过他坐在了一旁, 帮我拿了碗筷。 白毛鬼是什么东西? 这山里头闹鬼, 很凶。 我表情很随和, 笑着接过碗筷, 随口问道。 巴青这才小声道, 山里头的猴子多, 有些个老的毛都发白了的, 凶得很, 比鬼都吓人。 采药的人最不喜欢在山里头遇到猴子, 尤其是白毛鬼, 猴子还好, 就捣乱一下, 白毛鬼聪明得很, 跟上。 哼, 就非要把人整死的。 而且那些个东西都不露头, 非要等到你掉绳子, 去踩悬崖上头的东西, 要么爬树的时候去整你, 一哈就要你命。 开始巴青声音小, 说到后头, 他手都跟着比划, 语气也变得凝重很多, 最后他白白手道, 遇到了白毛鬼, 基本上就洗白了, 没得一个能活到回来的, 为啥有人晓得是白毛鬼, 隔得远的山头上, 看到对面山头, 有人掉绳子采药, 忽然就被白毛鬼整断了, 人直接就摔下去, 最后骨头都找不到, 尸体都要被白毛鬼弄气跑的。 巴青说着, 拿起来桌上的酒瓶子, 给我倒了小小的一杯白酒。 我听完之后, 心头才恍然, 不过这反倒是麻烦。 真要是什么鬼鬼碎碎的话, 画好符就够用。 物极通灵, 五家仙, 便是老的倒了时候, 就成了仙。 再像是水尸鬼, 不也是水里头的。 猴子, 老到一定程度, 在水里头都能逗捞诗人。 这白毛鬼是老的皮毛发白的猴子, 很是麻烦。 福肯定对付不了, 而且巴青口中那么狡诈的白毛鬼, 还基本上不和人面对面, 相当于背后捅刀子, 这的确很危险。 也怪不得那老妇直接就打孩子去了, 农村里头的人都记会这些。 一边吃东西, 巴青又和我聊了不少本地的民俗。 他多喝了两杯, 画匣子就关不上。 我虽然不胜酒裂, 但是这两杯酒还是足够清醒。 至于巴青媳妇女秀, 则是帮忙添菜。 喝上了酒, 吃的就不少, 他又去做了点赤石断出来。 我也难免多喝了几杯, 吃的算是酒足饭饱。 大致从巴青口中了解了, 这东吾山脉猎谷的深处, 多蛇甚至有蟒, 并且深处的猎谷下头多暗河, 暗河下头还有坑洞、溶洞。 采药人基本上不选择下。 到猎谷深处的下头, 差不离都在山上采药, 因为水中危险不少, 尤其是那些暗河坑洞里头, 更是有难以揣测的危险。 每年都会有不少采药人失踪, 也有一些独自深入裂谷的旅友, 最后连衣服都找不回来。 我借着酒劲也和巴青讲了, 我想请他, 给我当向导, 去山里头看看。 钱我不少付给他, 风水先生赚钱容易, 主要是对这些风水好奇, 指不定还能给一些有钱人点目。 当然, 这话在巴青那里看, 或者吕秀耳中听, 是我喝了不少, 吐露了一些醉话, 比如赚钱容易, 给人点目这些。 可这也是我借着这个环境, 说出来的话说。 巴青倒是没立刻答应, 而是神态郑重地眯着眼睛, 喝了一杯酒, 吕秀却给我换了一个 稍微大点的二两酒杯, 同样, 他也给巴青换了一个, 小声地说, 看我们一点点就到一杯, 看得心急, 索性换, 各大点的杯子。 接着, 他又试探性地问我, 能给多少钱? 我比了个三的手势, 吕秀小心翼翼地说, 三万, 我摇了摇头, 说加个零, 现在就可以先点钱, 回头等出来了, 我再给这么多。 当时吕秀眼睛睁大, 眼中都是惊恶, 同时还透着惊喜。 巴青也被吓了一跳, 他马上就开口, 罗, 罗先生, 嗨, 他这声音都结巴了。 吕秀赶紧眼神瞪了巴青一眼。 当然, 这会儿我是半眯着眼睛, 在他们看来, 只不过是喝多了的样子。 吕秀马上满口答应, 说这向导他老公当了, 这里我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接着他又拿出来了纸笔,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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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写了东西。 我扫一眼, 大致就是我聘请巴青当向导, 然后酬金的事, 他还在下头写了银行卡号。 我一点没犹豫地签了字, 还马上用手机了转账。 这么长时间来, 虽然我少接音, 但是看风水赚的钱一点都不少, 虽然大部分给了奶奶和叙事语, 但我身上还是留了一些。 三十万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多, 就像是当初我刚入行一样, 可以说的上市有钱能使鬼推磨。 可现在已经算是不多。 我也不想花低价, 巴青跟我进山, 实则是他跟着我拨命, 他只是自己不知晓。 当然, 我也不会故意去显地, 也不会害他, 遇到事情也会保全他。 总归, 他面向不错, 是个信得过的人, 我以这种方式花出去这笔钱, 巴青在人情的层面上拒绝不了, 他也会自己认为有些亏心, 帮我就会更多, 不会藏私。 最后又聊了话, 我故意灌了巴青几杯酒, 说的大致就是裂骨的事了。 这会儿, 巴青是拍着胸脯和我讲, 邻村里头, 虽然他资历比起来那些老采药人, 还算是小年轻, 但是山里头身手和经验, 他可不比老采药人少, 而且他年轻, 扛得铸造。 总归是他让我放心, 他肯定让我满意。 又聊了一会儿, 我都有点不胜酒力了, 有时候半真半假, 实则最真。 最后还是巴青, 走一步晃三晃地搀扶着我去了房间, 接着吕秀才搀着巴青回了他们的屋子。 我躺上床, 便是倒头就睡。 这一觉, 可是睡了不短的时间。 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 天都黑了。 烧酒喝多了, 脑袋还有点隐隐作痛。 我去洗了把脸, 稍微清醒了一下, 才吐了口浊气, 进院子里头吹了点冷风。 我又摸出来定罗盘, 看了看罗盘的转针, 罗盘依旧是示意, 这里是正常用地。 这令我心头不减,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 我先按照计划, 解决了这龙脉意向也不迟。 杨青山肯定不会耽误正事, 必定有其他事情将他耽误了。 正在这会儿, 前头传来了脚步声。 我抬头一看, 走进院里头的, 正好是吕秀。 见了我, 吕秀脸上近视笑容, 说他刚好来叫我呢, 巴青都醒了, 在外头等着了, 他烧了。 辣排骨汤锅, 晚上再和巴青喝点。 我笑着摆了摆手, 说我不行了, 喝不了那么多, 这会儿还没醒酒呢。 我明显注意到, 吕秀眼神还有几分小心。 我看得出来, 这是他们觉得, 白天借我喝醉了签字转账, 也怕我失言。 我话音未落, 又郑重地说了句, 这不, 还打算跟巴青兄弟进山, 看风水, 这酒喝少了会有, 喝多了, 可要耽误正事。 吕秀连连点头, 说对对对, 正事重要, 他跟女人家家, 不懂这些, 让我别介意。 再去了前台, 巴青开始也有点尴尬, 之后聊了几句, 我问的依旧是裂骨的事, 还有说要进山, 多说了几句, 他神态就好了不少, 会声会色地, 和我说他采药的经历。 当然, 这一次我俩都没喝酒了。 一餐饭吃下来, 巴青说他连夜去准备我们, 进山要用的东西, 他问我要待多久, 如果山里头时间长, 他准备的就要多, 明天可以看看天色, 如果天气正常的话, 就能直接出发。 我则是说, 能多带就多带, 只要我们拿得了, 毕竟在山里头, 难免遇到什么突发状况, 有备无患。 巴青点头, 表示知晓了。 而临最后的时候, 他还拿出来一样东西, 着实让我惊喜不已。 那是一张泛黄的地图, 只是这个东吾山脉, 这一段山域裂谷的。 巴青还小心翼翼地说, 这是他们采药人化的地图, 看我想去什么地方, 可以告诉他。 我当时就告诉巴青, 这地图让我用一晚上, 我得仔细看看, 明早上和他说, 巴青这倒是没有小钱, 让我拿着就行。 之后我回了房间, 也没睡觉, 一直在研究这地图。 大型的地图, 是看不出来这里的很多风水局的。 而宅经之中, 也不知道是哪一年所记录的了, 而且宅经风水局有得过小, 无法确定这里的龙脉整体。 而巴青的这一张地图, 就已经格外相近。 并且其大图整体暗合了一种风水局。 其中的细节小图, 又吻合了不少小风水局, 其中更有宅经。 所有记录的局, 我这一看, 就是两个小时。 并且, 我在这地图上, 找到了一个位置, 这地方应该是龙脉的中心点, 如果龙脉出问题的话, 这地方绝对是诱因, 我需要到那里看了之后, 才能确定是不是那处出了问题, 然后才能判断, 是否能饮水震笼。 虽然思绪还是很清醒亢奋, 不过, 我却强迫着自己, 撇清所有想法, 将地图收起来之后, 就准备去睡觉, 养精蓄锐。 也就在这时, 忽然房门被敲响, 传来了吕秀小声喊我的声音。 我开门出去之后, 吕秀神色明显有些不太好看, 他小声地告诉我, 八卿说要见我。 接着, 他又抿着嘴, 低着头说了句, 八卿想带个人同行, 也是采药人, 是他兄弟, 能帮上忙。 从这吕秀的面向来看, 我就知道, 他对这件事不太满意了。 不过, 我暂时看不出来, 是因为八卿要分钱出去, 还是说他要带的人, 人品不行。 这件事我也很注意, 笑着点了点头, 就说出去看看。 等我到了前台之后, 八卿正在和一个身材精干矮小的男人说话, 两人有说有笑的。 我刚出来, 八卿就笑着和那人介绍我, 同样也和我介绍了那人叫做刘克, 是他的好哥吗? 他寻摸着我进山, 可能时间不短, 要带的东西不少。 多个人, 多双手, 主要采药人, 基本上不会单独行动, 就带刘克来给我看看, 能不能一起进山。 刘克一副笑脸地和我问好, 我看了刘克一眼, 面色不变, 但心头却是微微一沉。 此人断眉, 高颧骨, 薄唇, 阴沟鼻, 甚至还有三白眼。 当即, 我就摇了摇头, 不过我花音也不尖锐, 就是和善地笑着说, 我觉得我和八卿两个人就够了, 就不麻烦刘克兄弟跟着一起进山了。 八卿面色一僵, 刘克眼中却闪过一丝恶然, 紧跟着便是一抹极为淡的冷冽和不善。 不过他, 还是笑了笑, 说道, 罗先生, 我对路很熟的, 和八卿老搭档了, 也不让您加钱的, 八卿给我酬劳。 明显, 刚开始八卿一脸热情, 这会儿, 他却尴尬了不少,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我脸上没表现什么, 可心里头却沉了几分。 我此行小心谨慎, 没有大张旗鼓, 其实就是为了减少麻烦。 先是选了这民宿, 见过八卿, 看过面相之后再说目的, 也就是这原因。 可我却没想到, 还是会节外生枝。 让我对付一个普通人, 再简单不过, 只是风水先生阴阳先生都不能随意对普通人出手, 否则会有天谴报应。 可若是戴上刘柯, 必定横生变故, 单凭他的这面相, 也是不足以被相信之人。 面相十二宫之中, 没事饱受宫。 断眉有两种, 正常的眉毛忽而断裂, 那就是人之将死。 若是天生断眉, 便是薄情寡义, 前一刻称兄道弟, 后一刻就能为了利益出卖你, 并且生性多疑, 且易怒冲动。 再加上薄唇之人精于算计, 成辅身, 高全。 古之人个人意见重, 性格极躁, 因沟鼻内心冷漠, 极度心强, 有仇必报, 甚至对于亲人都无比淡漠。 此外, 这刘柯还有上三百眼, 这种面相更是自私自利, 心术不正, 只会唯利是图不管他人死活。 他这多种面相相加, 我肯定不会让他有跟着我的机会。 可多想两分, 问题就不是简单的不让刘柯跟着, 而是他眼中刚才闪过的冷冽和不善。 不让他跟着, 恐怕也得出一些问题。 我思绪很快, 同时脸上也做出一副沉思的表情, 当然, 这沉思是做给巴青和刘柯看的。 在这期间, 我更是观察了一下巴青的面相, 确定巴青依旧没问题。 接着, 我点了点头, 才说道, 刘柯, 你对这裂骨深处, 熟到什么地步? 刘柯立马就会声晦涩地说了起来, 包括和巴青一起采药的经历, 甚至也说出来几个地标, 更是巴青给我的。 那幅地图上所标注的。 当然, 这不代表巴青和刘柯通过气, 只是代表刘柯对裂骨的确了解, 而且不比巴青少多少。 这更令我心头警惕不少, 必须得妥善安排刘柯这个人。 变数虽小, 但千里之低毁于乙穴, 容不得半点马虎。 等刘柯说完了之后, 他才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我点了点头, 说道, 这样就再好不过了, 我刚好还需要人办一件事, 我朋友本来同行没来, 不知道你敢不敢去。 钱我不少付给你。 刘柯眼前顿时一亮。 巴青眼中也都是好奇, 他更是给我拉了拉椅子, 让我坐下说。 我坐下之后, 也示意他们两人坐下。 接着, 我便取出来了巴青给我的那一张地图, 在其上指出一个位置。 那是列谷深处, 约莫三分之一所在的地方, 按照图纸上示意, 谷底有一处山丘, 周围有水流环绕。 在风水上看, 那山。 丘为雪, 饶雪之水, 为净于水, 这是一个风水不错, 且绝对安全, 不会造成性命之忧的地方。 我问刘柯, 有没有去过那里? 刘柯摇摇头, 说谷底水下多蛇, 虽然经过几次, 但是他们都没去, 尽量避开了这些危险。 八卿也连连点头, 说的确他也没去过, 不过那地方有采药队的老人说过, 有不少价值不低的药草, 只是蛇虫太麻烦。 我摇了摇头, 说, 在风水上看来, 多险子多宝, 我想刘柯兄弟去这里, 帮我找一样东西。 我话语未停, 告诉刘柯, 只要他帮这个忙, 我给他二十万, 先付十万, 等他拿到东西回来之后, 再给十万。 同时我又解释了, 和我同行的朋友, 本来应该去做这件事, 他一直不到, 我正发愁, 刚好刘柯这一来, 解了我燃眉至极。 当时刘柯就舔了舔嘴角,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他又问我要找什么东西。 我沉声开口道, 一两瞎须, 一两蟹眼, 三尾红礼。 刘柯明显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他又笑了笑, 说道, 罗先生, 你要的这些东西, 随便什么地方都能弄到, 这有什么说道? 我摇摇头, 说道, 明显, 刘柯和八卿两人都听得入了神。 当然, 虾须泻眼金与水, 的确是风水的判断标准, 我要那些东西, 就是纯属, 再给刘柯找一些事情让他做, 还足够拖延时间, 听起来这些东西数量不多, 可真做起来, 绝对不少。 八卿挠了脑脑袋, 说他听着觉得很厉害, 可听完了, 又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我淡淡笑了笑, 随口说了句镇宅用, 很多贵人出资不菲, 在风水宝地取来的这些物件, 才有功效。 刘柯这才郑重地点了点头, 说, 让我放心, 他去办这件事, 肯定妥妥当当。 我伸手和刘柯握了握, 又说了几句鼓舞他的话, 总归就是, 如果能多弄到一些, 给他的酬劳我还会增加。 刘柯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脸上也微微有红光。 再之后, 接着给了刘柯一笔钱之后, 便回了后院房间休息。 待在屋内, 我躺上床, 又摸出来了定罗盘, 低头看了一眼。 本来我以为杨青山还是不在, 现在我还能判断, 因为这地方本是正常用地。 可等进山之后, 定罗盘就不那么好使了, 因为周围也可能 有其他的风水用地, 会影响指针。 令我心头略微一喜的是, 指针已然成了陈针。 只不过下一瞬, 那指针就变成了 飞速旋转的转针。 针头转不止, 代表的是凶恶。 吃屎鬼。 青山前辈, 我立即从星号星号起身。 窗前位置,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了一道身影。 杨青山挺拔的身姿 微微前倾, 背上是一口薄关。 我略微松了口气, 转针来自于李阴阳的尸身, 并不是奇遇变故。 嗯。 杨青山微微点头, 他削瘦的面颊 仿佛灰青色更重。 你这两天, 我刚开口, 还没说完, 杨青山便平静地说道, 有人快死了, 我去见了一见, 说了几句话。 顿时, 我就晓得杨青山去了哪儿了。 我哑然, 看来自己之前想得太浅薄, 因为稍微多想一下, 我原本能想到他去做什么的, 完全没必要询问。 柳三元将死, 杨青山是他最为得意的弟子, 他理应去见柳三元最后一面。 外面那个人, 你处理得尚算不错, 不过若是他不开眼, 我会处理。 平日的杨青山, 一直, 是古井无波, 神情淡漠。 也只有当初第一次在批发鬼见到他, 他才流露出来过杀鸡。 而此时, 杨青山的冷中便带着杀意了。 我心头微微一领。 按道理, 杨青山不应该对一个普通人如此。 不过转瞬间, 我就思索明白。 这地方太重要, 我们要做的事情太重要, 他应该也容不得变故。 再加上, 我们还带着李英阳, 一旦出问题, 变故就太大。 思绪至此, 我立刻就拿出来地图, 告知了杨青山我要去的地方, 以及我要处理龙脉异象的事情。 同样我也询问了杨青山, 是要去这裂谷之中的哪一个位置? 目前我看风水, 还没看到那地方的存在。 杨青山沉默了片刻, 才说道, 若干年前, 有一封水先生, 来此东吾山脉, 奇观天心入大龙脉裂谷之腹地, 驱使山明, 修筑坟营, 至最后, 他却选择回乡落藏, 我并不。 知晓那地方到底在哪儿, 需要你用藏隐观山来寻。 我知晓你要处理龙脉异象, 所以我才告诉你, 需要你阴阳术登峰造极之时才能来。 龙脉虚吻, 我们才能入那处地方, 若是不吻, 净之便死, 黄论天下苍生。 杨青山的话语之中透着微微的叹息, 可他的这番话, 却给我心头掀起了滔天巨浪。 风水先生来此东吾山脉, 以观天心入大龙脉裂谷之腹地。 藏隐观山, 乃是秋畜道独创之法。 自秋畜道死后, 便在羌族失传, 外界只有沈信惠辞法, 也是他传承下来纪娘这一脉。 那这样一来, 出现在这里的风水先生, 要么是秋畜道, 要么是纪娘。 这件事情杨青山知晓, 就能直接断定和纪娘无关。 而且, 纪娘在纪娘山, 以藏隐观山建英宅, 算计百年, 登天与化, 尚且说他的风水术, 也不如秋畜道。 高, 他未必能在这属于大龙脉的东吾山脉, 如鱼得水。 反倒是将风水术研究的登峰, 造极的秋畜道有这个可能。 并且还有关键的一点, 我觉得, 秋畜道当年没有选择这里, 作为自己的最后羽化之地, 是否是因为看出来了, 这大龙脉若干年后, 由此断裂之劫难, 会引发龙脉厮杀, 至此, 他才回了南山群岭。 我心头震惊更多, 思绪更是飞速不断。 耳边又传来杨青山的话语声, 补全龙脉之石, 秘一地, 让李阴阳安息吧。 他不能进那个地方, 那是平和之地, 李阴阳之恶念, 若是以龙脉之风锐去冲刷, 或许千百年后, 有消磨的可能也不一定。 在等我抬起头来之时, 杨青山已然没了踪影。 我闭了闭眼, 极力平稳心神, 微微抿着唇。 枪足必定还有隐秘, 我看过的秋畜道观心宅, 还有那些点集, 真的就是全部吗? 当然, 此时多祥已然无用, 无论秋畜道还有什么秘密, 那都与我无关。 杨青山虽不会扬算, 但其因数风水, 绝不会比我弱, 当时他从外破掉的精神七杀, 就可见一斑。 他所提议, 用大龙脉之风锐去冲刷李阴阳的尸身, 这也不是为一个很好的安葬之法。 当然, 具体的还需要我进了裂谷之后, 实地看不风水才知晓。 临睡之前, 我又想到杨青山口中所说的驱使村民, 莫不就是那些形弱恶鬼之人? 他说的不清不楚, 我也无法下决断。 一觉睡下, 因为杨青山来了, 我心境也平稳得更多。 一夜无梦。 第二日清晨, 睡到了自然醒来, 时间已经过了八点钟。 我起床之后, 洗漱了一番, 进了院子。 这会儿我才看见, 院子里头堆满了不少东西, 几个登山包, 还有折叠铲, 甚至还有小锄头。 院内的一张石桌上头, 放着一些小菜吃食。 八清在清点那些务事, 吕秀则是在摆弄桌上吃的东西。 我出来之后, 八清顿时满脸笑容, 吕秀也请我赶紧吃饭。 我让他们不用那么客气, 我不见外, 然后便去吃东西了。 八清则是在一旁和我解释了一些都带了什么。 同样他还告诉我, 今天刚过凌晨五点, 刘柯就来过了, 说他要尽早出发, 问我们要不要同行一段路。 他回答给刘柯的是说 他现在还不晓得路线, 和具体要去哪儿。 刘柯就先行出发, 按照我所说的地方去了。 我点点头, 心头也满意不少。 破财免灾, 把刘柯用这种方式支走, 看似麻烦, 可实则最安全妥当。 我告诉八清, 具体需要什么东西, 他来定就可以, 他肯定比我专业。 至于要去的地方, 我则是拿出来了地图, 指了指我之前选出, 来的龙脉中心点。 八清低头看过, 眼皮就微跳了跳, 小声地说道, 罗先生, 您确定这地方, 风水最好。 我点点头, 问八清怎么了, 有问题吗? 八清犹豫了一下, 才说道, 问题倒也不大, 我去那边采过药, 倒是没出事, 只是那地方树高, 地势也高。 而在那地势之下, 又有一个深坑。 我们这前头旅游景点, 说是有一个万丈坑, 还让游客进去, 其实他们那坑, 远远没有万丈。 倒是罗先生, 您指着这地方, 真的是深不见底。 早些年有采药人 带过探险队进去, 有的没去太深地回来了, 有的走太里面, 再就没出现过, 八清认认真真地说道。 这会儿, 明显吕秀也有点怕了, 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没说话。 我拍了拍八清的肩膀, 说, 让他放心, 我们只是到地方了, 我看一看, 不会进什么深坑里头去, 风水之法, 是看山看水, 不看山下之洞。 八清这才松了口气的表情, 不过我心头, 却有了几分警觉。 龙脉之中有裂骨, 其实就已经是很特殊的迹象。 可裂骨之下, 竟然还有深不见底之坑洞, 这恐怕就是龙脊之柱, 十之七八, 龙脉的问题就是来自于这坑洞了。 风水术不能移山填海, 不过却能以龙补龙, 我所想的用水龙补山龙之法, 应该也能奏效。 不过这也只是思索而已, 等到了地方, 才能够推演其成功的可能性。 思绪至此, 我将其他的想法都压下。 这会儿, 我也吃饱了饭, 整个人更是精力充沛。 八卿这才问我, 要不要换上一件登山服, 方便携带东西。 我倒是没拒绝, 让八卿把衣服给我。 而八卿递给我的登山服, 竟然是深黄色。 我深吸了一口气, 同样心有所动, 回屋去换了衣服。 以前我不换下来糖装, 是因为糖装里头太多加层, 我装着各种各样的东西, 现如今, 商将给了我铜箱, 糖装就只是衣服的作用了。 穿了这深黄色的登山服, 我将糖装折叠起来, 收纳在了铜箱最底层的抽屉里。 这地方一直是空着的, 也是商将给我准备的临时用地, 可以存放一些偶然获得之物。 再从屋内出去, 八卿给了我折叠铲, 锄头, 还有一些绳索, 以及登山钩, 和一些细碎的小物件, 这些都能在山里头派上大用场。 他教我将这些东西, 装在登山服的各个位置, 又和我说了一些东西的作用。 零了, 他挂着两个登山包, 又抱起来一个, 说前面一段路, 我们让马驮着进山, 后面才不行。 说话之间, 他就领着我往民宿外走去。 这当口, 吕秀也跟在八卿身边, 他小声地叮嘱八卿, 注意安全一类的。 我们刚走到外头路边, 我就看见那里有两匹矮脚马, 八卿的儿子正拿着几根草聚位呢。 八卿去将登山包绑在马身上。 鬼使神差的, 我看了吕秀一眼, 脸色顿时微微一变。 吕秀的脸上竟然多了一颗痣, 那颗痣不偏不已, 刚好在尖门的位置。 我眉头微微一皱, 没有一直看吕秀, 又扭头看了八卿一眼。 八卿已经弄好了一阴误事, 拍了拍马背, 冲我笑了笑, 道,罗先生, 可以走了。 我也回应了一个笑容, 点头说行。 上马之后, 八卿则是加了加马腹, 矮脚马踢踏踏踏往前, 我骑着这一头则是随后跟上。 领了八卿, 还回头和吕秀挥了挥手, 让他在家里头好好看孩子。 我选择了沉默不言, 吕秀和八卿有什么问题, 不是我该管的事情。 他是向导, 收钱带路, 而我即将要做的事情, 才是重中之重。 穿过邻村的时候, 路上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游客, 他们都好奇地看着我和八卿。 不过好在, 我换了登山服, 不然的话, 一身堂装肯定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整个村子并不大, 起码待步也就十余分钟就出了村。 我们并没有走正常去景点的路, 而是七扰八拐地走了村外的山路。 东雾山脉, 山多林密, 夏凉冬冷, 土质也是常规的黄壤。 刚出村的小路上算坚硬, 地面生了不少车前草, 灯蒙花一类的草药。 当八卿带着我绕过一个山脚, 正是进了山之后, 地面便便地湿润起来。 马蹄踩过之后, 都会留下一个浅浅的凹坑。 这里的潮湿, 以至于空气中都弥漫着水汽, 同样还带着淡淡的草叶清香。 八卿告诉我, 如果我们一直沿着这个方向走山脚, 就会在一个小时之后进入裂谷。 我要去的那个地方, 理论上来说, 从裂谷底部是可以走过去的, 但水路比较危险, 可能会穿过溶洞、密林, 甚至还可能遇到蟒蛇, 所以我们得走山路, 等到了差不多的位置之后, 在下山进我们要去的那一段裂谷所在。 我点点头, 不过我和八卿提了一个要求, 就是我们要绕过刘柯去的地方, 不和刘柯碰面。 八卿愣了一下, 他挠了挠头道, 您安排他去的位置, 刚好在裂谷的对面, 我们在另一侧, 所以碰不到。 八卿的话, 让我放心了不少。 我们两人继续骑着矮角马赶路。 约我一个小时之后, 视野开拓了起来, 小山之后是一座巍峨巨大的高山, 在这高山之间裂开了一道裂系。 这便是裂谷的入口了。 由于我们走的是一条偏僻山路, 这里虽然能看见裂谷入口, 但是却过不去。 因为在裂谷外面有一条河, 刚好和这条小山路相隔开, 那河水直接进入了裂谷之内。 我还注意到, 这河水不止一道。 我们这小山路是从高山右侧进去, 在左侧的位置还有一条更大的河流, 沿着那山体的边缘流淌。 如果我判断的没错的话, 那条河是天茜江的支流, 也就相当于水龙脉延展出来的小干龙。 此时, 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旅游景点的设施, 还有导游带着游客进入裂谷。 八卿帮我讲解介绍了几句, 就继续带着我往前赶路。 我们从左侧进山之后就不再是屏幕, 而是陡峭的山路, 周围全是密林, 光线也不是太好。 并且, 视线完全看不到裂谷, 因为我们在左侧山腰, 整个裂谷都被山体阻挡。 这时候, 即便是地图都不好使, 因为你在山路之内, 也不晓得自己确切到了什么位置, 必须要经验丰富的采药人, 才能判断距离。 自山脚上山腰, 又走了起码得有两三个小时, 才从山腰下山。 而紧连着山体的第二座山, 要矮小很多, 我们在上山之后, 便走在这第二座山的那侧, 刚好能够看到裂谷的存在, 并且阳光也能直射进来, 艳阳刺目。 巨大的沟壑, 被两侧重叠连绵的山栏夹在其中, 最底部, 是奔腾的河水。 山谷底部的河床, 随着裂谷的走向蜿蜒曲折, 一段河流之后, 又会露出一些地面, 骑上升满了高树藤蔓。 自高处往下看, 若是摔下去, 怕是尸骨无存。 而本身底部湍急的河流之下, 不晓得有多少乱石, 这更是危险。 怪不得采药人不肯走水路, 山路可以看身手, 水路就只能看命硬不硬了。 这会儿, 阳光越来越刺目, 已然临近正午了。 八卿擦了擦额上的汗水, 吆喝了马一声, 才说道, 罗先生, 休息休息, 吃点东西, 咱们再赶路。 其实我倒是不觉得累, 但我们都用矮脚马带步, 山路陡峭, 再走下去, 马腿也吃不消。 我点头说好。 此刻我们正好走在山腰的位置, 八卿带着我, 绕进了一片树林子。 再走了十来分钟, 我们到了一块略微平坦的山地, 此处生长了一片竹林, 在竹林旁侧, 竟然看到一个简陋搭建起来的树屋。 八卿下了马, 他先匆匆钻进了树屋, 紧跟着再出来的时候, 他脸上带着笑容, 喊我也下来。 八卿和我解释说, 他们采药人会在山上各个合适的位置, 搭建这样临时的落脚点, 能有柴火、炉子、吊床, 用于歇脚, 或者躲避山间雨水。 我点点头, 一边听着, 一边跟着八卿进了屋里头。 屋子不大, 最多十来平米, 三个吊床在三侧, 中间放着火炉子, 堆砌着一些柴火。 除此之外, 倒是没有别的东西了, 当真只是个歇脚的小屋。 八卿顺手放下了登山包, 说让我先休息休息, 他出去打点水, 挖个笋回来, 我们弄点吃的, 等太阳没那么毒了, 再赶路。 曝露在阳光下的山林, 着实闷热, 我也没有提什么意义, 全凭八卿安排。 随意躺在一张掉新号新号, 得到放松的身体, 顿时让我也舒缓了不少。 仰头往上, 我脸色却微微一变。 这木屋虽然窄小, 但着实不矮, 整个屋子起码得有三四米高。 我头顶的上方, 竟然挂着一串黄褐色, 还毛茸茸的东西。 仔细一看, 那不都是一些猴子尸体吗? 我动了吊床, 那些挂着的尸体, 也在微微摆动着。 并且, 他们都是被盗吊挂着, 全部都紧闭着眼睛, 抿着嘴皮, 这倒是没吓到我, 只是这一幕太怪异。 八卿可没和我说过, 才要人有杀猴子的习惯。 我没有再躺在掉新号新号, 起身到了另一侧, 微眯着眼睛, 盯着那些猴狮。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准备八卿回来了, 就和他在上路, 立刻避开这里, 我不想招惹别的麻烦, 也不想碰到其余的采药人。 可偏偏就在这时, 书屋外头传来了一声金句的吼声。 这声音不正是八卿传来的吗? 我面色也变了, 立即拔腿往外跑去。 我速度极快, 跑出屋子的同时, 便直接从铜箱边上的凹槽 抽出了枯桑棒。 声音是从竹林传来, 我三两步就跑进了竹林子。 一眼我就看见了八卿的背影。 他此刻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看着另一个方向, 那边的竹林要更为密集一些。 我快步走过去之后, 入目的景象, 立时让我心头恶寒。 饶恕我见多了尸体, 都还是看得头皮发麻。 几根被折断的竹子上插着一具尸体。 这尸体是人的, 不过已经只是能看出来人形。 因为尸身血肉模糊, 疲惫八光了。 那竹子的作用, 好像就是用来固定的, 好让人无法动弹, 被活生生地剥皮。 地上全都是黑褐色的血,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怪异的味道, 既有竹子的清香, 又有难闻的血腥气, 被山风一吹, 闻着就令人作呕。 八卿惊疑不定地回过头来, 他的手里头还攥着折叠铲。 看见是我之后, 他脸色才稍微好了一些。 但他眼中依旧是惊惧不减, 面色格外苍白。 罗,罗先生, 你先回避一下, 八卿这话明显都说得有些哆嗦。 我很清楚, 八卿是不想让我看尸体, 当然这也正常, 我们也才认识不久, 他哪晓得我真的都做过什么。 我摇摇头, 一眼神示意八卿, 告诉他我没事, 接着便快步走到了他身旁。 距离近了, 我更能看得清楚一些。 其中两根竹子, 分别刚好扎穿了人的左右胸口, 竹身之上还有斑驳抓痕。 活包皮, 我眼皮狂跳不止。 明显, 这会儿八卿的神色已经透着几分愕然, 就好似才认识我一样。 不晓得是啥人做的, 太可怕了, 山里头没信号, 得出去报警。 八卿抿着嘴又说了一句。 我平住呼吸, 左右四扫了一眼, 又多看了一会儿地面的血迹, 有一处血迹, 明显是低落的, 朝着竹林深处而去。 我并没有接八卿的话, 而是顺着往前走去。 竹林越来越密集, 血呈现低落状态, 洒落得很开。 等到穿过竹林之后, 便是更密集的树林子, 几乎是没有路, 也没有被踩过的痕迹, 那些血迹也很少能看见了。 余光看了一眼, 八卿, 八卿的脸色煞白, 还透着几分铁青。 书屋里头挂着很多猴子的尸体。 我刚想找你说,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们要赶紧离开来着。 现在更是要走, 而且不到必要, 不停下来赶紧离开这地方的范围。 我微眯着眼睛, 快速地说道。 八卿觉得, 不晓得是什么人做的, 可在我看来, 这就不是人做的事。 死的这个人, 十有八九是采药人, 因为这地方也只有采药人知道, 根本不会有游客上来, 即便是偷偷打猎的, 也不可能将猎物挂在采药人的树屋里面。 不晓得他为什么杀山里头的猴子。 可现在明显, 他报应很惨。 猴子之中既然有白毛鬼, 就肯定不会那么轻易放过杀了他们族群的人。 只是他们也太狠。 我思绪很快, 八卿也额头冒汗地连连点头。 我们立即转身, 朝着树屋回去。 刚回到树屋前头, 天色呼儿就幽暗下来, 头顶乌云密布, 好似暴雨将至。 此刻, 原本幽凉的山风都变得闷热潮湿了起来。 两匹矮脚马, 似是闻到了竹林吹出来的血腥味, 也显得有些不安, 打着响鼻, 蹄子来回动着。 我和八卿进了树屋, 他抬头看了屋顶挂着的猴狮, 脸色更为铁青, 赶紧去拿起来登山包。 我们转身出来之后, 迅速上马, 八卿在前头引路, 我们开始继续赶路。 只不过, 我这会儿才反应过来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弄死那些猴子的采药人都被杀了, 大概率是白毛鬼做的, 他们为啥没有带走猴狮, 还是挂在树屋里头。 此时, 空中乌云滚滚, 一阵阵的闷雷声传来。 我的心头也是阴云密布。 这一行, 恐怕没那么轻松, 刘克的横生之节被迅速斩断, 却没想到山里头又有这变故。 恐怕这也是命数。 这龙脉之威是气数将近, 我们来此, 是要阻止或是缓解这一切的发生, 同样也会横生其余变化来阻止我们。 我抬头看天, 眼。 钟透着决然, 不管是什么变化, 肯定都阻拦不了我。 巴达的轻微声响, 一滴雨水却刚好落在了我的头顶。 乌云刚起, 这雨水变来了。 最开始, 雨下的岛不是很大, 不过巴青却显得很黄极, 他急匆匆地告诉我, 我们必须得尽快找个地方避雨, 雨水大起来肯定不能再赶路, 山路基本上都靠着裂骨, 但凡马腿一打滑, 摔下去绝对没有生还的希望。 我点点头, 不再多说别的。 只不过, 这之后再赶路, 我就总有种被人跟着的感觉, 这是本能的第六感。 可当我回过头去, 却发现什么都看不见。 山林整体给人的氛围变得空气了不少, 雨水啪哒啪哒地落在树木的枝叶上, 耳边一直是嘈杂的声响。 我本以为会下一场暴雨, 结果没想到, 我们走出去约莫多半个小时之后, 乌云竟然散了一些, 一直就是稀稀利利的小雨。 只是, 这并不是傻好兆头, 暴雨肯定会来, 就是不晓得会在晚上, 还是突如其来。 差不多再过了一小时, 我们到了两座山的山坳之间, 这里又有稍微平坦的地方, 能够休息。 没有再继续赶路, 我们原地停了下来, 八卿从登山包里拿出干粮, 除了面饼子, 还有煮好了的香肠和腊肉。 赶路太久, 这会儿我也是饿了, 两人快速地吃了食物果腹。 差不多休息到下午四点钟左右, 我们又继续上路。 这期间, 我也问了八卿, 要赶到我说的那个地方, 得多久? 八卿回答我, 如果正常情况下的话, 得三天时间, 头两天能靠着矮脚马, 最后一天得不行, 因为那一段有几道山间的劣戏, 矮脚马是过不去的, 要走踩要人弄出来的所道。 我心头微微沉了几分, 当然, 我也没表示什么不满, 只是更为小心警惕。 在赶路期间, 八卿也嘀咕了几句说不正常, 平时进山道这一段路, 山里头的猴子很多, 甚至会有的来讨要东西, 今天到现在都还没看见。 五点半的时候, 天入了暮色。 约某六点钟的时候, 竟然都快天黑了, 八卿的速度变得急促不少, 一直看着左侧。 山路左侧是林子, 时而又有一段峭壁, 右侧依旧是裂谷。 我大概晓得, 他应该是在找能歇脚的地方。 六点半的时候, 已经只剩下一点点天光了, 八卿的脸色总算好了不少。 我们这一段山路, 林子明显少了许多, 一段峭壁之后, 是一片略微空旷的凹陷山体, 这凹陷就像是有人用斧子, 在山腰上横劈出来的一样。 八卿领落, 我们钻了进去, 外头的风都小了很多。 他翻身下马, 牵着矮脚马往里走。 我也跟着往里, 这地方越往里越窄, 呈现一个曲形的山洞, 差不多五六米之后, 高度就只剩下不到两米了。 地上有一些乱石, 还有篝火的痕迹。 八卿脸上总算有了笑容, 告诉我, 这也是采药人的落脚点之一, 还好我们赶到这里, 今晚能好好休息了。 他将两匹马都绑在了石块上头。 接着, 一屁股坐在地上, 摸出来手机看了看, 又拿出干粮地给我。 我摇摇头, 表示没饿, 也坐着休息了一会儿, 就又起身往外, 回到了峭壁边缘。 这会儿风大了很多, 因为天黑, 光线暗, 几乎看不见裂骨, 只是往前便是空洞, 给人一种随时会被吞噬掉的恐惧感。 轰隆的惊为作响, 逗大的雨滴, 啪哒啪哒地落了下来。 我稍微后退几步, 到了凹陷的山体里头, 雨水就落不到我身上了。 只是这会儿, 我又升起一股被盯着的感觉。 我微眯着眼睛, 扭头看向后方。 暗沉的天色, 如断线珠连一般的大雨, 更是让我看不清后头有什么。 我站了一会儿之后, 就听见噼啪的声响, 身后还有悠悠的橘黄色光亮。 回头看了一眼, 是八青点了篝火, 他的影子在岩石之上晃动着。 我长吁了一口气, 又回到了山洞里头, 坐在篝火旁边, 烤着潮湿的衣服。 这会儿八青, 在发呆, 手头拿着一个怀表看着。 我瞥了一眼, 那怀表里头是一张照片, 他老婆吕秀抱着个小男孩, 两人都笑得很灿烂。 八青看着看着, 也露出几分傻笑。 我拿出来了地图, 低头看着地图, 问清了八青我们所处的位置。 八青给我指明了之后, 我看过, 心头便有几分欲结和不适。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一处山腰位置, 整体的山形又是只龙山, 这地方之上, 暗合一种血眼, 是适合落关之地。 更巧合的是, 八青还指了指我们头顶上方的山壁, 告诉我, 我们上头的峭壁上有棺材。 早些时候, 东吾山脉裂谷周围有很多村落, 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不少的采药人。 因为大家世世代代都是靠着山中采药为生, 所以人死了之后, 就会葬在山中, 选择合适的峭壁, 凿入木梁, 玄关而落葬。 说到这里的时候, 八青脸色虔诚了不少, 说一代代的老辈都在保佑着小辈在山中平安。 只是我心头的不是, 却更多了。 本来这里只是暗合一种葬法, 可八青这样一说之后, 我们所在的头顶, 那就是坟盈。 坟盈又是阴宅, 待在阴宅之下对活人很不利。 尤其是这里的风水, 暗合堪于岛杖之法的结杖。 结杖之法, 因其来卖自上直屑而下, 上级不住, 下又灵压于稍弱处, 即气血同降之所, 对中拦截, 取正放官, 如其马然, 节得气主, 便主富贵双全。 将一座山看作世人的话, 那山中之处, 也是气血同藏之所, 山体凹陷像是被展开, 便是薄弱点, 在这薄弱点之上的棺, 可以齐聚生气, 压住整座山, 就像是以一山之力, 养山上玄关。 我们待在这里, 反倒是成了上头棺材的养分。 罗先生, 你怎么了? 有啥事吗? 八卿小心翼翼地喊了我一声。 我回过神来, 吐了口啄气, 摇头道, 没什么大事, 我们休息一晚, 明天尽早出发。 要是有的雪, 我肯定不在这里休养。 可关键是没的雪, 不但天黑, 又在下雨, 我们压根走不掉。 八卿赶紧点点头, 说, 成, 山里头很少连续下雨的, 明儿应该就会晴天, 咱们多赶路, 后天肯定能到地方。 我恩了一声, 表示没有其他意见。 这会儿, 八卿又给我拿了干粮河水, 简单填饱肚子之后, 就感到疲惫袭来。 不过我撑着没有立刻睡, 而是和八卿说了, 我们不能一起都睡了, 得有一个人守夜, 一人睡两小时。 八卿当即就说, 让我先睡一会儿, 他还能行, 说话之间, 他就从登山包里头取出来了睡袋。 我也没多做客气, 用手机调试了闹钟之后, 便钻进睡袋, 用登山包当做枕头, 很快就睡了过去。 只不过入睡太快, 令我略微觉得有些不正常。 这一觉我睡得很沉, 很死。 可很怪异的是, 睡得死的似乎是身体, 意识有种半梦半醒, 挣扎着想醒来的错觉, 却怎么都清醒不了。 我觉得不对劲, 就很想挣扎着醒来。 在这挣扎之间, 我还感觉有手在我身上摸索似的, 甚至肩膀的位置还被拉拽了好几下。 这种感觉很清晰, 可眼皮却沉得厉害, 身体也很重。 冷不丁地, 嗡嗡地震动自腰间传来, 同时还有铃声响起。 我一个机灵, 挣扎之余, 总算撑着睁开了眼睛。 可如目的东西, 却让我脑袋嗡的一下, 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在我跟前, 有一个皱巴巴的人, 双眼有种空洞感, 眼珠子就像是凹陷在里头似的, 他正直勾勾地看着我。 他皮肤辣黄, 还有种缩水了的感觉, 并且他的一双手正在我身上摸索着。 我身上都是鸡皮疙瘩, 看清楚之后才发现, 这哪是什么人, 分明是某个东西, 顶着一张包下来的人皮? 那双眼珠子贼金贼金, 还透着一股子不属于人的胸利。 这会儿他明显也发现我醒了, 本来在我身上摸索的手忽然就抬了起来, 一双手指头狠狠地就来戳我的眼珠子。 他的手指头皱巴巴的, 也是套在泛黄的皮里, 指甲从皮里头穿透出来。 又厚又硬的指甲, 顶端尖锐锋利, 火光映射之下, 其中还有干涸的血迹。 他的速度快得离奇, 动作更是果断很了。 我猛地曲起腿来, 膝盖狠狠地朝着前方一顶, 同时我的右臂猛然往前一挥。 膝盖先是撞到了一个软处, 紧跟着就是刺耳的咔嚓声, 铜箱直接在我挥手之间挡在了我的面门前, 他的手指没戳到我的眼珠子, 反倒是直接戳在了铜箱上。 我猛地抬起另一条腿, 狠狠一踹, 这一脚我就踹得又准又狠, 砰的一声闷哼, 他直接被我踹得滚出去好几米。 我迅速地翻身站起, 同时, 在微弱的火光之下, 我看到他只有一米多高, 当真是套在一张人皮下头。 这时, 他也止住了翻滚的动作, 飞速起身, 四肢着地, 身形更像是一个趴在地上的孩童。 他空洞的眼皮下头, 是一双滴溜溜圆的黑眼珠子, 贼精贼精地泛着光, 透着一股子凶恶狠力。 尖锐混乱的滋滋, 声骤然在他的身后, 响起。 我余光往后方瞟了一眼, 这会儿光线实在是太暗, 火光根本到不了那么远的位置。 只能模糊地看见, 那边有一大片的阴影在窜动。 滋滋声便是来源于此。 我也彻底清醒了过来, 耳边除了滋滋声, 还有滚滚而来的闷雷声, 以及哗啦哗啦的雨水声, 混杂交织在一起。 忽然, 一道刺目的白光闪过, 惊雷随即在耳边炸响。 闪电带来的短暂光亮, 让我刹那间看清楚了那一片阴影。 乌洋洋堵在沿洞出口边缘的, 是数量多到惊人的山猴, 这些猴子身上都被淋得湿透, 毛发莫不是杂乱炸起, 咧嘴地冲着我所在的方向滋滋。 尖叫! 那眼神, 就像是想要叫我活泼了一样。 甚至还有几个已经往里窜了窜, 他们分明是在等待命令, 随时会直接冲进来。 那套着人皮的山猴, 恐怕就是白毛鬼。 我飞速地从铜箱两侧, 抽出了枯桑棒和炸鬼刀。 余光能看到旁侧的巴青, 本来应该他首页, 这会儿他却没醒, 还是斜着倒在地上。 这雷声和嘈杂, 他都没醒过来, 肯定不是因为睡着。 虽然和巴青接触的时间不长, 但我还是了解了巴青一些, 他是个忠厚老实, 说话做事都很靠谱的人, 不可能是他不负责任, 贸然睡着了。 这, 必定是出了事儿。 我瞪大了双眼, 警惕地四下扫尸。 这么多山猴, 我还真没把握能对付得了, 尤其是那个白毛鬼, 他可不是好对付的主。 闪电的光运迅速消散。 那套着人皮的山猴, 四肢绷直, 整个身体。 都拱了起来, 冲上来进宫的架势。 这时, 岩洞口的那些阴影, 也开始向我身前逼近。 我额头上溺出了汗水, 又瞥了一眼巴青, 确定他, 还是昏迷不醒, 就准备开口喊阳青山。 可偏偏就在这时, 砰的一声闷响传来,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 从山体上滚落了下来, 引得上方的岩壁, 都在微微颤抖。 接着就是惨叫声, 从岩洞口传来。 惨叫之中, 夹杂着痛苦淒厉的滋滋声。 那披着人皮的山猴, 就像是受了惊, 呼的一下子朝着后方窜去。 微弱的火光中, 我看到, 它是因为后方的那些猴子阴影散了, 才仓皇离开。 我并没有追上去, 而是警惕地, 看着岩洞口的方向, 一直看了许久。 地上的篝火堆灭了, 旁边还堆着一些柴火, 我将那些柴火堆进去, 很快火光就变得大了起来, 借着火光, 也稍微能够看清楚一些。 外面了。 让我眼皮微跳的是, 岩洞口那里, 竟然处着一节很粗的树。 不, 那并不是树, 它看起来像是树干, 可实际上, 是一口带着树皮的棺材。 这棺材不小, 刚好斜着坠落下来, 也因为它够大, 所以就那么处在了地上, 即便是没有什么依靠的东西, 也稳稳当当地, 立着没有倒下。 除此之外, 火光之下还能看见, 那棺材, 下头压着有东西, 像是胳膊和腿脚。 很快, 我便走到了岩洞边缘, 隔得近了, 可以清晰地看到那口树棺。 它的年份已然是不短, 外头的树皮已经发黑, 甚至有裂开的迹象。 树皮又老又硬, 透着一股子死寂的气息。 血腥的味道扑边来。 压在树棺下头的胳膊腿, 都是毛茸茸的, 赫然是山猴的肢体, 我看见至少五六条胳膊腿, 少说压死了三只。 血迹在石缝里弥漫, 混合了雨水, 又被冲刷了出去。 雨水更大了, 闷雷滚滚, 再次有闪电划过, 不过这闪电 已经没有刚才那么惨白刺目。 我左右看了看严洞外围, 山猴群已经不见了踪影。 再稍微抬头往上看了看, 我没有站出去, 看不清楚外头山体之上是什么。 可我很清楚, 这树棺是山壁上的玄关, 若不是它忽然掉下来, 经了猴群, 我肯定得叫杨青山出来一起帮忙, 不然双拳难敌四手, 山猴又不怕道士的福, 我对付不了那么多。 但好端端的玄关会突然掉下来, 这本身也很怪异。 正当我出神思索的时候, 呼儿, 咔嚓一声轻响, 那树棺的棺盖竟莫名其妙地从边缘裂开了。 我清晰看见, 原本棺盖边缘是有风棺的木钉, 此刻都直接蹦了出来, 整个棺盖轰了一声落地。 我侧身迅速避开了一些距离, 棺盖没有砸到我身上。 棺材开了之后, 里头露出一具尸体。 这尸体身上穿着陈旧的布衣, 不知道死了多久, 整个尸身都成了一具干尸。 下一刻, 更怪异的一幕发生了, 这干尸微微往外倾斜, 紧跟着便摔了出来。 诡异的是, 它并不是常规地扑面倒下, 而是直挺挺地跪在了棺材外头, 尸体微微倾斜。 我眉头皱起, 盯着尸体看了好一会儿, 可它并没有其他变化了。 一眼看下去, 它既没有闹碎化煞, 也没有破尸, 就是一具普普通通的尸体。 巧合? 我沉默, 然后微微摇了摇头。 山风吹拂, 雨水不停地建设进来, 我感觉到一丝幽冷的气息。 原本秉着死者为大的观念, 我想将尸体放回棺材里, 再将棺材放平。 毕竟这个样子, 棺材很可能会随时滑到裂谷之中。 可现在雨水着势太大, 我只能暂且放弃, 但我还是将跪着的尸体摆平了, 平放在地上, 然后才回到。 篝火旁边, 我稍微检查了一下巴青, 发现他这会儿虽然还没醒, 但是呼吸均匀, 应该是什么特殊原因, 让他睡得这么死。 斜靠在内侧的岩壁上, 我盯着外头看了一会儿。 我怕山猴和白毛鬼再来, 也就不敢睡。 我看了看铜箱, 心头更是一惊, 铜箱一侧, 竟然都出现了一丝不浅的抓痕, 刚才我要是挡得不及时, 恐怕他那一爪子, 会把我脑袋里戳穿。 我又坐了一会儿, 困意令我意识有些昏沉。 我这才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杨青山宽厚的背影出现在了岩洞边缘, 他并没有回头看我, 只是背对着我, 副手而立。 我顿时松了一口大气, 心中很清楚, 杨青山这是在帮我守夜。 不再强忍着意识的困顿, 我闭上眼, 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这一觉我睡得很死, 不只是因为赶路疲惫, 同样还因为有杨青山守夜, 心彻底放了下去。 最后, 我是贝。 摇晃着醒过来的, 耳边是一道惊慌的声音, 那声音喊得正是我的名字。 我睁眼一看, 巴青正双手抓着我的肩膀, 急得头上汗水直冒, 眼睛里都是恍然金句。 罗先生, 出事了, 巴青声音都是哆嗦的。 他看我醒了, 眼中闪过一丝喜色, 但金句却并没有减少。 紧跟着巴青, 就急促地和我说了, 他昨晚上本来好端端地在守夜, 莫名其妙被什么重物砸了一下后搏梗, 直接就昏了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 外头除了一口掉下来的玄关, 还有一具尸体跪着, 玄关下头竟然还压着几具猴尸。 巴青的语速极快, 声音中透着焦急。 我稍微晃了晃头, 这会儿才算是彻底清醒不来。 看巴青这么黄疾, 我摇摇头, 长吁了一口气, 让他别慌, 已经没事了。 巴青的脸依旧煞白, 神色中透着浓郁的不安, 说道, 罗先生, 郎哥会没事用, 祖宗的棺材板板。 都掉下来了, 还砸死了猴子, 我们这一趟, 怕是要倒霉了。 再接着, 巴青又说了一大堆话。 一来他的意思是, 棺材掉下来很不吉利, 二来, 我们跟前死了猴子, 肯定会被猴群盯上, 搞不好会引来白毛鬼, 偷偷跟着我们, 那时候, 危险就大了。 毕竟昨晚巴青是昏睡着的, 不晓得发生了什么。 我也没有隐瞒, 将昨夜发生的事情说了, 当然, 我没有提及杨青山。 只是讲了白毛鬼披着人皮来翻我东西, 我醒了, 他带着猴群要进来伤我们, 这棺材刚好落下来, 惊退猴群, 算是救了我们一命。 并且我还告诉巴青, 这些猴群早就跟上了我们。 那个树屋里头的猴狮他们没动, 就是, 再引其他采药人来, 应该是报复所有采药人。 巴青本就已经苍白的脸色, 顿时铁青了起来。 他眼中恐惧之外, 又多了一丝茫然。 祖宗的棺材板板, 救了我们命。 可以这么理解吧? 我点点头? 其实这会儿, 我内心也在疑惑自问, 会是那些死了的采药人 在冥冥之中保护巴青吗? 这会儿, 巴青从我跟前起身, 他脚步裂浅, 亮腔地往檐洞外头走。 我也起身跟了出去。 巴青到了尸体跟前之后, 就跪在尸体前头, 连着磕了好几下头。 我这时才多想到 关于风水的一些事情。 这地方是结杖之葬法。 我们待在这里, 就形弱给上方玄关的养分。 巴青这命格, 肯定只能被亡人压着命数, 可与我来说, 他就不是那样了。 恐怕棺材落下来, 还有一个原因, 是承受不住我这命数。 思绪之间, 巴青已然磕完了头, 他起身去将棺材放平, 又把尸体搬回了棺材里头。 最后, 他将棺材往里拖了拖, 避免被阳光直接晒着。 接着, 巴青才小声地说, 回头他得找上一群采药人, 重新将玄关挂回去, 不能让祖宗离了目。 紧跟着, 他又不安地问我, 我们要不要打刀回府。 巴青也语速飞速地和我讲了, 我们还要继续往下走的坏处。 既然我们已经被猴群盯上了, 他们肯定还会来捣乱, 我们昨天晚上能活下来, 已经是祖宗显灵保佑了, 从来还没人能遇到白毛鬼之后生还的。 而且, 白毛鬼一次没得手, 肯定下一次更凶。 我们回去的路上, 都未必能够安然无恙。 我摇了摇头, 告诉巴青我们不回去。 巴青脸色明显僵硬了不少, 欲言又止。 我眉头微皱, 巴青这表现和反应, 的确可能又出一些问题。 只不过, 我不能和巴青说得太清楚。 说多了他听不懂, 反倒是容易出别的意外。 并且, 我也的确不能就此放弃, 打道回府。 私存之间, 我权衡了利弊才告诉巴青, 白毛鬼那么凶利和狡诈, 搞不好会在回去的路上, 整出什么妖蛾子, 指不定就是在埋伏我们。 现在已经遇到了, 躲也躲不掉, 还不如试试看, 能不能把这白毛鬼除了, 否则的话, 凭借着东西牙字必报的性格, 就算是安稳回了村里头, 搞不好他, 也会进村来报复。 他有老婆孩子在村里头, 指不定还会连累了别的村民。 我说话之间, 巴青身体明显哆嗦了一下, 他眼中一慌, 更为不安惶恐起来。 其实这么吓巴青, 我还是多少有些余心不忍。 但我也不是完全在吓他的, 的确有那个可能。 可罗先生, 我们怎么出巴青声音有些颤抖的问道。 我瞥了一眼棺材, 语气也正中了不少, 说道, 昨晚上那么惊险, 你昏迷, 我一个人都没出事, 不能说运气, 应该是全凭了有采药人的祖宗保佑。 我觉得, 那些伤猴子肯定想找机会伤人, 但也没什么可怕的, 就是那白毛鬼, 也不过是一只老成精的猴子而已, 只要我们全程小心警惕, 一刀能剁了他脑袋就行。 这白毛鬼胆小得很, 不敢正面伤人, 否则的话, 也不会每每趁着采药人攀附悬崖的时候, 忽然来害人, 我们也不会采药, 本身他就没啥机会。 说话间, 我伸手拍了拍巴青胸口的位置, 又瞥了他腰间的折叠铲一眼, 说道, 人狠起来, 比鬼都凶, 白毛鬼要是不怕采药人, 就不信号信号, 侧侧地在暗处跟。 纵, 我使刀还算是不错, 而且我同伴应该跟上来了, 他伸手很厉害, 我沿途给他留了记号。 停顿了一下, 我直接抽出铜箱上别着的炸鬼刀, 手掌握紧刀柄, 小臂猛地朝着岩洞内侧一挥。 当头一磅的力道, 用在炸鬼刀上, 整个炸鬼刀就像是飞刀一样, 飞射而出。 啪的声响, 同时伴随着难听的咔嚓声, 炸鬼刀稳稳地嵌入了岩壁之内。 巴青看得明显傻眼了。 我再看了一眼那棺材, 说道, 为了以防万一, 你把这尸体背着吧, 按照我们先生的说法, 棺材离了木, 就不能回原来的地儿了, 他昨天也保佑了一下我们, 等我们到了地方, 我给他选一个风水更好的位置落藏。 这会儿, 巴青的神色振奋了不少, 他的眼中忽而闪过一丝狠力和决然。 接着, 巴青才抿着嘴, 小声地说道, 不瞒您说罗先生, 我爹也是采药人, 好多年前, 他进山了就没出来, 我晓得, 肯定是白毛鬼把他害死了, 可我就是不敢, 只能躲着。 咱们往回走可能被整死, 还真不如往前, 等他再出来就和他拼了, 材药人是不怕普通的山猴的, 那些玩意儿, 来一个, 剁掉一个, 不敢动, 他们也是怕白毛鬼。 可有祖宗保佑, 指不定这一查, 就是让我巴青为民除害。 话音到最后, 巴青双目圆征, 他的神色都变得凶利了不少。 而就在这时, 我们头顶的岩壁明显又颤动了一下。 我心头微惊, 又有棺材要掉下来了。 一口棺材, 我可以忽悠巴青, 说是祖宗保佑, 这再来一口, 就不好解释了。 巴青的神色也是一荒, 不安地抬头往上看, 做事要往外走一些。 我立即抬手, 按住了巴青的肩膀。 这可不能让巴青走出去, 万一刚好落下来棺材, 那就要了巴青的命。 我同时, 也抬头往上看去, 好在头顶岩壁, 只是颤动了那么一下之后, 就不再有别的动静, 也没有东西滚落下来的碰撞声。 咋, 咋个回事, 巴青看向我, 眼中满是抑制不住的惊恐之色。 我微眯着眼睛, 等了两三分钟, 才微微松口气。 我思绪很活泛, 立马就想到了一个由头, 告诉巴青, 这是他刚才说的那番话, 让他们祖宗高兴, 才会有这样的反应。 巴青的脸上顿时兴奋了起来, 他丝毫没有怀疑我说的话, 立马说道, 那罗先生, 你等等我。 雨霸, 他就又去打开了棺材, 要将里头的尸体背出来。 我依旧很警惕, 时刻注意着山壁的动静。 让巴青背着尸体, 除去了要打消巴青的疑虑, 也是因为死者为大。 等我们走了, 那些山猴肯定还得回来, 棺材压死了同伴, 他们白天胆子大些, 肯定会找回来, 到时候把棺材开了, 里头的尸体, 指不定会被怎么对待。 毕竟这尸体, 阴差阳错地救了我和巴青, 不能让他被猴子分了尸。 很快, 巴青就将尸体从棺材里头搬了出来, 诡异的是, 那尸体的一双腿竟然又拳了起来, 像是下跪的姿势。 巴青费了好大劲, 才将其放入睡袋。 之中, 再用绳索把睡袋口绑紧, 然后把整个睡袋都绑在了一匹矮脚马的背上。 他将登山包都挂在了另一匹马身上后, 解开马匹的绳索, 示意我可以走了。 在这个位置, 就不能骑马了, 边缘危险太大, 只能是拉着马匹往前走。 等离开这一段陡峭的岩壁之后, 前方又是正常的山路, 右侧是斜着的山体丛林, 再往下才是裂谷河流。 我们上马前行, 一边走, 巴青还在一边小声说, 昨晚上那些猴子和白毛鬼, 光顾着想要从我们身上弄东西, 再要我们的命, 没顾上把我们的马弄走。 这也是我们运气好, 祖宗保佑, 不然的话, 今天就得甩十一路, 这之后的山路虽然好走一些, 但是距离一点都不含糊。 这一路上, 巴青基本上一直在说话, 我又晓得了一些关于白毛鬼的事情, 基本上都是这些年龄村, 以及周围村落失踪的采药人, 被白毛鬼害死的传闻。 临近到中午的时候, 我们又到了一个可以中转休息的点。 这地方是两山之间一个狭窄的山沟, 这山沟里的树木不多, 基本都是平坦的草皮地。 在山脚边上, 有一个采药人搭建的树屋, 巴青绑好了矮脚马之后, 将东西卸下来, 让马匹吃草休息, 然后自己先进树屋检查了一番之后才出来告诉我, 在我们之前, 还有人在这里休息过。 我也不觉得疑惑, 临村之中采药人那么多, 周围还有其余村落, 落大一个东吾山脉。 也不可能只有我和巴青两人进山。 巴青让我进树屋, 先在调星号星号歇息歇息, 他弄点柴火, 烧点热汤饭来吃。 我按巴青说的进了树屋, 先是躺了一会儿, 稍微缓过来点劲之后, 又出了树屋。 走到山沟草皮地的最右侧, 这里再往前, 就是一道垂直往下的断崖了, 这断崖并不高, 十几米下就是裂谷的底部。 我们出来两天的时间, 这是最接近裂谷的位置。 河流碰撞在山沿之上, 发出哗啦的声响, 上升的水气也让空气变得更潮湿, 山坳之间有风, 尽管阳光很大, 这山风吹得反倒是优良。 下意识扫了一眼群山布局, 我心中不由升起一些感触, 东吾山脉不愧是大龙脉, 基本上我没看见什么风水差的地方, 这位置也是一个学研宝地。 站了一会儿, 我正准备往回去的时候, 忽然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视线的右侧有一堆略微高一些的草皮, 高过正常地面得有半尺多, 显得很杂乱, 上面还有不少脚印。 我下意识地往前走去, 到了这地方之后, 我瞳孔更是一缩。 这草皮是临时铺上去的, 能看得出来这地方被挖掘过。 仰头, 我看了两侧的山体, 这山分别是南北两面, 而旁侧是裂谷的河流, 并且这一段的流域是呈现一个外突的曲线形。 此地暗合一种以水为主的风水局势, 宅经之中有记载, 山有远秀, 有山又有水, 力学多为吉。 学前流水环抱, 两端群山做屏障, 生气流淌, 死气不入, 龙气稳固, 此地必有坟, 其后必为高官。 脑中快速分析了一遍风水之后, 我从腰间抽出折叠铲, 在那堆草皮上挖掘了两下。 草皮之下, 是胡乱堆砌起来的蓬松泥土, 以及一些树枝木棍。 我轻而易举地就将其挖开, 暴露在我眼中的, 竟然是一个约莫一人大小的洞。 幽深的洞口往下, 不知道伸几许, 可我心头已然沉了几分。 这里有坟布甲, 之前八卿说来过人也是真。 可来人, 必定不是采药人。 这洞的存在, 让我断定, 就在昨晚, 或者是今天早上, 还有一伙人在我们前头。 这群人之中, 必定有风水术不错的先生, 而他们的目的, 竟然是偷到这东吾山中的坟营。 有句话叫做, 贼不走空, 再加上这洞口被小心翼翼地掩盖过, 我不消进去, 就晓得里头那座坟, 必定已经贼过坟空。 罗先生, 你在挖什么? 这个地方, 不能乱挖呀。 远处传来八卿的喊话声。 我扭头一看, 另一边的书屋门口, 八卿正在冲着我一边挥手, 一边匆匆地朝走了过来。 八卿三步并坐两步, 转瞬就到了我身边。 他的脸色刷的一下, 就变了, 轻易不定地看着我跟前那个洞。 但凡是明眼人一看, 就晓得这洞肯定不是三两下能挖出来的。 八卿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铁青了起来。 他怒不可恶地咒骂道, 狗日的。 挨千刀的杂种, 又来绝坟了。 我心头一灵, 问八卿, 他知道一些什么? 八卿告诉我, 其实有很多风水先生都讲过, 东吴山脉的风水不是一般的好, 只是这几年旅游发达了, 来的先生才少了。 以前不只是我一个先生, 想进山查探风水, 在早些时候, 邻村和周围村子都出过很多大富大贵的山谷和权贵, 他们的祖坟都在东吴山脉里头。 有的身份地位一般的就在山边上建坟营, 那些全是厉害的, 家业大的, 会专门请了先生来看风水, 在山里头凿坟, 弄成了陵木。 说着, 八卿又摇了摇头, 说采药人虽然比不上那些有身价的贵人可以挖坟厚葬, 但在这山里玄关而葬, 也是想要庇佑后代。 这些年, 很多不三不四的人入山, 偷偷干掘坟盗墓的勾当, 甚至还有人偷尸体, 这事儿已经引起他们当地人的集体愤慨, 只是碍于一直没抓到人, 要是抓到的话, 不知道会被打成什么样子。 八卿这一段话, 透露出来的信息更多了, 我心头更是沉了下来。 在这种风水地挖坟, 是会挖出来问题的。 葬者之城生气也, 尸身入血眼久了之后, 就会和血眼同化, 成为血眼的一部分。 就如同当时我们在九区悬河之中, 打捞狗家先祖挨公的尸体, 险些崩塌了其后方的山脉, 以及在批发鬼动了秋处道的尸身, 让批发鬼都变成了大坟。 这地方的普通小尸, 不会葬那么关键的位置, 可也会。 有所影响, 尤其是我要找大龙脉的血眼, 万一这群挖坟绝目之人, 将心思动到那个地方, 在挖错了什么东西, 那就是闯下弥天大祸。 思绪至此, 我马上告诉八卿, 我们赶紧吃东西, 吃完了之后, 就立刻上路。 八卿神色透着不解和疑惑, 皱眉问我要做什么, 不会是想去追前头绝坟的人吧? 我点了点头, 说没错。 八卿当即就说不行, 他告诉我, 他虽然也很愤怒, 但是他更清楚, 那群人必定是亡命徒, 我们就两个人, 遇上了搞不好会被灭口。 停顿了一下, 八卿接着说, 我们不但不能追, 还得小心翼翼地避开他们。 亡命徒, 我低难了一遍, 然后告诉八卿, 对付非常人, 可以用非常手段。 一来是我们已经在山里头了, 就算是小心翼翼, 也未必能躲过他们, 可若是我们占据主动的话, 就能想到合适的办法, 我们人少归人少, 可这山里头, 还有一大群山猴, 以及想杀人报复的白毛鬼。 我话音落下的瞬间, 八卿的眼皮猛跳了几下, 喃喃道, 罗先生, 你的意思是, 借刀杀人。 我点点头, 又摇摇头, 然后告诉八卿, 这只是手段之一。 若是我们能发现他们的踪迹, 再结合他们的位置, 就能想出更多的法子, 来对付他们。 毕竟, 八卿是这东吾山脉的土著采药人, 凭他对这里地形的了解, 和我的风水术, 怎么说, 都不至于在这群亡命徒面前, 完全落了下风。 我这一番话说完, 八卿看我的神色, 又有了几分变化, 他忽然小声说了句, 罗先生, 您真的只是一个风水先生吗? 我听村里头的老人讲过, 他们曾经带过风水先生进山, 那些先生都没什么伸手, 对白毛鬼更是避之不及。 他们总是小心翼翼的, 从来不敢涉险, 更别提凑上去解决什么麻烦了。 还有昨儿, 您既然不怕, 看见被包皮的尸体, 您不怕, 白毛鬼来了, 您也不怕。 八卿这话语之中, 虽然满是疑惑, 但显然他对我还是很信任和佩服的。 这会儿在山里头, 也没有别人, 再加上对八卿的了解多了, 我也就没再隐瞒什么, 直接告诉八卿, 我的确不是普通的风水先生, 而是阴阳先生。 八卿眼中疑惑更多, 他不解地问道, 阴阳先生。 我微微笑了笑, 平和地解释道, 风水先生只是看风。 水, 阴阳先生除了会风水先生的东西, 还会算命看向, 震尸斩鬼。 所以, 昨天那些东西与我来说, 算不得有多恐怖。 算命, 震尸斩鬼。 八卿吞咽了一口唾沫, 先吃点东西, 咱们好赶紧上路。 我点点头说道, 同时看了看树屋的方向, 示意他, 有什么事情等下再说。 八卿也不再多言, 跟着我一起动手, 两人小心翼翼地将那栋给掩盖起来, 之后我们才往回走。 靠近树屋, 我便闻到了一股诱人的咸香味道。 篝火架子上挂着一个铁皮锅, 里头烧着一锅浓稠的汤汁, 正在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昨天吃得随意, 今早上急着赶路, 也没顾上吃什么东西, 这会儿我也是鸡肠鹿鹿。 八卿给我盛了一碗汤, 又从登山包里头取出来了锅盔。 热气腾腾的汤之下, 还有炖得软烂的辣排骨, 更是让人食指大动。 我一连吃下去两三碗, 对付了两个锅盔, 八卿吃得不比我少, 铁皮锅都溅了底, 篝火里头扔了一堆骨头, 烤出来一股胡香味。 八卿擦了擦油乎乎的嘴, 小声地问我, 在他身上擦了擦, 伸到我面前满眼的期待和好奇。 我摇摇头, 告诉他首相在算命之中 只能够做一个附带参考, 主要还是要看面相和生辰八字, 而且还要参考周遭环境, 身边亲友等很多因素。 八卿愣了愣, 他明显听不太明白, 不过还是点点头。 接着,八卿又问了句, 是不是让先生算命都挺贵的, 能不能他也给我算命的钱, 出去之后帮他老婆孩子算算? 八卿这话, 令我身体微微一僵。 当时我就想到了 吕秀眼角那颗尖门痣, 这两天跟八卿接触得多了, 我越发觉得他忠厚淳朴, 心里就更不是滋味。 命越算越薄, 孩子最好不要算, 至于你老婆, 等出去之后, 我会给你指点两句。 我和八卿说道, 八卿的脸上顿时堆起笑容, 他连连点头又说道, 那就太好了, 我老婆跟着我这些年很辛苦, 他总觉得我们命不好, 能给他算算, 他肯定很高兴。 我没有明确在接八卿的这个话头, 只是和八卿说命数天定, 有的东西其实不用愿命。 就像是自我来看, 我觉得八卿进山采药, 为了一家子拼搏, 已经很是不错。 再者说, 富贵在天, 他妻儿老小不用为了生计奔波, 吃穿富裕, 相较于绝大部分人来说, 已然是很好了。 如今还有不少女人为了补贴家庭, 既要照顾孩子, 打理家务, 还得上班赚钱, 甚至有的女人, 还要和男人一样, 去异地他乡打工赚钱, 也只是图个温饱生存。 说话间, 我已经从树屋中走出来, 和八卿说, 我们得赶紧上路了。 八卿听得一愣一愣的, 连着点了好几下头, 说我说的有道理。 他去将矮脚马解开绳子, 我们又上了路。 开始走那一节, 八卿还有点恍神, 而我则是很仔细警惕地 看我们上山路上的痕迹。 昨夜下了雨, 地面湿润很多, 的确能看到脚印。 我又提醒了八卿一句, 让他先别想那么多, 他才回过神来。 八卿跳下马背, 也开始分析起那些脚印。 很快他就告诉我, 我们前头的确还有一群人, 至少得有七八个, 而且看脚印的样子, 并不是他们采药人穿的胶鞋。 八卿神色之上, 已经透着几分警惕, 和我说目前这个地方, 旅游肯定是已经来不了。 不只是山路难走, 而且我们走的路, 都是采药人这些年艰难摸索出来的, 稍有差池, 都到不了这个位置。 而且看这情况, 那群人明明已经挖了一个坟, 竟然没有停手的打算, 还要继续往里走。 八卿这话, 也让我心头微微一灵。 我之前看脚印, 大致觉得是三四个人, 这八卿的分辨, 人数直接多了一倍。 人越多, 变数也就越多, 同样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 我更加警惕起来, 不过, 我也没有乱了心神。 说到底, 真要是正面火拼起来, 杨青山已经跟上我到了这山里, 那些人再怎么凶悍, 都不可能是杨青山的对手。 只不过, 山中总有危险, 未知的变数太多。 挖坟掘木, 已然是桑尽天良, 更何况这些人还会灭口采药人, 我之前和八卿说的, 借刀杀人, 也不是作假。 法治难以抓到, 并且惩治他们, 这山中的白毛鬼, 却有这个本事。 目光扫过一眼八卿那头矮脚马背着的尸体, 我心头已然有了几分计较。 思存在三后, 我翻身下了马。 八卿诧异地问我为啥下来, 前面山路还很长, 他只是下马观察观察这些人留下的痕迹, 我没必要跟着走。 我摇摇头和八卿二语了几句。 我说完之后, 八卿眼珠子都瞪大了, 他额头上更是溅了汗, 吞咽了一口唾沫说道, 罗先生, 您确定? 我点点头, 说确定? 八卿瞅了一眼矮脚, 马上裹着尸体的睡袋, 脸上的肌肉都不自然地哆嗦了几下, 他双手作衣, 嘴巴里面低难着当地的方言, 我不是完全听得明白, 总归都是一些请先人原谅我们冒犯之类的话。 我和八卿而语的那几句话, 说得也简单, 就是我们沿着这些人留下来的痕迹赶路, 尽可能地追上那群人。 接着我们尝试不和他们冲突, 而是套近乎, 看能不能合作。 他们绝坟要东西, 我们要尸体。 至于身份方面, 我是一个对尸体感兴趣的阴阳先生, 而八卿就是被我收买了的采药人, 专门给我带路。 刚好我们还携带了一具尸体, 这就能当作取信于人的物件。 我和八卿并没有说太多细节。 那群人之中肯定有懂风水的人, 但凡是风水术, 我只要抛出几句话头, 必定就可以说出让他渴望的东西。 一个团队之中, 尤其是这样挖坟掘墓的团伙, 风水先生肯定是核心人物的存在。 一刻之后,和我郑重地点点头, 说他会努力不露出什么马脚, 尽全力配合我。 随后他上了马, 在前头领着我继续赶路。 期间,八卿会时不时地下马 看看痕迹,分辨路径。 同时他也告诉我, 这群人对路也很熟悉, 不晓得是有地图, 还是说也有采药人跟着, 至少现在, 我们还是走的同一条路。 我内心更多了几分警觉, 同时我也密切注意着周遭的环境, 寻摸着能不能看见山猴。 刚才赶路那一段, 我又想到了一个法子, 必定能让那群人上钩。 差不多又赶路了两三个小时之后, 八卿说我们距离那些人 应该已经不远了。 他看脚印以及折断的树枝, 估摸着再走两个多小时, 就能跟上。 这期间,我也有所发现, 我们是在一直赶路往前不错, 可周遭的山猴比想象中的少, 但是只要我回头, 就总能看见他们在不远处的树上。 我很轻易地就判断出, 这些山猴肯定是在白毛鬼的指挥下根。 我们只是远眺, 没到天黑或是别的什么机会时, 不会靠近我们。 我压低了声音, 告诉八卿, 让他想办法抓山猴, 从现在开始, 我们至少得抓上了三五只。 八卿眉头紧锁, 明显是在思索想办法了。 又往前走了一小段路, 八卿才开口告诉我, 后头跟着我们的那些山猴, 想抓肯定不容易了, 不过这整座山脉不可能没有其他山猴。 他摸索出来登山包里头的一些吃食, 随意往路上撒了一些, 同时告诉我, 为啥进山的游客烦猴子, 原因也很简单, 这些山猴胆子大, 好奇心重, 还喜欢抢人的东西。 我们丢吃的喝的, 肯定会引来好奇的上钩。 我点点头, 没有干扰八卿的做法。 一晃眼, 天就已经擦了黑。 我和八卿又到了一处落脚点, 这会儿, 后方已经有一些山猴在跟着我们了。 这一部分明显不是跟踪我们那些, 而是八卿丢出来的吃的, 吸引来的其他山猴。 他们叽叽喳喳地跟在后边, 捡我们丢下来的东西, 并且靠得也越来越近。 这落脚点依旧是个树屋, 只不过更要简陋一些。 随着近山越深, 明显树屋搭建也不容易了。 八卿先和我拴住了矮脚马, 接着又从登山包里头摸出来了一堆吃的。 这一次, 他就很直接, 将吃的在树屋门口堆了一些, 其余的全部拿到了屋里头。 很快, 便有两个山猴耐不住信号信号, 飞速地窜了过来, 抓起一把吃的, 又闪身后退。 他们速度可不慢, 不过真要抓, 肯定跑不掉。 只是我和八卿都没动手。 他以眼神给我示意, 让我再等等。 八卿使了眼神之后, 我微微点头。 八卿立马转过身, 背对着门口的位置。 我开始还没明白, 以为他是想降低猴子们的警觉性。 不过, 他们并不在意八卿的动作, 因为他们早就控制不住贪心。 不然的话, 也不会跟着我们越来越近, 也不会有刚才那两个突然上来拿吃的。 下一刻, 我就大致猜到八卿在做啥了。 他是背对着门, 可怜却正对着一张吊床, 吊床是麻绳编织而成, 更像是一个长条形的网兜。 这时, 八卿正在将吊床拆卸下来。 他手脚很麻利, 微微低着头, 甚至我都看到他耳朵在轻微地动着, 大部分的注意力都在听觉上。 我保持在原地没动, 距离那堆吃的也有一些距离。 目光眺望至较远一些的方向。 刚才那两只山猴抓了吃食回去之后, 后方的猴群顿时围着他们, 七手八脚地去抢吃的, 叽叽喳喳的叫声更是混乱一片。 下一刻, 猴群之中不少猴子都朝着树屋这边过来。 我面色不变, 却隐隐佩服八卿这采药人的手段。 我不由得又想到, 他是否早在内心中演练多时, 毕竟杀腹之仇不共戴天。 开始的时候, 猴群还是显得有些畏惧, 不敢上前, 直到又有两三个山猴窜到屋里, 抓起一把吃的就跑。 甚至还有一只胆子大的, 在吃的里头挑捡了半天, 才拿着自己满意的东西, 飞速离开。 整个猴群顿时一窝蜂地朝着屋内冲来。 这乌泱泱的一群, 当真是令人心惊。 猴群着实太多, 屋门也不大, 钻进来约摸十几二十只山猴, 就已经挤得满满当当, 还有的山猴卡在了门口进不来。 前头那些则是疯狂地抓地上的吃的, 那呲牙咧嘴的模样, 当真是凶悍恐怖。 也就在这时, 早已经拆好吊床, 还将其拴上了一截绳子的八倾, 猛然间转身。 他单手一挥, 中气十足地大喝了一声。 吊床宛如一张散开的网, 直接盖向那群山猴。 顿时, 后方的山猴们都精具地滋滋尖叫起来, 掉头就跑。 那一群卡在门上的也想逃, 只不过越挣扎, 卡得就越紧。 反倒是在争抢食物那些山猴们 早就已经红了眼, 只顾着相互撕打啃咬, 压根就没发现八倾的动作。 呼的一下, 整张网直接盖了下去。 猴群像是炸了窝一般, 疯狂地挣扎尖叫起来。 整个树屋之中混乱一片, 连屋子都被撞击得不停摇晃。 被山猴卡着的门通了, 大量山猴往外逃窜。 混乱之中, 八倾手头不知道什么时候 抓起来了一根粗壮的木棍, 朝着它丢下去的那张网就猛砸下去。 它连着砸下去好几棍子。 这混乱持续了大概十几秒, 树屋就差不多静下来了。 吊床散开的网被收紧, 里头约目有六七只山猴都蜷缩在了一起, 其中只剩下一两个耐动弹的, 别的应该是被八倾给打昏了。 树屋里头一股子心骚的味道, 不只是山猴本身的体味, 还有它们被吓得失禁。 排泄物的味道。 八倾一只手遮掩着口鼻, 皱眉说道, 罗先生,你先出去避避, 这味道遭不住,我先把它们捆了。 我快不出了树屋, 山风吹拂过来,呼吸到正常空气, 这才好了很多。 眺望周围的林木, 刚才抢夺食屋那些山猴, 我是一只都看不见了。 就连之前跟踪我们的那些, 也都没了踪影。 此时暮色渐深,残阳的余晖, 如血一般映红了半片天空。 我站了一会儿, 呼得感觉到左侧的位置, 有一道阴冷的目光正在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微眯起眼睛, 猛地转身回头, 却看见在约某十几米外的一棵老树上头, 挂着一样东西。 那是一个人形的物事, 正在微微晃动着, 仔细看了一眼, 那不正是一张被包下来的人皮吗? 我瞬间就反应过来, 刚才盯着我的不是普通的山猴, 必定是那白毛鬼。 我的神色立时就冰冷了下来。 看来我的计划已经奏效了。 他连这张顶着的皮都不要了, 必定是看我抓了他那么多猴子猴孙, 已燃气得肝胆剧烈, 怕是想包了我的皮屑粉, 都还不够。 思绪至此, 我的脑中开始迅速地推演下一步的对策, 再看了一眼树屋, 我的目光又望向了另一侧的山路。 不多时, 八青就匆匆从树屋之中走出来, 他手里头拿着三股绳子, 两头分别将被抓获的山猴都捆绑掉着, 所有山猴的嘴巴都被用绳子勒住, 分明是防止他们咬断绳索。 八青神色略有兴奋, 他抬手示意, 让我看看我们的成果。 我深吸了一口气, 点了点头, 又说道, 这会儿不能休息了, 我们距离那群人还有多远? 八青瞳孔紧缩了一下, 说道, 本来两三个小时, 咱们赶路虽快, 但抓这些山猴花了时间, 估摸还是得两小时的路程。 我点了点头, 说道, 现在便启程, 去追他们, 最短时间内, 要追上。 这, 八青略有金色, 不过他和我多对视了两眼, 不多说二话, 就立即点点头。 八青的矮脚, 马上已经带着玄关之中的干尸, 我便直接将那些捆绑好的山猴给接过来, 绑在马背上, 将它们吊在两侧。 八青绑山猴, 明显有一手, 几乎都是五花大绑, 不但勒住了嘴巴, 手脚也都绑得严严实实, 就像是挂着几个粽子似的, 丝毫不用担心。 只不过, 矮脚马长时间的赶路, 这一次休息的时间不够, 都变得略有几分烦躁, 正在踢踏着蹄子。 八青靠近马头抚摸着马踪, 像是耳语似的。 安抚了一会儿之后, 两匹矮脚马总算没有再露出躁动。 我们再上了路, 这一茬赶路的速度明显快了不少, 并且八青还告诉我, 我们应该能追上。 而且, 他们肯定没走, 会停留在我们前头那个地方, 至少一晚上。 我一时之间不解, 问八青什么意思? 八青才说, 这一段山路是能骑矮脚马的最后一段了, 也是最平坦的。 我们是因为抓伤猴耽误了, 不然也应该能到那个地方。 到了那里之后, 后面的路途有一整天, 都只能全靠步行, 都是陡峭的斜坡。 我这才恍然大悟, 这是出发之前八青就和我说过的事。 很快, 天就彻底黑了下来。 八青从登山包里取出强光手垫, 准备不时之需。 好在今天夜色清朗, 月亮的光线也足够, 山路勉强能走。 我们的速度, 明显比八青预估的要慢了不少, 约某两小时了, 还没到地方。 自后方一直传来被盯着的感觉, 矮脚马都变得更烦躁了起来, 走着走着, 就一直打响鼻, 也不晓得是因为赶路太累, 他们快受不住了, 还是后头跟着东西。 八青的额头上也是一直冒汗, 明显也有些急切了。 又赶路了半小时左右, 八青的脸色总算好了些, 他回头瞅了一眼, 我晓得八青是在看有没有被白毛鬼 领着的山猴跟上。 我晓得有杨青山, 自然是不怕, 可对八青来说, 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山路上走, 他自然惶恐。 罗先生, 就在前都不远处了, 我差不多都看见火光了。 八青语气稍微平稳了一些, 不过很快又变得慎重起来。 我微眯着眼睛远眺山路前方, 隐约之间的确能看见火光。 微微点了点头, 我微眯着眼睛做了个虚声的动作。 八青抿着嘴, 小声地嗡了一声, 明显他这主心骨都落在了我身上。 我们见。 续往前走。 约莫几分钟之后, 便来到了火光传来的位置。 这里依旧是一处山腰, 并且这座山属于山头叠起的笼龙山, 刚好这山腰位置还在齐笼山沉气之处。 两顶帐篷搭在山腰一处石渊边缘, 那燃烧得正旺盛的篝火上, 还挂了铁锅, 同样烧得沸腾。 这地儿就没什么树屋了, 这帐篷应该也是那群人携带的。 八青神色略有不安, 我也高度警惕了起来。 这里, 没有人。 除了帐篷和篝火, 竟然没有一个人在。 这地方, 肯定不可能真的没人, 我已经揣测到了原因。 八青, 过来。 我声音压得略低, 喊了八青一声。 他快不到了我的身侧。 也就在这时, 忽然又是一道刺目的强光, 陡然从旁边的密林之中传来。 这骤然的光线太亮, 照得人顷客之间报忙。 八青闷哼了一声, 我迅速地捂上了眼睛。 再接着就是急促的脚步声。 这声音来得极为迅速, 几乎顷客间就到了我们身侧。 别动, 一道威胁之中透着冰冷的声音响起。 与此同时, 一个冰凉的雾势顶在了我的额头上。 我的头皮猛地发麻, 心头一致, 强烈地压迫感袭来。 那强光也没了, 本来闭着眼睛都感觉光能穿透眼皮子。 这会儿重新跪于黑暗之后, 反倒是觉得太过漆黑。 八青, 这声音沙哑刺耳, 明显还透着惊疑不定。 我同样也睁开了眼睛, 眼前的一幕顿时令我心头一惊。 一共有七个人将我们围着, 其中有两人站在八青身后, 他们手里各拿着一把锋锐的短刀, 架在八青的脖子上, 八青面前还有一个人, 他手头拿着一柄生锈的猎枪, 枪口处着八青的脑门。 这会儿, 八青被吓得脸都白了。 另外三个人, 也是差不多的架势, 将我给围着, 同样也是一柄枪, 处着我的脑门。 第七个人则是个瘦瘦小小的中年人, 看上去五十来岁的年纪, 长得尖嘴猴腮, 盯着八青, 又看看我, 眼珠子低溜转着, 神色也是, 惊疑不定。 其余那六人都穿着迷彩服, 个个都是目露凶光。 脖子上的匕首, 韧口风锐, 几乎要将我脖子割破了。 八青这会儿也睁了眼, 他额头上汗水直冒, 一双眼睛死死瞪着那个尖嘴猴腮的男人, 分明, 我从八青的眼中看到的除了恐惧之外, 更多的是惊怒。 从这男人刚开口喊八青, 再加上八青这神态, 无不说明他和这男人认识。 除此之外, 就是他们的关系绝对不会太好, 甚至可以说肯定会很糟糕。 我心下一沉, 但面色上保持着镇定。 八青抿着嘴, 一言不发。 那穿着迷彩服的六人, 依旧是目露凶光, 神色警惕地盯着我和八青。 忽然看向那尖嘴猴腮的中年人, 说道, 老猪, 你认得他们。 明显, 那老猪就是带路的采药人了。 这, 开口说话的人, 是他们这群人的头目。 但我一眼并没有看出来, 哪一个是风水先生。 名为老猪的采药人, 目光还是在八青身上, 他忽然笑了笑说道, 我肯定认得到, 八青, 这几年采药人里头最凶的就属他了, 乃驼都敢去, 命大的吓人。 他这的话语中带着阴冷的气息。 八青忽然扬起脸来, 开口就咒骂道, 带到这么多人进来挖坟绝木, 朱仙跪我日你仙人。 老猪又笑了笑, 抬起手便在八青的脸上拍了拍, 这声音清脆响亮。 八青闷哼一声, 脸都涨红了, 想要动手。 结果其余那三人, 几乎同时手都往下压了压, 以至于八青的脖子那里, 立刻冒出一条血线。 八青! 我低声喝止了八青一句, 他脸色苍白下来, 也不敢动了。 挖坟绝木? 小的的还不少, 把他弄死吧, 丢山沟沟里头, 不能够要他出去报信, 这个人我认不到, 不是我们村头的, 一起丢下去也得行。 老猪冷笑着瞥了八青一眼, 又看了看我, 神色冰冷, 话音轻描淡写之间, 便是要人性命。 那六人相互一看, 当头说话那个马上就要点头。 我瞳孔索了一下, 说道, 大家都是同嫂, 我是追着你们上来的, 总要让人多说两句话。 老猪脸色微微一变, 而那六人的眼中几乎同时露出来了一抹金色, 尤其是当头那个, 他看我的眼神都变得更加锐利。 对视之下, 死人生。 折一张方脸, 额尖两道横纹, 发际线极高, 还生着一双丹凤眼。 这额纹像又叫做掩月纹, 其相隔长寿, 性格明朗, 不过确行克子女。 此外, 他的丹凤眼无卧蚕, 眼中瞳孔带赤色, 胡须泛黄。 我瞬间就分析了他的性格, 以及如今的面相相格属于子女缘少, 同时行克, 并且暴躁异怒, 终遭恨祸。 整体的面相分析下来, 他会对相近之人豁达开朗, 其余人凶狠无情。 同行? 那男人的手忽然在鼻翼间扇了扇, 接着摇了摇头道, 你身上没有多少土星器, 倒是尸臭不少, 我们可不心弄尸体。 我瞳孔微缩了一下, 这人竟然通过嗅觉来判断。 土星器应该是常年挖坟绝木, 尸臭的话是长期接触尸体。 这一句话, 他几乎就截断了我很多要说的东西。 你想说什么就赶紧说吧, 说完就上路。 他淡淡地说道, 三言两语之间, 我已经断定这人不是什么风水先生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扫过其余几人, 沉生说道, 大江大河, 一二十里来, 不见回头, 天欠江之干龙分之龙, 入东雾山大龙脉, 罗某人密师寻丹而来, 不知道是哪位同乡在这里寻物, 我没有恶意, 只是陆玉一宝, 自身无力取得, 刚好发现山中有同藏踪迹, 才上前来想要求援。 我这番话说完, 余下那五人也是面面相去, 我眼看过了, 他们这神态都是听不懂的模样。 不过用枪指着我的国字脸单凤眼男人, 眼中的锐利成了金色。 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看向了另一侧。 月光清冷, 山风悠悠, 这会儿温度已经降低了不少, 冷风吹拂之下, 令人起了不少鸡皮疙瘩, 轻微的脚步声从右侧隆起的石块旁传来, 很快便走出来一个人。 看到这人的时候, 我愣了一下, 因为我本以为干这种挖坟掘墓事情的, 至少也应该是个中年男人, 却没想到, 进入我视线中的, 是一个身材略有风鱼的女人。 她约莫三十岁出头, 生着一张瓜子脸, 美人尖, 桃花眼。 她这眼睛之中似乎有艳光一般, 妖娆妩媚, 分外好看勾人。 一眼, 我就断了她的面相。 眼有艳光乃白金露光, 再加上水汪汪的眼眶, 主客服和离异, 人中有志, 为人开放。 她虽然穿着糖装, 却依旧遮不住她的恶娜身材。 她走出来之后, 明显这穿着迷彩服的六人, 眼神都透着异样, 和抑制不住的渴望之色。 那女人目光都在我身上, 她的眼中虽有几分诧异, 但却透着十足的兴趣。 这么年纪轻轻, 还一表堂堂的同行, 倒是少见, 大江大河, 一二十里来, 不见回头。 这寥寥十二个字, 将水龙脉全市得清清楚楚, 不晓得先生来自何处。 话音落罢的瞬间, 女人便抬抬手。 她这动作, 明显是让其余人都不要再压着, 我和八卿。 那国字脸的男人没动, 其余人便面色不自然, 一会儿看看那女人, 一会儿, 又看看国字脸的男人。 庞江? 顿时那女人的声音都冷了两分。 国字脸男人立马瞪了她手下那些人一眼, 顿时那五人全部放下来了手头的东西, 同样也收起来了枪。 八卿赶紧就去摸了摸脖梗位置, 我倒是没太担心, 因为八卿那里只是擦伤, 没什么大碍。 至于那个被叫做老猪的采药人, 此刻正躲在人群最后头, 神色阴狠, 不晓得在想什么。 这当口, 那女人已然走到了我身前, 一股淡雅的香水味从她身上传来, 她冲着我伸出了右手。 我吐了口啄气, 伸手与她握了我。 她更是饶有兴趣地上下打量我, 那双桃花眼透着几分魅眼如丝的感觉, 她还捋了捋并角的头发, 露出了好看精致的耳珠和轮廓交好的侧颜。 我迅速收回手, 目光也散了一些。 我叫赖文, 罗先生还是没说, 您来自何处? 赖文此刻的声音, 清脆之中还透着几分慵懒。 三情之地, 陈仓。 我心态彻底平稳下来, 眼神也不再有理。 陈仓, 赖文轻声喃喃, 忽然间她神色微微有所变化。 罗先生, 你来自道场吗? 在看我的时候, 赖文神色便有些许慎重了。 我眼神深邃了不少, 定定地看着赖文的脸。 陈仓是我随口说的, 杨夏元老巢就在陈仓, 也是个集合了大量风水先生的地方, 这样一说, 总有个根源, 不容易被看出来什么问题。 却没想到, 赖文果真是知道。 心中微叹, 杨夏元。 纵然是改名多次, 隐姓埋名, 可他这看于大师创建的下缘六十先命道场, 还是声名远扬。 陈仓有很多风水先生, 我恰好从一个道场来, 也不晓得是不是赖先生口中那一个。 思绪落定, 我平稳地说道。 赖文的眼中, 立刻闪过一道亮光。 他立即扭头, 看向其余人, 说道, 小误会, 罗先生是同丧, 也是朋友, 各自去休息吧, 我和罗先生商议商议, 他是有什么事情, 找我们, 力所能及的事情要帮, 若是能共同得力的, 就要合作。 赖文对于其余人的声音就更是清脆, 字句中透着命令的口吻。 立刻, 那个国字脸叫做庞江的男人, 就转头招呼其余人去休息散开。 可偏偏就在此时, 那个叫老朱的采药人, 忽然走上前, 阴侧侧地看着巴青。 赖先生, 我有个提议, 这位罗先生是你朋友, 肯定没问题, 不过这个巴青, 留不得。 老朱眯着眼睛, 声音更阴毒, 这人是个倦驴脑袋, 没听见他当时说我们什么嘛, 他说我们挖坟绝木, 等出去了, 他肯定得把我们的事给败露了, 得先灭了口才行。 庞江的脸色顿时意冷, 在看巴青的眼神里, 杀鸡凛然。 赖文虽然在笑, 但是他的笑容却透着冷意。 罗先生, 您应该没花太多时间找人吧, 刚好我手下这个采药人这样说了, 这人不靠谱, 为了安全起见。 赖文的话音戛然而止, 紧跟着就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此时, 他的一双桃花眼里就只剩下冰冷杀鸡。 巴青的脸上早已苍白无色, 但他看向老猪的眼神中, 依旧充斥着愤恨的木火。 下一刻, 国字脸的旁将抬起枪来, 枪口直接就要瞄准巴青的额头。 巴青本能地伸手去抽腰间的折叠铲, 做事就要前冲。 与此同时, 其余五个身穿迷彩服的人, 几乎同时朝着巴青围去, 有的伸手去压住巴青的肩头, 有的抽了刀握在手上, 跟嘴喉塞的脸透着嗜血的兴奋。 这一切都发生在分秒之间, 我猛地抬起手来, 直接一把就抓住了庞江的枪杆子, 手顺势一拽, 枪口顿时就对准了老猪。 庞江的动作陡然僵住, 老猪也被吓得一颤, 疼得一下就瘫坐在了地上, 又赶紧爬着躲开, 他前一刻的兴奋心耗心耗然无存, 只剩下惊惧和惶恐。 庞江用力想要把枪杆子从我手中调走, 但明显他动作不敢太大, 生怕擦枪走火。 这时, 其余那五人, 也没去为八卿了, 而是都转过头来, 胸向壁露地瞪着我。 赖文看我的目光也有几分变化, 他眯起眼睛, 审视地看着我。 人靠不靠谱, 我不能说百分百, 虽然我看人未必很准, 但是在这儿, 至少应该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准。 我语气也带上了冷练。 我冷漠地看向庞江, 手钻得很紧, 就像是握着哭丧棒一样抓着枪杆, 陈生继续道, 你生了一副眼月纹, 行客子女, 眼中黑金带赤色, 胡须带黄色, 个性极端, 暴怒易遭, 终必遭横祸而亡, 此刻颧骨带黑气, 人中贯青气, 命不久矣。 我语速极快, 这番话说出来, 庞江的脸色更是青红交加, 他气得几乎是咬牙切齿, 骂道, 我毙了你。 我并没有继续把注意力放在庞江身上, 而是又看向了赖文, 淡淡道, 你白金鹿光, 两眼水汪汪, 必定客服, 还因此离异孤寡一人。 人中有志, 宛若出墙之花, 石榴群下拜福之人不少。 本来最后那句话, 我原意是要说红杏出墙, 可我临时换了话头, 要是说得太直接过火, 我怕弄得赖文直接恼羞成目。 这时候, 其余那五人面色更凶, 已然逼近我身前, 八卿也动手要用折叠铲批人。 与此同时, 那尖嘴猴塞的老猪一边爬起身, 一边急促地说道, 这人肯定有问题。 先是带个有问题的八卿来, 这会儿满嘴胡说八道, 得割了他舌头。 他声音尖锐地叫嚣着, 庞江已然抬腿, 要朝着我踹来。 我没有躲闪, 目光还是盯着赖文看着。 赖文的脸色顿时也变了变, 他迅速抬起手, 做了一个制止的动作, 看我的神色却透着惊恶。 都住手, 他立马下令。 庞江脸都成猪肝色了, 几乎是低喝了一声, 赖先生, 这人他。 他, 说得不准吗? 赖文说这话。 的时候, 眼皮都在狂跳。 这, 庞江的神色一僵, 他本来要踹我的动作也停了, 脸色变得更为难看起来。 其余那几个穿迷彩服的人, 也都不敢动手了。 赖文颇有深意地看着我, 他眼中的惊恶变成了好奇, 同样, 他脸上似是有一道飞红, 就像是羞涩。 看来罗先生并不只是简单的风水先生, 您还会相遍? 阴阳先生。 说这话的时候, 赖文明显清晰了一口气。 我没有否认, 轻点了一下头。 赖文的脸上顿时便站出笑容, 他轻轻朝着我身旁走了两步, 抬手便去拉住了庞江的枪杆, 他的手顺着枪杠, 微微往上一滑, 就要碰到我的手, 我直接收手, 松开了枪, 赖文便抓了一个空。 庞江胸口上下起伏, 明显心口欲解有气, 却发不出来。 他们的反应, 足以证明我说得很准。 地上堪于之中的杨蒜之术, 一眼断祸福吉凶。 绝没有出错的可能。 赖文又轻声笑了笑, 罗先生狠守规矩, 不过您是阴阳先生, 一眼变断得这么准, 自然不可能看错人的。 不许再对罗先生恶言恶语, 也不许再以凶向示人。 他冷声对庞江和其余人命令道。 那老猪脸色立时僵住了。 八卿则是明显松了口气。 老猪看向赖文, 又要开口说话。 这一次我则是没给他开口的机会, 目光淡淡地看着他, 说道, 倒是你们这个带路的采药人, 有些问题。 尖嘴猴腮, 眼中游离,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选中他的。 我话音刚落, 赖文神色就是一名。 他轻声道, 还请罗先生解惑, 这朱仙贵, 有什么问题? 那老猪立马变了脸色, 当即就说了个操。 接着他又骂骂咧咧地说道, 你莫装枪做事, 庞老大, 赖先生, 我给你们带路上山, 指位置, 哪个由我办事牢靠? 不过赖文压根没理会他, 还是看着我, 明显是在等我说结果。 同样, 他余光也有看朱仙贵, 神色明显冷了几分。 我瞟了朱仙贵一眼, 平静说道, 尖嘴猴腮, 若是顽劣猴头, 嘴似雷公, 鼓语有言, 鼻头无肉三弯三曲, 面皮轻薄, 眼深嘴尖, 行则垂头, 作则言笑, 目影经藏者也, 转眼无情嘴如雷公, 面皮紧急, 舍短尖小, 此人必定尖角阴毒, 会在人背后使坏。 我倒是没跟你们同行过, 赖先生可以想想, 是不是上路的时候, 他走得很专注认真, 总是低着头, 一到停下来, 就说不完的话, 还总是笑。 我与其依旧平淡, 不过这期间, 那朱仙贵, 已然更是怒气冲冲, 冲着我尖声骂道, 你胡说八道。 这时, 就连庞江那几人, 隐隐都走到了 朱仙贵的身后和身侧, 做出要将他围起来的架势。 赖文此刻的脸色更加冰冷, 他的眼中透着阴厉, 审视地盯着朱仙。 会, 开口问道, 罗先生你的意思是, 他有别的算计。 我平淡地答道, 或是会故意带你们去显地, 或是打着渔翁得利的心态, 这山里头, 风水实在厉害, 再会看山看水, 最后卷了东西跑路, 应该是不难。 你血口喷人! 朱仙贵刷的一下, 从腰间拔出来一柄锄头, 做事就要朝着我劈下来。 赖文脸色一沉, 顿时那旁将抬手, 直接一把抓住了朱仙贵的手腕, 用力一撇。 朱仙贵当即发出一声惨叫, 那咔嚓声, 不知道是手臂骨头断了, 还是脱臼。 罗先生还请明年几分, 也好, 叫我长长见识, 也有个认知, 以后遇到这种人, 便避而远之。 赖文轻轻汗手, 言语中带着几分恳请的意思。 取人性命面上黑, 换人骨髓眼中红, 他面黑, 惊鸿, 试问几个采药人, 手中沾染过人命。 风水先生, 都晓得杀人必有天收, 如今这年头, 人命关天, 更是不容小觑。 杀过人的采药人, 杀的是谁? 同行的伙伴, 还是说, 曾也有人让他领路入山, 最后被灭口。 眼翅金黄, 必是豺狼, 我声音更为冷练。 我日你仙人, 你, 朱仙贵气得面红耳赤, 眼中却多了惊恐。 我这话也不是胡乱所说, 完全是按照他面相而论。 看穿这相格之后, 对于此人, 我也被加警惕。 怪不得刚才巴青那反应, 肯定这其中有不少事情。 朱仙贵没有骂完, 话音就戛然而止。 因为赖文声音更为冷练, 直接就说道, 庞江, 杀。 朱仙贵腿当即一颤, 想要振脱。 庞江猛地一抬腿, 狠狠地一脚就踹中朱仙贵的腰头, 朱仙贵哀呦一声惨叫, 连滚带爬被踹出去好远。 紧跟着, 庞江陡然抬枪。 我心头一领, 立即就说道, 现在也不能杀。 庞江脸色更。 难看, 他正要扣动扳机的动作, 骤然停了下来。 赖文眼中也有几分疑惑, 他轻声道, 罗先生, 你说的话都没错, 他这人的确有问题, 那些表现都有, 为什么不能杀? 况且, 你这个采药人也能带路, 没必要留着他。 日子不好, 地方不好, 先生杀人破命数, 即便不是自己动手, 也一样, 我还要请你们帮忙办一件大事, 手上占不得人命。 我面色不变, 沉申开口。 大事, 赖文若有所思, 他忽然玩耳一笑, 点点头道, 行, 那就不杀, 旁将你去解决一下, 等我们办完罗先生说的大事, 再料理他, 不过这会儿, 我不想看见这个人。 他这模样, 我本来就觉得不行, 看吧, 若非是罗先生, 我们就得被他坑了。 下一次你得找中看的。 赖文声音都轻快了不少, 整个人的神态也放松很多。 旁将点点头, 他招呼了两个人当帮手, 三人直接扣了朱仙贵, 拉着, 朝林子那边去了。 我这会儿, 已然不好多说别的什么了。 不过, 我已经制止了他们动手, 回头这朱仙贵, 可以让八卿带出去, 交由法办。 并且, 这三言两语之间也看得出来, 这群人连带着赖文, 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 如今这种事, 他们必定办了不止一次。 对待他们这种人, 借刀成恶, 不施为一个好的办法。 八卿, 你盯着点周围, 那些东西来了, 马上就报信, 我和赖先生好好谈谈。 与爸的同时, 我又看向了还剩下的那三个 穿着迷彩服的人, 再次沉申开口道。 你们几个也注意周围的动静, 听八卿的安排, 小心一点。 那三人明显面面相去, 不过赖文点点头, 他们就无二话。 赖文做了个请的动作, 示意我们进其中一个帐篷。 他稍微走在前面, 等到了帐篷跟前之后, 弯腰进去。 堂装绷紧, 那娇好的身材又显露出来两分。 我跟进去之后, 也闻到一股发甜的香味。 帐篷里头不大, 赖文坐下去之后, 斜靠在一块枕头上, 轻轻扬了扬下吧, 示意我也坐下。 罗先生这大事, 着实令我好奇得很, 还有这山中的山猴, 你们也抓, 我就觉得很不寻常, 要晓得, 这些采药人哪儿, 敢抓山猴? 八卿也肯定不是那老猪说的那样。 赖文的声音更显得慵懒, 他抬起一条修长的腿, 随意地搭在了另一条腿上, 这角度之下, 堂装侧边那道口子开了, 旗下露出的并不是光洁的肌肤, 反倒是贴身的黑色裤子。 我心头多了两分警觉, 神色上没露出什么变化, 开口道, 赖先生也算是敏锐, 这山猴虽然凶, 但是也没那么凶, 只不过会引来白毛鬼而已。 赖文轻笑了一下, 不过他神色也慎重了不少, 道, 白毛鬼可不是而已这么简单, 罗先生, 我来这东吾山迈几次了, 此前可。 晓得, 也有同行被白毛鬼做掉的, 物极通灵, 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 可不是说笑的。 尤其是下了地之后, 这白毛鬼的威胁就更大了。 这白毛鬼杀了不少人, 同样我晓得, 他平时必定久居于大关附近, 原因简单, 东吾山脉中灵水秀, 需生气龙气聚合之地, 才会有这种白毛鬼出现, 生气龙气聚合的大关, 又是在此地, 关中事故多半已然语化。 我语气更为正重。 赖文眼神陡然深邃了不少, 他的眼皮一阵跳动, 忽而像是想起来了什么似的, 说道, 怪不得, 刚才罗先生就讲了, 寻丹而来。 你是想找语化尸体? 诗丹? 说这话的时候, 赖文已然单手撑起了身体。 他原本妩媚的桃花眼, 这会儿也变得很凝重。 旋即他点点头道, 阴阳先生不愧是阴阳先生, 我们还在寻财求物, 罗先生找的已经是语化尸了。 想要? 找那口大关, 需要活捉白毛鬼。 我们本来计算他一次, 险些得手, 可昨晚雷雨天, 再加上他猴子猴孙太多, 没能捉住, 不过, 只要有赖先生的人手配合, 必定手到擒来, 大关之中有大师, 必定陪葬品丰厚, 我寻师求单, 你求财, 各有所图, 如何? 我直接将自己的目的, 全部合盘拖出。 除了话术, 我此刻, 也注意控制着自己的神态表情, 摆出一副坦诚相待的样子。 赖文轻轻地摸着自己的下巴, 似是在思索。 接着他才点点头道, 罗先生的提议很让人心动, 其实我在这山中深入, 也是听的一个传闻, 多年前有一位大风水先生, 在此地开山建林, 现在还一直没找到, 虽然沿途已经开了一些坟, 不过收获都不多。 莫不成罗先生说的大关, 和我要找的, 也是同一所在。 赖文的这番话, 顿时也让我心头一惊。 大风水先生, 秋处, 到。 当然, 我面色依旧没有多大变化, 只是郑重点头, 山中大学不少, 大关大幕也不止一处, 或许是一个, 若不是的话, 罗某人也可以帮忙, 再看看风水山巷。 听罢我的话, 赖文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欣喜之色, 他笑着说道, 如此更好, 事成之后, 我再请罗先生去我家做做, 若是罗先生喜欢寻尸, 我倒是有门路。 他这语气, 更是含了几分娇称示好的意味。 赖文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 一双桃花眼里水光炼焰, 他倾壳了一声, 继续说道, 不过谈了这么多, 还不知道罗先生名讳。 我并没有回答说, 罗十六, 而是陈生说了句, 罗欣。 当然, 这之前和八卿沟通的时候, 我就说过这一点。 我不讲直接的原因很简单, 近日来发生过那么多和风水相关的大事, 虽然现在整个风水界人丁凋零, 我也少有接触, 可毕竟还存在。 罗十六这个名字, 晓得的人绝对不少。 罗欣? 赖文难难道, 他忽然又说了句, 罗先生, 你真的姓罗吗? 我倒是隐约记得, 陈仓那道观, 观主应该是当年的看余大师秋天元, 只是改名而已, 他有个孙子, 名字里头也有一个新字。 明显, 赖文看我的目光就更是饶有趣味, 就好似他觉得自己猜到了什么一样。 我心头一正, 但依旧不露声色, 沉默不言, 杨欣和杨夏元的下场都是枪足内部的机密, 外人不可能知道。 如今外面看到的, 也只能是夏元六十先命道场表面的光纤。 不过我在沉默的时候, 故意让眼皮微跳了一下。 接着才说到, 秋天元我不认识, 道观背后的老板姓杨。 雨霸, 我直接起身, 又说了句, 赖先生, 可以和你的人手说说了, 我们要引白毛鬼出来。 话音落下的瞬间, 我已然转身出了帐篷。 转身那一刻, 我并没有再看赖文。 我刚才的那番话语和态度, 对于赖文的引导, 已然足够。 他误以为我是夏元六十先命道场的杨欣, 这对于我来说, 完全没有坏处。 正在另一个帐篷篷火前坐着的巴青, 看到我从赖文的帐篷里走出来, 立刻站了起来。 其余穿着迷彩服的人也都看向了我。 刚才去解决朱仙贵的旁疆, 带着那两个帮手已经回来了, 他的神色中还是透着警惕, 目光时不时地从头到脚扫过我。 身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一股香风自身侧而来, 转瞬间, 赖文就已经站在了我的旁边。 怎么样啊, 巴青? 我沉申开口。 巴青在腰间擦了擦手掌, 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赖文, 然后才说道, 山猴在远处盯着我们的布守, 没瞅见白毛鬼。 我正要说话, 赖文忽然轻声说道, 不晓得罗先生怎么引白毛鬼。 出来, 那东西, 惊得很。 把那几个山猴架在火上烤, 其余人就在旁边打短睡觉。 我干脆利落地说道, 赖文看向我的脸色都微微变了变, 他忽然又笑了起来, 说道, 我本来以为罗先生要磨刀崽了山猴, 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一刀崽了, 杀得太快, 那白毛鬼一定不出来。 我直接回答道, 这白毛鬼再惊, 再通人性, 可他也就是一个畜生, 山猴成群, 他不可能忍得住。 说这话的时候, 我面无表情。 这手段或是狠辣, 可不够折腾他们的话, 达不到我的目的, 后面都无法安生。 不但无法借刀, 更会让白毛鬼成为极大的隐患。 此外, 我不确保我这法子一定有用, 可这也必定会彻底激入了白毛鬼, 他就算今晚忍得住不出来, 等之后也一定会动手。 我已经取得赖文他们的信任, 只需要跟着他们一起, 即可。 八卿点了点头, 他粗犷的脸上也闪过一抹狠意。 这也引得赖文有所侧目。 很快, 八卿就将马背上挂着的山猴给弄了下来。 经过一天的捆绑, 这些山猴已然有些奄奄一息。 赖文在旁受益, 让其余人也一起帮忙。 很快, 在空地前头一些的地方, 又搭建起来了一个篝火架子。 他们用几根更粗的木棍支起来了好几个三叉架, 刚好挂了三个山猴上去。 点火之后, 火苗缓慢窜起, 篝火架子上的山猴开始是被热地扭动身体, 很快就开始疯狂挣扎起来。 虽然他们的嘴巴里也勒着绳子, 还是发出支支吾吾的惨叫声。 八卿神色很慎重, 而庞江那几人则是饶有趣味地看着。 赖文一直在扫视着周围, 我也目光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此时, 丛林被夜色笼罩, 目利所及之处都是黑茫茫的一片, 看不清。 西。 但我却能感受到周遭有冰冷的杀鸡正在滋生。 八卿, 你一人守着吧, 赖先生, 你手下这些兄弟也都辛苦了, 打个顿休息休息, 会有事要办的。 我再次开口, 话语便没有彻底言明了, 不过明显, 赖文手下那些人都听得明白。 先生那五人相视一眼, 其中一个打了个哈气, 深深揽腰, 他们便朝着后方帐篷走去。 赖文轻声道, 罗先生, 你到我帐篷休息休息吧。 我当即便摇摇头, 说道, 我就在旁边闭眼即可, 不好叫所有人都进帐篷。 赖文正要继续说话, 不过这会儿, 那庞江忽然抬手, 不知道他从哪摸出来一柄匕手, 擦的一下, 直接便扎穿了旁边一个山猴的脖子。 滋滋的惨叫声中, 鲜血顿时肆意开来。 我眉头顿时一皱, 庞江却随手提起那只山猴, 挑掉了绑着他的绳子。 罗先生, 这地儿我看着就行, 这几天天天吃干粮, 嘴巴都淡出鸟了, 我烤点肉吃, 你领着八卿休息吧, 赖先生, 你也可以睡会儿, 有我们兄弟在, 等会儿你们都不用起来, 我包了那白毛鬼的皮, 给你做毯子。 庞江说这话的时候, 目光明显扫过了我, 眼中透着一股子冷意。 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他这是不想给我和赖文独处的机会, 当然我压根没那么去想过。 只是庞江动手杀了一只山猴, 让我略有不适。 庞江已经在篝火旁边开始包皮, 淡淡的血腥味在空气中漂浮四散。 赖文倒也没有坚持, 他轻声道, 那庞江就辛苦你们了。 说完, 赖文又和我笑了笑, 这才会帐篷。 我不得不佩服赖文与人交谈的本事, 他必定看出来了庞江的意思, 即便这是他的手下, 他也同样利用自己的姿色, 让庞江更死心塌地。 明显, 庞江的眼中多了几分炽热, 他更是没看我和八卿了。 我当然不会有什么意见, 和八卿点头示意了一下, 便领着他到石笼旁边的一处夹脚歇着。 这里后背有山岩, 前面视野开拓, 白毛鬼领着的山猴绝对很凶, 不过庞江他们手里有猎枪, 这斗起来肯定是一场血拼, 我和八卿不能在位置不好的地方, 得随时小心翼翼。 坐下来之后, 斜靠着山岩, 我半闭着眼睛, 等待的同时, 也是能稍微修养一些精力。 八卿也和我一样, 在旁边坐下休息养神。 鼻翼间缭绕的血腥味越来越浓, 隐约, 耳边还能听到凄厉的滋滋声。 这滋滋声来自于远处的山林, 似是有猴子在哭, 而且哭得越来越凶。 我隐约还能看到, 篝火上头烤着的那些山猴们, 挣扎得更厉害, 声音愈发的凄凉和绝望。 时间一分一秒地缓慢过去, 我原本, 只是闭目养神, 可最后困意竟真的来了。 这是等了太久, 白毛鬼始终没有出现, 人也就真的困顿起来了, 因为我们起码等了两三个小时。 我是没想到, 这计划会一点反应都没有, 恐怕得等到了明天, 再做别的打算。 有庞江和他的手下们拿着枪守着, 我倒是不担心出什么事。 不多时, 我便进入了睡梦之中。 我睡得不深, 时刻保持半睡半醒的状态。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尖头被人轻轻推了两下, 当时, 我便一个机灵清醒了过来。 八清神色格外小心, 眼神也是一直在左右四瓢, 他额头上蒸冒着汗, 眼珠里头也有不少血丝, 看上去他应该是一直没闭眼睡觉。 罗先生, 要出事儿, 八清的声音格外沙哑, 他额头上的汗水更多。 我扶着额头, 很快便彻底清醒过来。 目光所及之处, 知。 前驾着山喉的那篝火旁边, 这会儿横七竖八地躺着庞江和他手下那几个人。 不止如此, 我还闻到一股子熏天的酒气, 他们这行人, 晋山竟然还带了酒。 很明显, 应该是庞江叫人吃东西, 他们没忍住便喝了不少。 恐怕也是因为没等来白毛鬼, 放松了警惕, 才会醉陡。 八清继续小声道, 我一直不敢睡下去, 悄悄看着, 刚才已经来过两只山猴了, 罗先生你没发现吗? 他话音降落, 我才发现一个细节, 篝火上头挂着的那几只山猴不见了, 地上剩下那两只也不见了。 我心头一灵, 眼皮止不住地猛跳了几下。 扭头, 我瞟了一眼另一侧赖文的帐篷, 那边没什么动静。 之前我等得太久, 也是放松了警惕, 才睡了过去。 赖文呢? 他应该也睡了, 否则的话, 旁将这些人喝酒, 他应该会制止才对。 我刚想到这里, 忽尔比一间就闻到了一股紫隐隐的臭气。 这臭味之中混杂着尿骚气, 分明就是那些山猴的味道。 素素的声音开始逼近。 这会儿已经到了后半夜, 月光已然暗淡了下来。 我眼皮跳动得更厉害, 隐隐有种心机的感觉。 忽尔在空地前头的灵子边缘, 窜出来了一只山猴, 这山猴面露凶光, 手头还攥着一个石块, 飞速冲出来之后, 三两下就窜到了旁江跟前。 他猛地仰起石头, 狠狠地朝着旁江头上砸了下去。 这砰的一声闷响, 顿时传来的就是一声惨叫。 山猴虽然力气也不小, 但是对比人来说还是差了很多, 即便是拿着一个石块, 也很难将人砸死。 惨叫之余, 旁江站立着清醒了过来, 他的反应迅速, 动作伶俐一把就抓住了那山猴的胳膊。 此时他的脑袋上都是血, 看上去狼。 被击惨。 山猴被抓住之后, 猛地窜起来, 一下子就骑坐在了旁江的脑袋上, 另一只爪子狠狠地拽着旁江的一只耳朵, 用力地撕扯。 紧接着, 他更是刺着锋利的牙齿, 胸利地冲着旁江脸上咬去。 旁江惨叫连连, 耳朵都要被抓变形了, 他剩下的那只手狠狠地攥住了山猴的脖子, 用力一捏之下, 那山猴也滋滋惨叫起来。 旁江用力地踹了几脚旁边的人, 口中咒骂道, 操, 那些畜生东西来了, 赶紧起来。 这, 只是一个开始。 自空地后方的林子前头, 呼尔缓步走出来了一个人。 那人鱼捋着腰身, 狗着头, 整个身体都被笼罩在一张泛黄的皮下头。 空洞的眼眶里头, 是两只贼不溜滑的黑眼珠子, 泛着凶狠狡诈的金光, 张开的嘴巴, 好似一个黑漆漆的窟窿, 还有几乎搭纳下来的耳朵, 当真是诡异甚人。 我当时倒吸一口凉气, 这哪是什么人, 分明就是披着人皮的白毛鬼。 我隐隐朝着后方退了一下, 身体紧贴住山岩, 我的一只手已经摸到了铜箱边上别着的扎鬼刀, 同时另一手也握住了枯桑棒。 八卿, 一手抄着折叠铲, 另一手握着的是一柄锋锐的锄头。 那白毛鬼出来之后, 后方便跟上来了一大片的阴影, 全都是面目猙獰的山猴, 他们身上的毛都炸了起来, 一个个直勾勾地看着那只山猴和庞江撕打。 这一切不过是寝客之间发生的事情。 在庞江咒骂之下, 他的几个手下才慢吞吞地清醒过来。 不过下一刻, 这些人都被吓得一个机灵猛地从地上窜起来。 此时, 那只骑在庞江头上的山猴 已经被庞江掐得昏死了过去, 自己狠狠地丢在了地上。 抄枪, 拿家伙, 弄死这群畜生。 庞江咬牙切齿地吼道。 这仿佛是一个信号, 随着那只山猴被庞江砸在地上, 那顶着人皮的白毛。 鬼, 忽然匍复了下去, 猛地往前一窜。 自他身后的那些山猴都如同离弦之剑一般, 冲向了庞江等人。 碰, 得一声枪响, 火光迸射, 几只山猴惨叫着倒地, 不过冲上前的却更多。 那白毛鬼的速度最快, 直接就冲到那个开枪的人身前。 他的动作无比地凶狠伶俐, 一双爪子竟直接扣进了那人的眼珠。 凄厉的惨叫声从那人口中传出。 庞江抽出一把短刀, 狠狠地斩向白毛鬼的后背。 那白毛鬼披着人皮, 看起来就像是阴间钻出来的厉鬼。 他猛地回过头, 双脚在那人身上一蹬, 便飞升而起, 同时他手中狠狠朝着庞江一甩。 两颗血淋淋的眼珠子 就砸在了庞江的头顶。 喷喷的枪响, 又是好几只山猴倒地, 这枪声打破了山林深处的寂静, 山猴们也被吓破了胆, 竟然朝着林子里头飞速窜回去。 下一瞬, 白毛鬼一声尖锐的滋滋声。 逃窜出去的山猴, 又都飞适地窜了回来。 庞江的那些手下, 有的拿了猎枪, 有的拿了刀, 但凡有山猴靠近, 他们或是手起刀落血光剑射, 或是一枪下去, 倒下几只山猴的尸身。 八卿的声音透着惊恐, 小心翼翼地说道, 罗先生, 怎么办, 要上步? 我正想说, 找个地方躲起来, 趁这些山猴没注意到我们, 静观其变。 我斜着眼睛看了看赖文的帐篷, 这一躲, 必定会暴露我和八卿, 如果赖文他们没被彻底解决掉, 这事情就很难说得清楚。 可现在已经差不多达成了我的目的, 不用太过在意。 画质嘴边, 我正要开口, 忽而身后传来一个轻微急促的女声, 罗先生, 你们过来, 快。 这声音颇为熟悉, 我的瞳孔陡然紧缩, 猛地回过头去, 我们靠着这山岩的右侧, 是有一个小的坡度的, 那后边还有一块巨石, 露出来半张侧脸的, 竟然是赖文。 他什么时候醒过来的? 我怎么没见他从帐篷里头出来? 顿时, 嘴边的话被憋了回去, 我。 没有犹豫, 直接和八卿猫着腰朝着赖文汇合过去。 这个角度刚好被石头挡住, 那边的山猴除非找过来, 否则绝对不会发现我们。 此时, 白毛鬼和庞江争斗得如火如荼, 那些山猴们也都发疯了似的, 不要命地冲向其他人。 被白毛鬼挖掉眼睛的那个人, 已经昏死在地上了, 也不晓得还有没有气。 一时之间, 血腥味和腥臭尿骚味漫天都是。 再混杂了和赖文靠近闻到的香水味, 这味道简直难以形容。 赖文的脸色虽然略形, 脸色虽然疲惫, 但他的眼神中却透着兴奋。 罗先生, 你差点失策了, 今晚这些畜生东西, 应该是不来的, 他们太小心了。 我刚才跟庞江说, 他们不会来了, 让他带着兄弟们喝点, 缓缓神, 明天要办大事, 你看, 真得他们醉死过去, 那些个畜生东西, 才会放松警惕。 我心头又是一灵。 庞江他们会喝醉, 竟然是赖文说, 没事, 让他们喝。 再看。 赖文, 我心头不免有几分惊恶, 但并没有表露出来。 眼前的女子容貌娇好, 姿态妩媚, 像极了一只表面温顺乖巧, 却隐藏着利爪随时胸向毕露的猫。 赖文感受到了我的目光, 和我对视了一眼, 便转头看向场间, 他话语未停, 吐气如蓝地说道, 罗先生, 只要生情那只白毛鬼就可以, 对吧? 套着人皮的那一个, 应该就是了。 说话间, 赖文解开了胸口的扣子, 旗下露出的并不是肌肤, 而是黑色的紧身衣。 与此同时, 他抬起手来, 袖口的位置朝着旁疆的方向瞄准。 我心头更冷。 我想利用白毛鬼借刀杀人, 却没想到, 赖文竟然借利用他的手下, 不惜用他们的命来勾白毛鬼出来。 他这动作反应, 分明是有把握抓住白毛鬼。 而且, 之前他膛装下的行头, 我就晓得他身手不一般, 绝对不是普通的风水先生。 他觉得我失策了, 可别的变数都在我预料之中, 唯独他在预料之外。 风水先生, 阴阳先生几乎都先有身手, 即便是袁化绍这等人物都没有例外。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唯独遇到了阴先生, 他阴术超群, 还会藏隐观山之法, 身手更是了得, 还教授出沈济这样出类拔萃的女弟子。 除他之外, 便是沈济这个后来学艺的阴阳先生。 着实没有料到, 赖文的身手竟然让他信心充足到 可以在山猴群中生擒白毛鬼。 说实迟, 那实快, 赖文抬手之间, 手袖下忽而弹射出去了什么东西。 轻微的痴痴声, 却让我眼皮狂跳。 在下一刻, 赖文便身轻如燕地从山石之后跃出, 他脚下轻点, 三两下就到了撕打的山猴和人群之中。 那白毛鬼, 原本还凶力无比地和庞江斗着, 转眼间, 赖文就到了镜前。 我密切注意着白毛鬼的反应, 因为我直觉到, 刚才赖文那动作, 必定是针对白毛鬼的。 可现在我还, 是没看清, 到底赖文射出去了什么东西。 庞江明显格外兴奋, 他虽然满脸是血, 但现在大开大合之间, 已经没有落下颓势。 反观白毛鬼, 他胸利不减, 可动作明显迟钝了不少。 赖先生, 你快躲起来, 这些个畜生东西, 我肯定都能收拾了。 庞江的声音中透着亢奋, 他又嘶哑着喉咙呵斥到, 都他娘的给我上劲, 弄死这群畜生东西。 下一刻, 他仰起手中的匕首, 朝着白毛鬼狠狠斩去。 白毛鬼躲避一下, 侧身窜上庞江尖头, 一脚踩着庞江的头顶, 身体猛地冲向了赖文。 赖文脸上, 竟是毫无惊惧之色, 甚至依旧是眉目含笑, 眼瞅着那白毛鬼, 就要靠近他的面门, 他豁而伸出食指, 轻飘飘地朝着白毛鬼点了过去。 本来凶狠无比的白毛鬼, 身体陡然一颤, 竟在充实之下失去了平衡, 喷的一声朝着地上坠去。 赖文手上的动作瞬间变得无比凌厉, 直接一把就抓住了白毛鬼的脖梗, 将他提在了手中。 他的一双桃花眼中, 历时暴射出两道寒芒, 不满地扫射了一眼庞江等人, 冷声呵斥道道, 庞江, 你们的动作可有点慢, 我不太满意。 庞江已经鲜血淋漓的脸, 疼得一下子胀得更红, 他直勾勾地盯着白毛鬼, 嘀吼道, 最凶的这个畜生被活捉了, 你们几个听见了没? 赖先生不满意? 谁下手不够狠, 老子回头活埋了谁? 雨霸的瞬间, 庞江猛地冲进猴群。 这时候, 山猴群躁动得也更加凶了起来, 分明是白毛鬼被抓, 也让他们发了狂。 一时之间又有人中招, 那人被一头山猴咬中了脖子, 鲜血四溅之下, 惨叫声更是穿透山林。 我旁边的八卿, 明显被这场面吓得不轻。 他的眼神之中, 满是抑制不住的惊恐之色。 通。 样, 我对这赖文的忌惮更是增长数倍。 他不知道用什么法子, 直接就抓了白毛鬼, 若是正常的话, 他这会儿应该让庞江等人聚拢在一起收手, 应该是逃, 而不是窜夺庞江他们去死斗, 甚至还击了庞江。 这显而易见, 恐怕赖文早就打算好了, 不只是要利用庞江他们 引出来山猴群白毛鬼, 更是要他们死。 顷客之间, 赖文就来到了山石之后, 这会儿明显有山猴要冲过来, 不过却被庞江拦住。 甚至在那头, 庞江还在低吼, 赖先生, 你先去安全的地方, 我们弄了这群畜生, 就来找你会合。 这也很明显, 庞江已然杀得上了头, 再加上酒劲和赖文的那骨子窜多, 他这会儿都不再被李治所支配了。 赖文余光扫过他们一眼, 再看向我, 嘴角轻微舔势了一下, 桃花眼中透着几分自得。 罗先生, 先去安全的地方, 这。 下会清静很多, 没人打扰我们了。 说话之间, 他还抬手示意, 甚至有种妖宫的感觉。 我没路声色, 直接点点头。 我这会儿要是不走, 没有意义, 甚至还可能在赖文面前 暴露了自己的目的。 低头瞥了一眼那白毛鬼, 这东西, 其实也挺棘手。 虽说除掉它, 是为民除害了, 但是关键的是, 我和赖文说, 白毛鬼居于大坟之中, 这实则上只是我的权益之计, 随口一说而已, 却没想到, 赖文真的毫发无伤地 抓到白毛鬼。 此时, 我脑中也在飞速推演 应该怎么再做, 再说。 八卿, 罗先生看中你, 你熟悉这儿, 可要好好带路, 领我们去安全之地。 赖文看着八卿, 这时, 八卿却看了一眼另一头, 我们之前拴着矮脚马的地方, 明显, 他眼中透着不安。 哦? 罗先生, 你们有什么重要东西在那里? 赖文问寻道, 没事的八卿, 尸体没了, 还能再找回来, 还有赖先生的人手在, 我们先退。 我沉声开口道, 八卿抿着嘴, 重重点头, 紧跟着他转过身, 说了句, 便领着我们朝着山石 另一侧的山顶跑去。 寂静的山林之中, 月光隐去, 此时已经到了黎明之前 最为漆黑的一刻。 这里的山势, 本就很难攀爬, 此刻光线又差, 我们得随时小心谨慎, 生趴一脚踏错, 就得滚下山林。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 我们三人终于上了山顶, 这里的光线稍微好了一些, 八卿却还是没停下, 继续带着我们跑。 不知不觉中, 天边已经泛起了一抹鱼赌白, 黎明将至。 在等八卿停下来的时候, 即便是如今的我, 也是气喘吁吁。 八卿胸口上下起伏, 不停地大口喘吸着。 赖文堂装胸前的扣子 基本上都崩开了, 他的发丝紧贴在额头上。 微微卷曲, 鹅脚也是汗水层层, 混合着他身上那股发甜的香水味, 变成了另一股迷迷的味道。 这会儿天已经开始蒙蒙亮了, 此刻我们所处的位置, 已经到了另一座山头上。 在这里, 山势更为陡峭, 陵墓稍微少了一些, 裂谷对面的山体也同样如此, 这种程度的陡峭, 别说挨脚马了, 人行走稍不注意, 都会出大事。 罗先生耐力很足, 体魄强健。 赖文捋了捋额头上的发丝, 桃花眼中水波流转, 笑意迎然, 说话的语气很是轻松。 再跑下去就不行了, 到时赖先生身藏不露, 风水先生有这么好的身手, 居然能不费吹灰之力的生情白毛鬼。 罗某人也当真是生平第一次见到。 我深呼吸了几次, 总算让呼吸平稳下来。 赖文依旧是满脸含笑, 轻声细语地说道, 没有罗先生想得那么神奇。 你看, 说话间, 赖文放下手中攥着的白毛鬼, 用脚踩着他的脖子。 这时候我才看见, 那泛黄的人皮上头, 插着一根很细的针管。 我一个弱女子, 跟着几个男人行走深山老林, 总需要一些防身的手段, 这是种特殊的麻药。 赖文伸手, 将那根针管拔了下来, 随手扔了, 又是一巴青拿绳子来将白毛鬼捆了。 我心头猛地抽出了一下, 就赖文刚才露出来那伸手。 那几个男人, 哪个能动得了他? 他伸手本就很厉害, 再加上这随身带着的麻药, 谁能防得住他? 这时候巴青的呼吸, 还是略有几分粗重, 他直勾勾地盯着白毛鬼, 伸手将其身上的人皮扒了下来, 进入我们视线之中的, 便是一只通体都是白毛的猴子, 他头上的毛, 已经老得掉得差不多了, 若是在深夜, 乍眼一看, 当真相是个人。 椭圆的脑袋, 前面拱起的嘴巴, 微微。 翻开的嘴皮下头, 是尖锐的獠牙。 巴青眼珠子都泛红了, 我一眼就看出来, 他这是忍不住心头的那骨子恨意, 毕竟这白毛鬼, 极有可能就是他的杀父仇人。 赖文忽然抬起手, 轻轻地按着巴青的肩膀, 说道, 巴青, 你可不要乱来哦, 这白毛鬼对罗先生和我有大用, 你们才要人恨这东西, 回头利用完了它, 交给你处置。 赖文语气柔和, 还有几分劝慰, 可我却晓得, 这女人的笑脸之下, 藏着一副毒如蛇蟹的心肠。 他看似在劝说巴青, 若是巴青不听话, 恐怕下一刻, 他就会动手杀人。 这会儿不晓得庞江他们怎么样了, 恐怕是两败俱伤,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活下来。 恐怕就算是死了, 庞江都猜不到, 赖文这样算计了他们。 这赖文精兵狡诈, 压根就不再和我提起。 庞江他们的情况了。 巴青拧着嘴, 闭了闭眼, 在睁眼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沉默了不少, 快速地用绳索将白毛鬼手脚死死地缠住, 最后还用一根绳子缠住了白毛鬼的嘴巴, 将绳子勒到他嘴巴里头, 确保即便是白毛鬼醒过来, 手脚做不了什么, 也和其余伤喉一样, 咬不断绳子。 他做完这些之后, 赖文满意地点点头。 再接着, 赖文才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说道, 罗先生, 是要这白毛鬼醒了之后, 想办法让他带路吗? 还是你有别的法子? 我一时间没有开口说话, 而是看着白毛鬼, 依旧在心头思量。 当然, 我不怕赖文这会儿怀疑什么, 我本就要想办法, 只会让赖文觉得, 我正在考虑找墓穴的方式。 现在略有棘手的是, 我没办法和赖文直接撕破脸, 动起手来变数更多。 他这身手, 我不确保自己能对付了他。 我干脆闭了闭眼, 同时心底做了决定, 找好油头, 白天先赶路, 到达大龙脉出问题的地方。 接着再想办法, 若是不能算计赖文, 就只能暗示杨青山帮忙了。 总归赖文身边没了那些人, 我们又抓了白毛鬼, 已经是胜券在握。 思绪至此, 我睁了眼, 盯着巴青手中的白毛鬼道, 办法自然很多, 我们也不可能让这畜生带路。 此前和赖先生见面, 我们也有所保留, 其实巴青和我差不多调查到了具体的位置所在, 等到了地方之后, 我便可以用阴阳先生的手段, 再配合上这白毛鬼, 找到坟营。 停顿片刻, 我继续说到放这畜生带路, 万一拉我们去同归于尽怎么办? 我与爸, 赖文也连连点头, 他丝毫没有怀疑, 眼中透着兴奋和好奇。 阴阳先生的手段, 是什么手段? 还有那坟营之中, 会有什么好物件? 我没有直接回答赖文了, 只是面露淡笑, 摇了摇头。 赖文眼中神色好奇更多, 他轻声道, 罗先生, 是我冒进了。 等你看过之后, 若是看得明白, 到时可以来一趟下元六十先命道场, 我可以给你讲解几分。 我再一次开口, 再看赖文, 故意眼中流露了一抹欣赏。 其实, 当我做出这副表情的时候, 心头更多的还是不是, 只不过, 这种方式能更好地让赖文没有怀疑。 果然, 赖文的眼中除了好奇之外, 还有一丝隐隐的兴奋。 他微微低头, 神情郑重地轻声道, 谢过罗先生。 八卿, 找个平坦的地方, 我们休息一会儿, 然后带路吧。 我不再和赖文说什么, 而是看向了八卿。 八卿点点头, 他眼中并没有露出什么疑惑, 虽说八卿粗广了一些, 但是他绝对不笨。 他将白毛鬼拴在腰间挂着, 便继续往前带路了。 差不多又走了一个多小时, 这山路崎岖陡峭, 我们才勉强找到一处能休息的地方。 这会儿蓄日东升, 朝回洒落, 临间鸟雀的沉鸣声不绝于耳。 经过连续不断地赶路, 我整个人都是疲惫的, 头有些隐隐作痛, 并且腹中更是空空。 此外, 其实我们还遇到一件麻烦事。 不只是我和八卿, 基本上是两手空空, 因为我们的东西都在登山包里头, 半夜睡觉不可能还挂着登山包, 而登山包都在挨脚马身上。 包括赖文, 他也只是身上挂了个小包裹, 明显那里头还不可能有什么水凉, 因为在赶路途中, 我听到了里头传来的碰撞声响, 这多半是赖文他们之前收获的一些东西。 大件的物品, 赖文不可能带在身上, 他能拿着的, 也绝对是价值不菲的珍惜物件。 此时我们休息的地方, 除了地势稍微平坦, 有树木遮阴, 便没有别的东西了。 除了疲惫之外, 便是空腹和口渴。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 体力稍微恢复了一些, 赖文眉头微皱, 看向八卿, 说道, 得找点水, 吃得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野兔之类的, 我还好, 罗先生这样颠簸不了太久。 在赖文说这番话的时候, 那白毛鬼也醒过来了。 他贼流的眼珠子, 透着冰冷和杀鸡, 瞟着我和赖文, 被勒着的嘴巴喝不上, 可他却没显得狼狈, 反倒是愈发的阴冷凶利。 八卿脸色也不好看, 他的嘴皮也略有干裂, 声音有些嘶哑地说道, 这一段山路是没水的, 得下到山脚。 而这处山脚的位置, 就接近罗先生要去的地方了, 还得一天的时间赶路, 只能先撑住, 我去找找看, 能不能抓些什么回来, 或者是摘点野果子。 与罢, 八卿就起了身。 赖文皱眉, 他看了我一眼, 说道, 罗先生, 我和八卿一起去, 你先稍稍休息一下。 这件事, 只是一个小插曲。 最后, 八卿找来了不少山里头水分充足的果子, 赖文更是弄回来一只野兔, 我们这一路上, 倒也没有多艰难。 一路上走走停停, 等到暮色临近的时候, 我们便又到了一处高山的山腰之处。 在这地方往前看, 最多百十米外的地方。 列谷就到了尽头, 这座山的山是蜿蜒辗转, 刚好绕过列谷尽头的位置, 封死了去路。 而在列谷之下, 还有一道裂痕。 这裂痕起码有十几米宽, 漆黑幽深, 斜着往下, 不知道身有急许。 多看几眼, 便更像是列谷到了尽头之后, 往下方的延展。 换句话说, 若看列谷是龙, 那山就是截断龙去路之山, 所以龙行地下。 至于列谷中那条河, 从另外半侧, 灌入那漆黑幽深的裂痕之中, 所以半个裂痕就像是半条小瀑布一般, 可水常年累月浇灌下去, 竟然都没填满。 我本能地摸出来的定罗盘, 都没有去看旁边的八青, 更没有看赖文。 所有的注意力, 都盯着那裂痕之上。 大龙脉之上, 有这么深一条裂痕, 常年累月的支龙水都难以灌满, 这下方是什么? 多大的空洞? 若是这裂痕导致前方的山体坍塌下来, 那真的是大龙脉被压断。 后果无法设想, 得让万万人来承受, 怕事都无法承受得住。 我盯着裂痕仔细观察了很久, 在等我抬起头来的时候, 又看了一遍周围的山体布局, 极力想要看出来, 这是一个类似于什么样的风水局。 我之前想的, 以水龙来填补大龙脉断练, 恐怕奏效的可能性, 已然很低了。 这裂痕常年累月都灌注不满, 水龙怕是没有功效。 并且, 这里的风水局是太过复杂, 两道山脉加着裂谷, 尽头又被一座龙龙山所阻断, 我一时之间都没分辨出来, 这到底是河风水局。 罗先生, 你在找木吗? 此刻, 赖文低声询问了一句, 我看看回过神来, 闭了闭眼, 说道, 找木, 同时也看看这里的风水, 这地方, 好古怪。 头半句话, 我一带而过, 后面那古怪两个字, 则是语气凝重了很多。 的确很古怪, 像是过山之龙, 又被龙脉压头, 过山龙入地, 强龙压龙, 可这有…… 不对, 这条过山龙, 可不是什么落龙, 东雾山脉裂谷, 本身也是大龙脉吧, 这龙龙山也是东雾山脉之一, 好似大龙脉本身之间起了冲突, 赖文的语气便没有那么确定, 说话都变得小心翼翼了不少。 与此同时, 他眼中更有几分期待, 难难道, 这地方风水奇特, 那墓穴绝对就更不普通, 但凡是能找出来, 罗先生我们这一行, 绝对会满载而归。 罗先生, 我越来越觉得, 你要找的地方, 和我说的那个大风水先生的陵墓, 是同一处了, 这或许就是祖师爷指引, 才让我们到了这里来。 话语到后面, 赖文的声音愈发地清脆响亮起来, 语气中透着振奋。 而赖文的话, 也让我心头一颤。 他明显是风水术不够精通, 所以说的这些, 底气都不足, 语气也有所切弱, 可他那一句冲突, 当真是我当局者迷。 这就像是一点硬面, 大龙脉之上的冲突, 也会成为导火索, 引动整体一代三壶龙脉的冲突。 想到这里, 我定了定神, 陈生说道, 要找坟, 没那么容易, 本身这地方的风水局, 绝不是如此的, 这里受了损坏, 想要禁坟, 必定是要分金巡龙, 龙脉本身又有冲突, 如何能寻到? 此时, 我已经没有多去想要怎么算计赖文了。 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做, 只能够在我这层面上, 简单地自圆其说, 若是赖文怀疑, 那便让他怀疑去, 若是他要坏事, 那就直接撕破脸皮, 此时龙脉的危险太重, 让杨青山直接动手, 那也无可厚非。 赖文眉头紧皱, 他眼中疑惑更多, 似是在分析思索。 毕竟他的风水术很弱, 我说的这些, 也足够让他推演很久了。 这时, 八卿忽然说道, 罗先生, 咱们会在这里待很久吗? 嗯。 我余光落在了八卿身上。 八卿压低了声音说道, 这地方咱们不能久留, 达成目的之后就得离开, 才要人祖祖辈辈还流传一句话, 裂骨尽头吃人蟒, 无底洞下勾魂音, 我怕, 此前八卿没说这些, 他忽然这一句话, 顿时让我心头一领, 这地方, 还有这些凶险。 不过赖文的面色明显冷了很多, 他淡默地看着八卿, 说道, 你不晓得罗先生是什么人物, 就莫要说这些丧气话, 畏首畏尾, 怎么能跟着罗先生办大事? 今天也是你的运气。 不管花多长时间, 我和罗先生都会找到这里的墓穴, 别说山里头的畜生东西, 这最凶的都在我们手里头了, 就算是钻出来两条毛, 我都能给抓了, 抽了胆给罗先生补身体, 罗先生本身就是阴阳先生, 还怕什么鬼鬼祟祟, 赖文一通说教之后, 让八卿安静一些, 想办法去周围弄些吃的来, 山鸡野兔也好, 果子野菜也罢, 不能让我饿了肚子。 八卿抿着嘴, 低头退开了, 赖文目光在落至我身上, 他眼中已然只剩下笑意。 罗先生, 我风水数弱, 许多听不大明白, 不过你讲的我是晓得了, 这地方风水有变, 你要将其复原, 我们才能通过正常的风水龙脉, 前往那座坟营, 对吧? 赖文调理清晰, 语速极快地说道, 我心头定了不少, 赖文这反应, 也让我减少了不少麻烦。 点点头, 我随口答了的对字, 赖文立刻就说, 若是有什么需要他做的事, 尽管吩咐, 他会全力配合我。 我的视线从赖文身上, 转至列骨之下, 思索了片刻, 又看向另一侧山体的位置。 列骨对面的山体那边, 有一道不小的瀑布灌下来, 刚好冰入列骨底部的河流之中。 这瀑布, 实际上就是那一处山脉之外的天欠江, 水流很大, 刚好从那里灌入列骨。 我要下去看看这裂缝有多深, 赖先生, 你在这里等我吧。 我直接开口说道。 裂缝之下, 听八清那话头, 是个无底洞, 从我肉眼看来也正是如此。 可我不觉得他会真的无底, 极大可能会因为他所说的那沟魂音, 让人不敢走到最底下去。 那些流淌了这么多年的植龙水, 肯定得有个去处, 不然的话, 那就太过可怕, 也不符合风水的常理。 我得下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诡异蹊跷之处, 让水流无法将其填满。 因为以水龙填补大龙脉, 这依旧是首选之法, 除此之外, 除非我有崩山之力, 能移山填坑, 否则就无回天之力, 只能看着龙脉在某一天被压断。 我让赖文在这里等我, 原因也很简单, 我进去之后, 就能单独将杨青山叫出来, 和杨青山伤。 依这地方的情况, 因为这会儿, 我也没看到什么地方, 适合安葬离娘。 思绪只是请客之间, 这时, 赖文却不自然地说道, 罗先生, 你一个人下去怕事不妥, 说来不怕你生气, 我看你的身手, 一般, 我风水术是弱了一些, 和你相比远远不够, 不过我这点身手, 还是能派上用场的, 况且那下头, 可不是一般的黑。 鬼鬼祟祟你不怕, 要是真有山芒, 真得需要警惕小心。 我眉头微皱, 正要想措辞。 说不得, 就只能让赖文跟下去, 直接让杨青山解决了他。 可偏偏就在这时, 忽然另一侧的山路上, 来了几个搀扶在一起, 晃晃悠悠走过来的人影。 乍一看是没看太清楚, 赖文的脸色却变了变, 他微眯着眼睛, 忽然小声说了句, 罗先生, 我手底下这几个人, 命倒是大, 我是觉得他们挺碍事, 没想到, 竟然还跟上来了。 此时, 那几个人, 已经靠近了不少了。 我自然也认了出来, 走在前头的, 不正是庞江吗? 他身后只剩下两个手下了, 迷彩服上头满是斑驳的血迹, 这会儿, 时间明显过去得有点久, 那些血迹, 已经变成了黑褐色。 庞江神色为敏, 那两个汉子, 也都是相差无几。 不过他们的身上, 竟然还背着背包。 死了一半。 我喃喃出声。 赖文的脸色冷了不少, 轻声说道, 罗先生, 让他们开路吧, 下去看看有什么问题。 我没接话了, 这些个盗墓贼手里头少不了人命, 有他们两个, 变数还更多, 毕竟他们手头有枪。 此时, 明显庞江等人也看到了我们, 他们在远处山路上, 立刻就招起手来, 甚至还有惊喜的大喊声。 赖文脸上的冷意, 也顿时烟消云散, 他笑叶如花, 清脆的声音中透着喜悦, 招呼庞江他们快过来。 此时夜, 木已经降临, 月色幽冷, 山也寂静。 月华洒落至山路上, 随着庞江几人的靠近, 我看清了他们脸上的表情, 他们的神色中满是振奋和惊喜。 我面色不变, 对待他们的态度依旧很冷淡, 但我却在心底暗叹, 亡命图竟也有真心相信的人, 他们真的忠于赖文, 不管是因为美色也好, 还是其他也罢。 只不过, 这也正应了那句话, 恶人自有恶人魔, 他们害人不浅, 赖文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主, 恐怕到死的那一刻, 他们才会晓得自己的忠心有多荒谬。 我对这些将死的亡命之徒并无同情, 这是他们杀人逞凶的报应。 很快, 庞江他们就到了境前, 三人都显得格外激动, 赖文满意地点点头, 说道, 做得不错, 不过, 只剩下你们三个了吗? 赖文话音之后段, 明显略有几分叹息。 庞江抿了抿嘴, 说道, 赖先生放心, 吃这碗饭。 我们哪一个都做好了回不去的打算。 顺子他被抠了眼珠子, 又咬了脖子, 当时没撑多久就死了。 你们抓了那当头的水尸鬼之后, 其他的猴子其实也就是乌合之众, 本来算不得什么, 只是没想到, 之后又窜出来几个猴子, 毛半白不白, 也是凶得厉害。 他这话, 顿时让我的面色也是微微一变。 还有白毛鬼。 不过, 瞬间我就分析过来, 半白不白的毛, 那就算不上真的白毛鬼。 同时, 我也有几分好奇, 他们是怎么逃出生天的。 按道理, 那会儿他们几个肯定是强弩之末, 不可能逆转局面才对。 赖文示意庞江继续说, 庞江拍了拍身后的登山包, 眼珠子也泛了红。 同样, 他身后两个穿着迷彩服的汉子, 身体也微微颤抖。 庞江这才声音沙哑地说道, 另外的老油, 还有铁枪, 他们背了两包炸药, 直接钻了猴子群里了。 那群山猴哪晓得啥是炸药, 看着老油和铁枪冲进去他们里头, 一个个发疯似的去咬, 当场他们就把老油和铁枪咬死了, 不过马上炸药就爆了, 那些畜生东西, 至少被炸死了上百只, 其他的全都被吓得跑了, 我们也就脱了险, 赶紧收拾了一些东西, 过来追你们。 雨霸, 庞江身体抖得厉害, 他眼珠子红得像是要低血。 赖文若有所思, 他也瞥了一眼庞江等人的背包, 轻声喃喃, 做得不错, 很好, 所有命丢在这里头的兄弟, 回头回去了, 我都会好好地对待齐家人, 不会让他们孤寡的。 庞江咧嘴笑了笑, 赖先生, 大家都信得过, 等赖先生这茶事办完了, 回头我们出山添置点装备, 回来我非得把这东吾山的山猴一锅端了, 给兄弟们报仇。 好。 赖文清脆地应了一声, 继续说道, 这件事。 而我来主导, 罗先生也会帮忙, 他可是下园六十仙命道场来的人物, 那主导的是风水界赫赫有名的看余大师, 随随便便一句话, 都能弄来一批风水师, 这山里头的猴子一个都跑不掉。 很明显, 赖文这话就是在继续收买人心了。 这话在庞江这些操人面前, 明显也很受用, 他们三人一个个振奋地不行, 精神状态都好了不少。 紧跟着, 赖文又轻声说了句, 不过这会儿, 庞江你们还歇不了, 刚才我和罗先生正愁着没了你们, 事情不好办, 我们要找的大木就在这附近, 还需要做不少事才能把木点出来。 庞江立马拍了拍胸口, 语气都变得正中不少, 放心吧, 赖先生、罗先生, 这点小伤都算不得啥, 不用歇歇, 有木不开, 有钱不赚, 简直是天诛地面, 有啥事, 尽管交代给我们。 赖文正要开口, 我目光却全部都落在了庞江等人的背包上, 此时我心跳都加快了不少, 其实这段时间以来, 我整个人的心境都很难被拨动, 看过背包之余, 我目光又看向了对面那山脉之上的瀑布。 罗先生, 赖文察觉到了我眼神的变化, 他便没有立刻开口了, 投以我询问的目光。 还有炸药吗? 我直接开口问道。 有。 庞江点点头, 我微眯着眼睛, 伸手指了指对面瀑布, 说道, 那地方, 能炸开吗? 我这话音刚落, 庞江就变了脸色, 摇了摇头, 哪能炸一座山, 炸药数量不是特别多了, 估摸着炸出一个大洞是没问题。 低头, 我脑中迅速地推演, 思索。 我现在不能彻底断定 用水龙填干龙的方式有用, 可若是有用的情况下, 单纯用风水局去撼动山势, 引水龙过来, 没。 那么容易。 能炸开一部分山体, 这就是有弱神柱。 并且, 我分析了对面山脉的薄弱处, 并不需要能撼动一山分量的炸药, 只需要在薄弱点引爆, 将那一处的整体风水破坏掉, 山自然拦不住天嵌江的水。 很快, 我便分析清楚, 开口说道, 赖先生, 庞江他们能帮上的忙, 要比想象的更大, 你也是。 你不要跟我下去啊, 就在这里, 先让庞江他们休息, 你也分析一下, 在对面哪引爆何事? 能让瀑布后面的天嵌江溢水过来, 我一个人下去即可。 你大可放心, 因杨先生自有其保命的手段。 我已经晓得, 那位置应该是什么地方。 不过, 我故意不告诉赖文, 赖文也被我的话惊住了。 沉默片刻之后, 赖文正重点头, 眼神之中更是透出敬佩。 这会儿, 巴青也回来了。 他手, 头提着几只野兔和一兜野果子, 额头上汗水不少, 一看就是花了不少力气, 才弄到这些食物。 赖文立刻指挥庞江等人, 帮着巴青收拾这几只兔子, 要先烤来吃了, 然后再行动。 人手多, 这小事做得就快。 也就个把小时之后, 我们都吃饱了肚子, 我的精神也更好了一些。 赖文倒是没再多说什么, 庞江很小心地问我们啥时候动手。 巴青向我投来疑惑问询的目光。 我面色不变, 颇有深意地看着巴青, 然后说道, 最后安排一件事, 我就要动身, 巴青。 你现在从这里动身离开, 去找到我安排进山的刘克, 他东西收集得差不多了。 当然, 我只是说到这里, 便不再多说别的。 巴青的脸上流露出不安和愕然的神情。 明显, 巴青有些按捺不住情绪, 而且他一时肯定没弄懂我的意思。 他很快收敛了神色, 等我接着说。 同样, 赖文几人也看向了我, 赖文反倒是有些惊讶地问我, 还有别的不止。 我点点头说道, 这龙脉不简单, 所以我在一个关键的地方, 也安排了人手收集东西。 那些都是证物, 放置到合适的地方, 就会有大用, 会保证我们这里安全。 巴青, 木耀耽搁了, 赶紧去, 我神色更正重。 巴青拧着嘴, 正正地看了我几秒钟, 又低头看了一眼裂骨下方, 两久不在言语。 赖文等人也是若有所思的表情。 突然, 赖文开口说了句, 放心, 罗先生是让你办正事, 不是说到了地方就撇开你, 你办事牢靠, 我也看在眼里头, 你的那份少不了, 赶紧去, 莫要耽误了紧要的。 他同样还给庞江使了一个眼色, 庞江马上就在身上摸索, 一会儿他就摸出来个欲吊坠, 塞到巴青手里头。 庞江声音粗犷地说道, 跟了先生办事, 就要足够信任, 你跟着罗先生, 罗先生让你办这么重要的事, 就是对你信任的体现, 这东西也值不少钱, 你先拿着, 事情一定要办妥妥, 罗先生肯定还要赏你。 不过, 你也要仔细着, 要是办不妥, 耽误了大事, 回头我们的规矩, 就是妻儿老小, 一个都拉不下。 晓得了不, 庞江这话, 是顺着赖文和我的态度, 不过他前半截是劝导, 后半截就是威胁了。 当然, 在赖文眼中, 我说的话是真实的, 他们真的以为我准备了证悟。 可实际上在我这里, 我是真的要将八卿之走。 这地方即将出现的危险, 八卿是承受不住的。 这些盗墓贼怎么死, 我不关心, 现在是利用他们。 八卿留在这里, 怕是九死一生。 并且很明显, 八卿刚才那神色, 已然是看出来我的意思了。 东西拿着, 话都听好了, 我和你说的, 你也记清楚了, 还有, 多的, 不要和刘克讲, 要是他不老实。 我做了个掐喉的动作。 当然, 这也只是言语之上, 给赖文等人的作秀, 八卿自然也更清楚。 他抿着嘴, 见。 过了旁江递给他的玉吊坠, 重重地点点头说道, 罗先生, 千万注意安全。 要是实在不行, 出来再找机会, 裂骨镜头吃人蟒, 无底洞下勾魂音, 老祖宗的话肯定有道理的, 你千万别冲动。 八卿又低声说了一遍, 这会儿我才注意到, 八卿的额头微微有所凹陷, 似是开裂, 却没有开裂的样子。 额头有黑气, 颧骨两侧有黑气, 人中却是轻气缭绕。 赶紧去, 不要婆婆骂骂。 我又低声呵斥了一声。 八卿这才转过身, 快速地朝着山路另一侧, 离开这里的方向跑去。 我重重地吐了口啄气。 刚才八卿那副样子, 就是出了死相。 这地方的确凶险。 因为不只是八卿, 就连庞江等人的面相, 也是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些死相。 当然, 庞青等人的要严重得多, 一来是我没想着保住他们, 二来便是赖文, 也在算计着准备随时要了他们的命。 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有些心计。 而就在这时, 庞江忽然疑。 温一声, 说道, 这是什么? 他弯腰捡起来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块银色的怀表。 这怀表格外眼熟, 不正是八卿的吗? 啪哒的轻响, 怀表被打开, 庞江舔了舔嘴角, 说道, 哦, 有老婆孩子, 这娃娃长得和八卿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接着他看向我, 笑呵呵地说道, 罗先生你也放心, 我们第一查跟着赖先生的时候, 也差不多他那样, 有钱能使鬼推磨, 他肯定干得好, 要是他不老实, 出去了, 我就料理了他全家。 说话间, 庞江就合上了那怀表。 我倒是没多说别的了。 只不过, 那骨子心急的感觉, 说不出是来自于何处, 脑袋里头却莫名冒出八卿看怀表的那场景。 我强行将这感觉压下, 本能是觉得八卿会出事。 不过, 现在已经将他支走, 应该是没事了。 定了定心神, 我开口告诉莱文, 让他们休息着, 他也要想好对面山脉安放炸药的地方, 还有等会儿有必要, 我会让他们从这里过去, 到对面去安炸药, 他们。 也得想好怎么过下面的河。 莱文点点头, 让我放心, 他肯定办事靠谱。 停顿了片刻, 我又看了一眼被八卿捆在一棵大树下的白毛鬼, 让他们注意别让七跑了。 我整理了一下登山服, 又将铜箱的袋子仔细背好, 看了看下方的山路, 开始毫不犹豫地往下而去。 莱文几人谨慎地把白毛鬼从树上解下来, 七手八脚地将其牢牢地绑在了旁江腰头, 也跟着我一同往山下走去。 一直从山腰到了裂谷底部, 他们才停下来没有继续跟着我往前。 这裂谷地下, 一半是干涸的, 另外一半才是流水之处。 约莫在前方三四十米外的地方, 便是那深不见底的裂缝, 也就是巴青口中的无底洞。 莱文领着旁江等人在看另一侧的瀑布和山脉, 我则是静止朝着裂缝那头走去。 月光悠悠, 我耳边却莫名地听到了凄厉的猴子滋滋声, 其中还夹杂着一种若隐若现, 无法形容的声音。 这声音似乎像是婴儿的啼哭, 从前方的裂谷隐约传出。 我脚下的速度并不快, 随着走到裂谷更深处, 距离裂缝越来越近了, 猴子的滋滋声反倒是小了不少。 我大概能推断出来, 应该是还有山猴群跟着旁江等人来到了我们附近, 因为白毛鬼还是被抓着, 所以他们才这样惨叫。 至于这裂缝, 不只是能让采药人不敢靠近, 那危险若是真, 这些胆子并不是很大的山猴, 也更是不可能到近前。 只是那若隐若现的婴儿啼哭, 倒是变得更清晰了。 夜空寂寥, 月色清冷, 当我抬头看天的时候, 却发现天上的星象模糊不清, 原本我并没有发现山中有雾, 现在自山腰的位置, 雾气鸟鸟升起, 朦朦隆隆, 遮住了大部分的视线。 看不了星象, 便无法用藏隐观山, 这地方风水很怪异, 本身我的风水术也要打折扣。 不多时, 我已经走到了裂缝边缘。 裂缝并不是垂直往下的, 而是斜着像是一个大坡, 并且本身坡度也不大, 至少我下脚走了两步, 走得算是稳当。 整条裂缝约末也有三四十米的横径, 其中被之龙水灌入的部分, 差不多占据了四分之一, 约末八九米的宽度。 水流湍急, 轰隆的水声响彻不断, 还有大量的水气扑面来, 裂鼓晚上, 气温本来就低, 这会儿就更为悠冷, 而那婴儿啼哭声, 此时反倒是消失不见了。 这就令我疑惑, 刚才那声音, 是从这裂缝下头来的, 还是那东西, 在裂缝入口之处。 若是在入口处, 我就得提防等会儿身后有东西, 或者是旁疆它们的安全。 要是那声音来自于裂缝下方, 那这就可怕了, 得需要多大的穿透力, 才能够压过了那些水声传到外面。 此外我进来了, 那声音就停止, 那东西也绝不简单。 思绪之间, 我依旧保持紧。 T, 顺着裂缝往下走。 暴露在外的裂缝口子, 在我斜着往下走之后, 就逐渐消失在我视线之中。 进入裂缝的距离越长, 光线就变得越发灰暗了。 不过这地方并没有彻底黑暗, 边缘的岩石似乎有一些荧光的材质, 这也打消了我从铜箱里头拿荧光棒的念头。 我装在铜箱里的荧光棒不多, 得在关键的时候用。 裂缝的入口彻底被我甩在了身后, 我抬头往上看, 约抹三四米高的岩石顶, 因为湿气的原因凝结了不少的水珠。 这裂缝就像是一个溶洞一样, 依旧还是斜着往下, 我下来起码已经有三四十米, 还远远没到尽头, 旁边的水流虽然依旧湍急, 但是却没有那么大的声响了。 本来的支龙水到了现在, 已然是成了另一种地下阴龙水的存在。 水流声不再杂乱, 与周遭的环境融为一体, 除了这蝉。 蝉的水声万类寂静。 寂静的, 我本打算现在就叫杨青山出来。 但当我生起这个念头, 正欲张口出声的时候, 身旁便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 黯淡的光线之下, 一个高大的身影向我走来。 转瞬之间, 杨青山背着一口薄冠, 已然走在了我的身侧, 与我并肩同行。 青山前辈。 我微微松了口气, 恭敬地喊道。 猎骨镜头吃人蟒, 无底洞下钩魂音。 大龙迈出了猎系, 好端端的风水宝地 也会出现凶恶之物。 杨青山声音平静, 但他的眉心却有几分欲结, 不知道是为何。 这两样东西不管在胸, 都算不上大案, 我打算用干龙水填补裂缝, 可这无底洞, 经过这只龙水这么多年的灌注, 竟然都没满, 这里面定然有问题, 我谨慎地开口说道。 神情也更为凝重。 杨青山轻轻摇头, 说道, 这只龙水, 或也是风水本身的自救, 猎系出现之后, 水流灌入, 山龙入地, 当头顶之山倾斜越多, 这条只龙缠绕的地龙, 就要撑不住了, 干龙水必定有用, 但若是依旧像是只龙水这样, 无法将其填满, 那也只是相当于, 我们让这条地龙多了一些苟延残喘的时间, 大龙脉多了一些时间, 但迟早有一天, 山还是会倒, 龙脉还是会断。 杨青山这话, 也让我对此地风水理解得更深了几分。 停顿了片刻, 杨青山继续说道, 下去看看, 不走到底, 就不知道为什么水田不满这里, 这应该只有两个可能。 我深吸了一口气, 陈生说道, 我推断, 有一个可能, 就是地龙水通过其他方式, 返流至山中和地下更深的地方, 但另一个可能呢? 底部有外泄之处, 将水全部泄走了。 杨青山平静地达道, 他继续跟着我往前走了几步之后, 又说道, 见到之后, 便有对策了。 这时候我才发现, 我们所走的位置变得平坦了一些, 坡度没有那么大了。 旁边的水流也变得静谧了很多, 声音更小。 但水面微微波动着, 像是有什么东西匍匐在其中, 我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冷意, 正不断从四周袭来。 水里头, 有东西。 我盯着水面看了一会儿, 又用余光看了一眼杨青山。 杨青山的神色依旧是古井无波, 可他的感官必定比我要仔细地多, 我都察觉到了水里头有东西, 他肯定也有所察觉。 他没动, 就代表这东西, 威胁性不够大。 我心头疑惑更多, 恰在此时, 杨青山突然说到, 物极通灵, 山石九四人, 曹芒也是如此, 根系四人, 形体四人, 灵智四人, 凶恶之物也不愚蠢, 他不想死。 杨青山这段话并不是那么深奥, 也让我听了个仔细明白。 他这意思简单, 水中的东西凶, 却不敢出来。 实则上, 我又很快得出一个结论, 那东西怕的不是我, 而是杨青山。 若是换成只有我一个人走到这个位置, 恐怕已经要领教那东西, 到底多恐怖了。 我们已经沿着裂缝向下, 又走了近两百米左右, 随着我们往下走得越深, 坡度越平缓, 但始终还是保持着一定的斜度。 我们沿着这个斜度, 应该已经走了小半个裂谷的深度。 不过这还不算是地底很深, 至少在这东吾山脉之外, 或许会有地势更低的地方。 在这段路途中, 我看到了在山壁边缘更为狭小缝隙的地方, 有一些海谷, 其中有一些人的头谷, 同样也有动物的。 甚至还有一些登山包和衣物, 足以见得这些年葬身此地的人不少。 忽耳, 耳边又听到了轰隆的声响, 这些便都是水声了, 就好像那些水流又流去了别的地方, 造成了断崖式的流逝。 我和杨青山走, 算走到了裂系的最深处, 或者说是这里的尽头。 漆黑的岩石, 边缘齐刷刷地断开, 水流完全灌注其中。 因为光线太暗, 看不清下方到底是什么。 不过杨青山却皱眉低头, 若有所思。 现在这视线问题能困扰我, 却明显没给杨青山造成困扰。 这时我才从铜箱里取出了荧光棒, 我拿出来的不只是一根, 而是一把十几根, 我将其拧在一起, 又用绳子捆起来, 待荧光棒发亮之后, 因为数量足够多, 光线便足够明亮。 但荧光棒能散发出去的光源, 始终还是不够远。 青山前辈, 麻烦您将这款荧光棒扎在下面某个位置, 让我也看看情况。 我一边说着, 一边将荧光棒递向杨青山。 他轻拂了一下袖口, 一柄黑漆漆的桃木剑已燃到了他的掌中。 咔嚓! 一声轻响, 我手上的荧光棒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而我们面前岩石断裂处的下方, 大约七八米远的地方, 瞬间有了一束光运。 我赶盲顺。 这光源定睛细看, 发现这一段断裂处的下方也就十余米深, 而在另一端的山壁之上, 还有一个幽深的洞, 是无踪。 很明显, 这洞的存在直接打消了我之前所猜测的 水会完全以地龙水的形式流回东吾山脉的可能性。 现在看来, 一切正如杨青山所说, 水是从另一个口子泄掉了。 之所以支龙水不够, 就是因为这个口子的大小, 刚好超过了支龙水流淌的水流量, 所有的水都没有留在山内。 看来所谓的无底洞勾魂音中的无底洞也并不是无底, 民间有这样的说法, 恐怕是因为这沿途的危险, 没有人能真正走到这最深处, 它们或是半路折返, 或是在途中死于非命。 我约莫估算了一下距离, 在我们走到全程三分之二的时候, 四周出现的海骨最多, 到了这里, 就完全没有任何活物活动过的迹象。 我飞速地分析推演后, 说道, 水龙补干龙的方式, 可。 行, 不过是不是最好将这个洞给封死? 让水彻底填满这个地方, 再填入裂骨之内? 淹没掉整条裂骨, 再从裂骨口流返, 和天茜江汇合在一起吗? 杨青山反问道, 我点点头, 说道, 没错。 杨青山忽然说道, 你有没有想过一点, 水流太高, 会有什么后果? 我思索片刻后答道, 整条裂骨会消失, 之前谷底有一半是路, 但如果变成全部是水, 而且水流很凶, 这裂骨景点就不可能存在了。 还有呢? 杨青山继续问道, 还有, 我皱眉, 再多做思索, 整个人都是一江, 顿时不再言语。 杨青山摇摇头继续道, 东雾山旁边的村落, 地势低缓的地方, 全部都会被淹没, 说不上名不聊生, 但也是会突发水灾, 让很多人承受这苦难, 你的方式很直接果断, 可不能那样做。 我, 刚开口, 我便又闭口了, 看着那个十余米宽, 却不知深多少, 去何处的洞, 久久不能言语。 半晌之后, 我闭了闭眼, 声音沙哑地继续道, 若是不毒死, 万一水量不够外溢, 还是让这裂缝存在, 那祸患依旧, 甚至这地方的龙脉混乱, 还要加上引入的一条天欠江水龙, 恐怕大龙脉会加速崩塌。 只是说完这句话, 我心头也像是压上了一块巨石, 还有时间去疏散一些人群吗? 我哑声问道。 杨青山并未回答我, 只是沉默地摇了摇头。 忽然间, 头顶的岩壁似乎颤动了一下。 这颤动很轻微, 可却也让我头皮发麻, 心头猛地一阵心计和落空感同时袭来。 杨青山忽然看向我, 与其依旧平静地说道, 我要先下去看看情况, 咱们再做打算。 雨霸, 杨青山放下背上李阴阳的棺材, 纵身一跃, 直接下了那断层的洞口, 消失在黑暗之中。 我走到李阴阳的棺材旁, 单手按着棺材, 警惕地注意着周围。 的变化, 因为李阴阳的尸身关系太大, 绝不能在这里出现什么意外。 当我将目光再次一到杨青山钻入的洞口时, 时间在我的感官之中, 似乎变得极度缓慢。 我的脑中始终没有停止推演, 一直在思考是否还有别的更好的法子, 只是一时间却没有想到任何可能。 还是得等杨青山出来之后, 了解了下面的情况, 才可能知道怎么做下一步的决定。 在这等待之中, 忽然间我听到了轻微的声响。 这声音像是脚步声, 很轻微, 就像是人小心翼翼点着脚尖走路, 可脚上又有太多的水渍, 以至于那声音无法掩盖掉。 我猛地扭过头去, 看向身后。 结果, 我身后却空无一人。 光线虽然晦暗, 可有荧光棒的余光, 还是能看到不少区域, 况且人的第六感很强, 阴阳先生更是如此。 身后的确是没人。 刚才, 那脚步声也消失不见了。 我眉头紧皱, 心头更是疑惑不已, 一只手按着棺材, 另一只手, 已然抽出了铜箱旁边压着的炸鬼刀。 这地方绝不能大意, 刚才那声音也不是作假, 我更不可能唤听, 只能说, 那东西躲过了我的视线。 忽而, 一道破空声响起, 我反应过来的第一时间, 就是要猛地回头, 可肩膀却被一只冰冷的大手按住。 有什么反应吗? 杨青山清冷的声音, 传入我的耳中。 我这才稍微松了半口气, 转过身, 抬头看向杨青山。 会暗的光线下, 我发现他的青灰色道袍上有不少水渍和尸痕, 但他的神色依旧平静如常, 没有任何变化。 我平复了一下心绪后, 马上告诉了他我刚刚听到的脚步声。 杨青山警惕地看了看四周之后, 并没有开口说话。 我便又追问他在下面看到的情况如何, 能否 有其他解决这龙脉之危的方式。 杨青山摇了摇头, 但片刻之后又点了点头。 我抑制不住自己心头的疑惑, 问杨青山是什么意思? 杨青山这才告诉我, 这栋延伸很长一段距离之后, 直接贯穿了这整座山的山体, 在山体的另一侧出口, 形成了一条小瀑布。 这里的水填不满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水直接呈瀑布泄了出去。 停顿了一下, 杨青山继续说道, 如果我们引天欠江的甘龙水进这裂缝之中, 只要水量足够大, 就肯定能填满这整个裂缝, 虽然有一部分水的确会通过那个洞排泄出去, 但以那个洞的大小, 应该不会将水全部泄空, 我们的确有一定的概率, 让这座山的空隙被填满。 我面色微变, 瞳孔也紧缩了起来, 一时之间却下不了决定了。 因为这失败的话, 我们就没机会了。 万一天欠江的甘龙水流布, 够大, 或者出现什么意外, 无法完全填满这山中裂缉, 我们也没有了再封死这底部洞口的可能。 大量涌入的甘龙水, 极有可能会将这洞口彻底挤破, 山体当即就会崩塌。 思绪至此, 我抿着嘴摇了摇头, 说道, 青山前辈不够稳妥。 杨青山沉默不言。 我这时才回想起柳三元对杨阳青山的评价, 一腔浩然正气, 悲悯天下, 拯救世人。 甚至于他这冒险之大, 但凡是失败, 他也无法到那个风水地。 他这几十年的追求都会化作泡影。 可再往更深处去想, 几十人, 几百人的安危和大龙脉的安危, 孰轻孰众。 在人命之前, 这决定与我而言, 也同样是太过艰难。 因为一旦做出决定, 即便是我们成功救了这大龙脉, 可我的身上, 也会在背负上承受不起的业债。 这债的报应, 怕是足够, 让我不得好死。 我沉默了许久。 在这期间, 杨青山也是闭口不言。 我也不知道自己想了多久, 再一次将目光落至杨青山身上的时候, 我神色和态度坚决了很多。 杨青山的眉头微微皱起, 还是没出声。 我知道用人命去牺牲, 这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决定。 我沙哑着声音开口, 可用大龙脉的存亡去赌, 百条命或是千条命去赌一袋三胡的龙脉安危。 这更错, 只是说明我们的风水术还不够, 还不能妥善地处理好这里的问题。 话语至此, 我嘴角露出苦涩的笑容。 杨青山正要开口, 我却将其话打断, 轻叹了一声说道, 人死灯灭, 前尘事, 前尘了。 青山前辈, 这个决定, 不应该你来做了。 杨青山皱起的眉头舒展开来, 他在看我的目光, 深邃了很多。 他忽然说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也知道这个后果, 直播。 过罗十六, 那样的话, 你不会有好下场, 必定不得好死。 你很苦命。 杨青山的话, 让我整个人一震, 心头更是微微一颤。 他话音未停, 摇了摇头继续道, 任何事都有风险, 这件事情的风险更大。 我这一生少有私心, 不曾想在这个时段, 竟然落在了你的身上, 倒是你, 口口声声一直都是怕死, 现在你却不怕了。 我沉默了片刻, 才再次开口, 青山前辈, 多谢。 只是大师大飞之前, 人也总有畏惧心, 私心保命, 我的确会有。 可若是因为这个私心, 不想不愿意背负这业债, 而让更多人承受风险, 我不敢, 也做不到。 或许吧, 世道已经变了, 往来一些年, 一场水灾会死不少人, 近来这些年, 已经好了很多,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或许也能让人有些警醒, 其余的便看命。 杨青山继续开口说道, 只是罗十六, 你。 背负的会是最多的, 以后莫要因为今日的决定, 走上偏路。 他再次深深地看着我。 我深吸了一口气, 郑重地说道, 绝无那个可能, 我和柳道长聊过数次, 若是我走偏了, 他恐怕便将我斩于剑下。 说完最后这句话, 我脸上也有了几分苦中作乐的笑容。 杨青山的神色反倒是更为凝重了。 他点了点头说道, 上去吧, 不过你要背着李阴阳的棺木, 我要先封死这里, 并且还需要做一些准备, 或许能经退一些人, 至少让人有个警醒。 杨青山的话, 令我心头微挑。 当然, 让我背着李阴阳的棺材, 会更稳妥一些, 他在裂缝深处风洞口, 万一有什么山内的小塌方, 的确容易出问题。 让我心跳加速的, 是他说的这警醒, 他已经说了两次了。 是什么警醒? 能让裂骨之外的人离开。 杨青山瞥了一眼李阴阳的棺木, 再次用眼神示意我背上。 我毫不犹豫, 直接将其背在了背上。 保管的材质很轻, 棺内李阴阳的尸体也不重, 但是与我来说, 丝毫不算轻巧。 我闷哼了一声, 不过也稳稳当当地背好了棺材。 不要让外面那些人动到棺木, 你做好安排, 推延好引干龙水下来之后, 整体风水局地改变。 或许可以选到一个很好的位置, 准备让李阴阳葬身那处。 大龙脉之上, 脚踏天嵌江干龙, 水龙过山, 常年的生气龙气冲刷, 或许这也是李阴阳的契机。 杨青山再次说道, 我若有所思, 同时也点点头, 杨青山这说的的确没错。 此外还有一个好处, 便是刚形成的风水局, 其实还不够稳固, 若是有一大失落定, 也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这于风水本身, 以及李阴阳来说都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同样, 这大风水之地, 也足够落葬李阴阳这地向堪于的27代传人, 更有生气冲刷掉恶施气息的可能, 若干年后, 若是恶施能转变为善施, 他也就得以安息了。 我也叮嘱了杨青山注意安全之后, 这才扛着棺材往上走。 林亮, 身后还传来杨青山的话语, 让我等会儿若是看见, 遇见什么东西, 不用惊慌, 安安稳稳出去即可。 他这话让我心底有几分揣测, 不过这会儿我却没心思再多想, 很仔细注意脚下平稳, 继续朝着裂缝外走去。 我们下来, 估摸走了几百米, 回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刚开始其实还好, 坡度很缓, 可当我走到坡度开始格外倾斜位置的时候, 才领略到了背着一口棺材爬坡的艰难。 基本上走几十米, 我就得停下歇口气。 而走着走着的时候, 忽然我就听到了水花冲撞的声音, 同时还有凄厉的婴儿啼哭声在耳边炸响。 这水花声就像是有什么东西逆流往上, 浇灌下来的枝龙水与其冲撞之后发出来的声响。 而那啼哭声则是越来越逼近, 甚至于整个裂缝之内全都是那哭声再回信号信号。 我反应过来的瞬间, 猛地回过头去, 朝着水流那边看去。 会暗的光线之下, 我勉强能看到很下方下游的位置, 似乎有一道阴影在水中穿梭往上。 冲撞声还有啼哭声都来自那处。 本能的反应是心惊, 我以更快的速度摸出来了几根荧光棒, 飞速甩亮之后朝着我身侧的方向快速扔去。 之所以我没往那东西身上扔, 原因很简单, 它的速度太快。 我扔过去, 它已经不在原地了。 下一刻, 刚好是荧光棒落下的位置, 水花忽而飞溅起来。 此时我却什么都看不见, 因为那东西没入了水下, 甚至于连哭声都消失了。 我? 能看见的只是在水花冲撞的最凶之后, 水下似乎还有一大片的阴影跟着往上。 我不晓得额头上的是汗水, 还是刚才建设起来的水花。 瞳孔紧缩, 我强压着狂跳着的心脏, 刚才的那几分揣测也彻底被印证。 杨青山所说的警醒, 竟然是将这今年以来, 让土著的采药人和周围村民恐惧的吃人蟒, 驱赶了出来。 那吃人蟒发出的叫声, 就是勾魂音。 猎骨尽头吃人蟒, 无底洞下勾魂音, 说的是一样东西。 我总觉得, 恐怕没那么简单。 我脚下的速度快了不少, 卯足了劲儿往外走。 因为, 我怕外头出事。 杨青山赶出来这东西, 目的很简单, 通过他来吓退猎骨之外的那些村民住户, 尚且看八亲的儿子说了一句, 白毛鬼都被家里头的老人打得不轻, 要是真有人看见了这些东西, 肯定会吓走不少人。 只不过现, 在裂缝外头的庞江等人都是不要命的狠人, 万一出现意外, 就会弄巧成拙。 最后的百多米, 一鼓作气之下, 我反倒是没休息, 一路背着薄冠从裂缝之中爬了出去。 山风幽冷, 吹拂在身上, 让我打了个寒劲。 额头上轻惊狂跳, 我目光飞速地朝着前方扫过, 却发现, 裂谷底部只剩下一人, 此人不正是赖文吗? 他神色匆匆, 迅速地朝着我跑过来。 我也远离了裂缝, 往前走了几步, 目光同样扫过旁边的河。 这会儿河面正常, 除了湍急的水流, 已然看不见他物。 随着赖文靠近我, 他的神色从金具明显舒缓, 过来不少。 还好, 还好罗先生你没出事, 刚才冲出来的东西, 太恐怖。 赖文的语气, 不过紧跟着, 他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背后, 脸上先是略过金色, 下一刻眼中便闪过金光。 罗? 先生, 这是什么棺材? 你竟然直接背上来了? 此刻赖文眼中的金光 已然隐去, 再流露出来的是几分敬佩。 他喃喃道, 刚才那两样东西, 难道是被罗先生你赶出来的? 两样? 我眉头正欲皱起, 但下意识地 便回避了这动作, 迅速地眯上了眼睛。 我脑中快速思索着, 但面色依旧不变, 沉声说道, 除了那痴人蟒, 另一个东西一起跟出来了, 对吧? 两样东西, 除了痴人蟒之外, 必定就是勾魂因, 蟒我大概看见了影子, 另一样却没打上照面。 赖文立即点了点头, 他心有余悸地说道, 很凶, 他们逃得很快, 那蟒太大, 那你也生得奇大无比, 紧贴在蟒身上, 太诡异了, 罗先生, 你是怎么对付他们的? 明显, 赖文眼中的敬佩和好奇更多。 我停顿了片刻, 神色舒展了两分, 借用了杨青山那句话。 说道, 物极通灵, 他们怕死。 赖文神色正了一下, 他似是在思索, 没有立刻回答了。 我目光下意识地看向了另一侧的山脉之上。 此时那地方正有强烈的一点光束, 朝着我们这边照射过来, 但距离太远, 即便是光束很厉害, 也没有刺目的感觉。 不过, 我也勉强看清, 在那山脉某个位置上, 正有一个人影朝着我们这边挥手。 紧跟着, 又是另外两个位置, 有光束亮起。 距离太远, 我倒是看不清哪个方位是哪个人了。 这时赖文才抬头同样看了过去, 他才立刻开口道, 罗先生, 你一直没出来, 我怕耽误你时间, 并且也推算出来了薄弱点可以安置炸药的几个地方, 我和旁将他们配合的还算久。 你看我选的这三个位置, 哪一个是正确的, 我可以通过手势让他们集合过去, 若是不对, 我就上去一趟, 能节约不少时间。 听完了赖文解释, 我点了点头。 对于风水师来说, 在山脉之上寻找一处薄弱点, 的确是不难。 赖文找了三个位置, 我促看山巷之后, 很快就确定了其中一个方位是最合适的, 多看了几眼, 从身形上我就分辨出来, 那地方站着的是庞江。 我马上告诉赖文, 就用庞江现在站的位置。 赖文立刻对着那三人打出了手势, 另外的两个人迅速朝着庞江所在之处靠拢了过去。 不要立即引爆, 还需要等。 我慎重地开口说道, 雨霸, 我回过头, 目光落向了裂缝的位置, 全神贯注地看着那里。 放心吧罗先生, 按照你的吩咐来, 你点头可以了, 我才会给庞江信号。 赖文轻声回答, 我的余光注意到, 赖文的目光更多地还是落在李银阳的薄关之上。 下一刻, 赖文便开了口, 他明显没有抑制住自己的好奇, 说道, 罗先生, 这口棺材是被那两样东西守着的。 里头是什么? 这棺材。 不能动, 等会引爆山体, 让天千江的干龙水灌入这洞中, 它是震雾, 让新的风水局成形, 避免遭受破坏, 赖先生不用着急, 等目的达成之后, 我们就能进那个大风水先生的陵墓, 你必定有所收获。 本来我前半段话, 还是没能打消赖文眼中迫切的渴望和好奇, 直到我说到后半段话时, 赖文的眼前才又是一亮。 下一刻, 他忽闪了几下水汪汪的桃花眼, 巧笑燕然的神态, 不无得意地说道, 罗先生滴水不漏, 是尸口说了实情, 还是罗先生现在才相信我? 我只是回应了赖文一个淡淡的笑容。 对于赖文, 我也算得上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这信息自然也是我刻意流露出来的, 以免他打理阴阳棺材的主意。 杨青山就在下面, 赖文知道多少, 都没有意义了。 目光又看了一眼裂谷另一头, 我忽然想到了巴青和刘柯, 心头顿时一正。 巴青去找刘柯, 刘柯英, 该还在裂谷底部有水流的地方, 他们是否会碰到那两样东西? 忽然间我想到了巴青最后那面乡, 整个人心底都有几分压迫感, 一连深吸了好几口气, 才总算平息下来。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我已经无法兼顾那么多了, 只希望巴青的命够硬, 或者他还没有赶到。 按照这距离, 他应该没那么快才对。 思绪之间, 我取出了定罗盘和地支笔以及天干燕。 盘膝坐在地上之后, 我开始画风水简图。 我这一幅图, 大部分的山体都是现在裂谷的模样, 只是在一侧之间, 我预估画出来了一道破口, 紧跟着添了几笔上去, 形成了灌入的大瀑布。 再接着, 我将裂谷底部也涂上几笔, 便形成了水流。 罗先生, 你这是在推演新的风水局? 当我落笔之后, 身旁便传来了赖文的疑问, 他话音中钦佩更多。 我点点头, 说了的是字。 半垂着眼瞼, 我看着自己画出来的风水图, 难。 难道, 湖水像牙刀, 而孙挂紧刨? 当然, 只是这一句话之后, 我便没有再说更多, 因为李阴阳哪还有什么二孙, 便是李顿空也已然魂飞魄散了。 至于在山体破裂, 水灌入进来之后, 此地就会形成这新的风水局, 名为湖水像牙刀。 其形状为一条直来之干龙水, 在某一处蜿蜒成曲形, 而在曲形之前, 还有一条小支流, 以同样方式角度弯斜而出。 我抬头看了一眼后方的那座笼龙山, 这座山, 刚好就是湖水像牙刀的雪山, 其方位最好的地方, 也刚好是在山腰之处。 沉思了几秒钟之后, 我说道, 赖先生, 我要到那个地方去, 不晓得那位置, 是否还能看得清楚首饰? 我抬手, 指了指后方山脉的山腰处。 只不过不等赖文回答, 我就基本上否定了。 因为那地方草木算是茂盛, 恐怕人过去了都看不见人影, 不像是另一侧山脉很空旷。 罗先生, 你的意思是, 赖文眼中若有。 索思, 不过还是透着几分疑惑。 我目光落至棺材上, 说道, 正物要落学, 我去骑土挖金井, 准备好你们破开那山体, 让水流浇灌下来之后, 以最快的速度送其落葬, 这样一来, 万无一失。 赖文点点头, 喃喃道, 原来如此。 很快, 赖文就从身上摸出来一样物实递给我。 这东西是一节被卷起来的纸筒子, 不过其中却透着一股子很浓的火药味。 这是庞江做的信号弹, 罗先生, 你就用这信号弹作为提示吧, 若是你到了位置了, 点燃它。 我看见之后, 立刻命令庞江等人引爆, 接着我在上山, 我刚才还在担心, 如果让你一起在裂谷下面等, 到时候我伸手能逃, 你未必能逃上山。 你现在过去那边的山腰, 反而更为稳妥。 我点点头, 深深看了赖文一眼, 说道, 如此甚好, 赖先生也注意安全。 赖文捋了捋并脚的发丝, 展颜一笑, 轻声说了句, 多谢罗先生关心, 我会小心的。 我不再多言, 扶了扶身后里阴阳的棺材, 看了一眼旁边的山路, 我先是用绳子缠在棺材上, 将其和我身体绑得严严实实, 接着才朝着山路走去。 山路看似近, 可实则要上去, 却远远没有那么容易。 我下裂缝深处, 一直到出来, 花费的时间绝对不短, 这一夜几乎都过去了大半, 庞江等人才登上了对面的山脉。 我现在要回到我们之前吃饭歇脚的位置, 才能够朝着侧面, 也就是正对着封死裂骨的笼龙山而去, 还不晓得得走多久。 上山耗费的体力更多, 再加上背了一口棺材, 我花了几乎多一倍的时间, 才回到山腰处。 这时候, 夜色已经到了尽头, 月亮和星光消失不见, 浓郁的黑夜掩盖了一切。 我在山腰的位置停下来, 休息了好一会儿。 在篝火旁边, 拿了之前剩下的一些食物吃了, 又喝了点淡水, 稍微恢复了一些体力。 又将剩下来的一些野果装在兜里, 这才朝着另一侧的龙龙山走去。 其实, 这会儿我已经很疲惫了, 这会儿全靠意志力强撑着, 如今可不是能休息的时候。 山路陡峭不已, 尤其是越接近龙龙山连接的位置, 就越是如此。 这期间, 我时不时地看一眼山下, 赖文还在列谷底部, 哪儿都没去。 刚开始, 我还能够看到列席那一侧, 等我到了龙龙山的一侧之后, 我就只能够看到列席的存在, 由于角度的问题, 反倒是看不见下方了。 除此之外, 我还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 就是我总感觉, 似乎有人在跟着我一样。 我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痕迹, 这就完全是本能的反应。 在我那种感觉最强的期间, 我骤然回头了足足三次, 却丝毫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天, 已然在不知不觉间亮了。 紫气东来, 雨堵白划破黑暗, 出阳冉冉。 生气! 我一路上走走歇歇, 差不多临近中午的时候, 总算到了我所计算好的位置。 此时烈日当头, 阳光刺目无比。 我现在所站着这位置, 因为陵墓过于聪裕茂密, 所以我只能够看到下方列谷, 还是看到极远距离的列谷, 压根桥不见赖文。 不过这位置, 勉强能看到 另一侧山脉之上的庞江等人。 当然, 那也只是隐约的人影。 我将李阴阳的棺材平放了下去, 整个人都有些脱力, 斜靠着棺材坐下。 我将赖文给我的那个信号弹取了出来, 可我却没有立即点燃。 因为我不确定, 杨青山办的事儿是否成了, 有没有堵死最下方那个洞。 若是我贸然让赖文动手, 就得功亏一篑, 还会伤到杨青山。 不过等杨青山做完之后, 肯定会到我身旁来。 我休息了一会儿, 疲惫的感觉越发重, 再吃了紧剩的果子, 稍微果。 复制后, 困意更是十足。 仰头靠在棺材上, 我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按道理我不应该这时候休息这么久, 可一夜未眠, 全是体力活动, 我已然是撑不住。 当然, 这一觉我一直保持很浅的睡眠, 几乎是半梦半醒。 不知道休息了多大会儿, 忽然的凉意让我清醒过来。 在睁眼, 刺目的阳光照射在身上, 我看这天色, 太阳的方位, 差不多已经四点多钟了。 自我身后不远处的一棵山树之下, 一个挺拔的身影, 覆手而立。 我心头松了一大口气, 匆匆起身。 青山前辈, 你什么时候, 我刚开口, 话语还没说完, 杨青山便摇了摇头, 平静地说道, 刚到。 我停顿下来, 本来又想问杨青山下面怎么样了。 不过杨青山办事, 哪儿有过失手? 我将想说的话, 全部都收了回去。 杨青山再次开口说道, 你可, 你再休息一会儿。 我摇了摇头, 说我怕变数, 不休息了。 接着, 我便问杨青山, 我所选的这个位置如何? 同时, 我取出来了 在列谷底部画的那张风水剪图, 到了杨青山的身旁, 将剪图递给他。 杨青山接过之后, 低头看了看, 脸上流露出颇为满意的神情。 湖水像牙刀, 而孙挂锦袍, 这脚踏天嵌江干龙, 立身于东吾山大龙脉之上。 李英阳这辈子, 见过足够大的风浪, 也随性而为, 做了不少事, 饶食他命丧黄泉, 也掀起不少波澜, 最后葬此处, 命数对他不薄。 我从杨青山的声音中, 听到了三分叹息, 三分解脱, 还有三分怅然, 最后剩下的, 竟然还有一丝羡慕。 还没等我再开口, 杨青山便说道, 这位置不用再换, 你推演得很不错, 既然不想休息了, 那你就真的不能再休息, 通知他们榨山吧, 若是榨不开, 我再出手。 我摇了摇头道, 毕竟是打破本身天欠江水龙脉的布局, 在风水之上, 也是损应得的事情。 赖文他们一行人, 手中沾染那么多人命, 开坟绝木, 他们来榨山可以, 便不能让青山前辈, 你来动手了。 我的话音刚落, 杨青山便点点头, 说道, 榨山之后, 你便开始挖坟, 好, 我郑重回答。 与此同时, 我拿出来了赖文给我的信号弹, 接连深呼吸了好几次, 我才选了一个略平坦的石头上, 将其放下, 接着又找到影线点燃, 白色的烟雾透着浓郁的火药味。 吃, 得一声, 信号弹冲天起。 尖锐的声音, 随着信号弹的升空, 在山脉之中响彻不断, 当它到了半空之后, 砰的一声, 便直接炸开。 虽说此时阳光还很强, 信号弹的光量并不醒目, 但这声音已然足够当成信号了。 我迅速抬头, 目光和注意力都透过这灵幕空隙的位置, 去看另一侧山脉之上的庞江等人。 我依旧只能够看见模糊的人影。 不过这会儿, 庞江等人明显已经开始有了动作。 应该是下面的赖文给了信号了。 我心神凝重, 注意力不敢分散分毫。 时间也像是变得极度缓慢了起来。 我看着庞江那几个人影在山脉上晃动, 或许是十分钟, 又或许是更短的时间。 庞江等人开始离开了原地, 很快就到了我视线中看不见的位置。 再接着, 就是凭空一道惊雷作响。 那轰隆声不只是震耳欲聋, 更是穿破云霄。 就连我脚下的山体都微微颤抖了起来。 我格外清晰地看见, 那一侧山脉, 之前庞江等人所在的位置, 炸开一道惊天火光。 不知道多少碎石炸飞, 烟雾一瞬间将那一处山体笼罩。 在下一刻, 伴随着, 烟雾的消散, 一股巨大的水流从山脉裂口, 直直冲入裂谷之中。 在那一瞬间, 便是极致的安静。 约莫持续了数秒之后, 就是轰隆的水声入耳。 本来炸药炸开的山体并不大, 不过当水流灌入进来之后, 便直接冲出了一个巨大的窝口。 汹涌的天嵌江水不停地灌住而下, 水流冲入了裂谷之中后, 便是我看不见的地方了。 同样, 我看不见另一侧山脉的其余位置, 也不晓得庞江等人安全如何, 有没有被卷入裂石或者江水内。 至于赖文, 他应该在引爆之前, 就已经不在裂谷底部了。 此女心机深沉, 若是我阳算之数, 还没有领会透彻的时候遇到她, 肯定会着了她的刀。 而她现在, 则是跟着我的计算在走。 我过来花费了半个夜晚, 再加上一整个上午, 赖文即便伸手比我好, 她也绝对快不了多少。 此刻已然是下午四点多钟, 这样旁。 大的水流, 必定能将裂缝之下灌满, 当水流满意之时, 便是风水局更改之客。 我安葬李阴阳的时候, 她也来不及赶到, 不会造成别的变数。 思索之间, 我目光从水流处挪开。 从身上的登山符之中, 拿下来了折叠铲, 我深吸了一口气, 扫视着身后的山腰。 我没有用定罗盘定位, 这会儿, 杨青山就在身旁, 定罗盘的指针, 肯定会因为杨青山而波动。 完全凭借对于风水术的理解, 我选中了这拢杉山腰最为核心的一个位置, 才开始挖掘起来。 我一边挖掘, 一边思索, 同样也在脑海中推演。 葬李阴阳, 不可能简简单单地安葬。 算上他自己求恶, 葬身于无鬼目关内, 再到他, 被我爷爷挖出来, 葬于罗氏祖坟之中, 再到今日, 我要葬他, 已然算是第三葬。 二次落葬, 我爷爷用了小葬立方之法, 同时也画了的像看于特有的叔叔神符。 叔叔神符之中的先师乐令, 镇诸方之气, 定王者之墓。 今次我葬他, 只能用更好的葬法, 这事理说, 同样也是为了更好的贴合此地风水。 我挖掘的速度不慢, 同样也在计量着挖掘的深度。 很快, 我的推演便有了一个结果。 我要以改正大葬为利卷之法, 书写福气, 为李阴阳化地, 再用亭义之法葬棺材。 这两样葬法, 依然是远远强过当初我爷爷用的小葬立方。 不过压关之符, 我还是决定使用叔叔神符。 也就只有这一道符, 才足够大, 足够重。 在这大龙脉之上, 功效更是巨大。 想清楚这些之后, 我手头的动作更加地快速起来, 同时深吸一口气。 陈生说道, 青山前辈, 劳烦你一件事, 这山上必定有柏树, 我要一块树心削制而成的木板, 六斤重, 九寸长, 宽一寸四分。 再取一块柳树心, 足够画一张符气即可。 我画音落下的同时, 抬起头来, 杨青山已然从刚才的老树下消失, 不见了踪影。 我不再分神, 继续专心致志地挖掘木穴。 毕竟只有我一个人, 工具也是简单的折叠产, 再怎么努力, 挖掘的进度也快不到哪儿去。 并且杨青山之前那样说过, 他就不可能帮我, 同样, 规矩上我也不可能让他帮我挖坟。 我一直挖坟到了晚上八点多钟, 整整四个小时的时间, 才总算挖出来了我想要的坟坑。 不只是一道坟坑, 四周我还划出一道十字痕迹, 并且撬了草皮, 铺在那十字之上。 这取的是二十四藏法之中的亭义之法, 古语有言, 来龙高纲麦井, 学情似有四无, 灯, 山垢, 望龙, 方明端的。 鸾头须金水杖脱下瓶中小节, 入手有扑鹰停车驻马之一也。 十字之中, 身开金井, 高焚弃城, 依法裁剪, 自有妙礼。 再三确认了。 我才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活动了一下酸藤僵硬的脖子, 同样也活动了一下筋骨, 我才抬起头来, 去看林阳的棺材, 同时也想看看杨青山回来了没有。 抬头的瞬间, 我刚好就看到了头顶的天空。 此时的天色已经入了夜, 但今夜与昨夜远远不同。 此时月色清浅, 夜空澄彻, 繁星漫天。 而昨天, 因为这里风水的乱象, 头顶的夜空压根就看不清楚星象。 此时星象的清晰程度, 已然足够使用藏隐观山之法。 我一时间看得正住了。 不过, 我并没有出神太久, 就强迫自己回过神清醒过来。 视线看向前方, 杨青山高大的身影入木, 不过在杨青山身旁, 竟然有两口棺材。 其中一口是李阴阳的薄棺, 另外一口明显还很新, 分明是才打造而成。 我所要的两块木板, 杨青山则是夹在叶下。 青山前辈, 我一时之间语色, 竟是无言。 我之前一直在全神灌注的挖坟, 竟然是没有注意到, 杨青山不只是去取了我要的画幅木板, 甚至他给李阴阳打造了一口新棺。 送别老友, 无礼可赠, 这口怀木棺养魂滋鹰, 希望他有朝一日恶念消散, 再能有来生吧。 杨青山再说的话, 已然彻底看开。 我深深地朝着杨青山鞠了一躬。 杨青山倒是不再说李阴阳, 而是看了一眼前方。 他所看的方向刚好是列谷位置。 我同样回头看了一眼。 天茜江分流出来的干龙水, 水量巨大, 我不晓得此颗裂缝下方如何, 至少从我这个角度, 在远处的列谷底部都已经充斥了不少的水流。 江水几乎覆盖了整个列谷底部, 将原来的天茜江小只龙水, 覆盖成了干龙水。 此地的风水已然彻底改变, 否则的话, 头顶也不会是哪。 班月色星象。 我撇开了思绪之中其余的杂念和担忧。 杨青山驱赶蟒蛇大泥, 用东吾山脉周遭吐住恐惧的吃人蟒和钩魂鹰来下退居民, 希望能有大用。 此外, 我在多想无意。 停顿了几秒钟之后, 我不再多看, 而是到了李阴阳的棺材前头。 深吸了一口气, 我低声说道, 祖师爷, 石榴要送你落葬, 冒犯了。 雨霸, 我便用炸鬼刀撬开棺材边缘, 紧跟着推开了整个棺杆。 心灰月华之下, 入墓地便是李阴阳的国字脸, 他头顶凸起的印堂分外明显, 而他头脸之上的压阵神咒丝毫没有消散, 反倒是更加深刻。 犹豫之下, 我看了杨青山一眼, 道, 这压阵神咒, 可不可以? 杨青山沉宁之下, 忽然说道, 的确需要破, 不过破枝, 他就不可控。 若是不破的话, 即便他恶念散尽, 也会被扶震住, 难有投胎可能。 我? 抿着嘴, 不自然地说道, 难道没有其他折衷? 我话还没说完, 杨青山就打断我, 说道, 有一法可适, 若是不行, 就只能再化佛落葬, 这也是命述使然。 顿时, 我心头就生起喜色, 问杨青山是什么办法? 杨青山沉声道, 你吞过一段时间膳师丹, 甚至你消化膳师丹到一定程度, 险些暴体而亡。 同样你是地上堪余的阴阳先生, 师成一脉。 放你一碗阴阳先生的血, 灌入李阴阳口中, 或许能让他平静上一小段时间, 或许是一炷香, 或许是半个时辰, 若是能成, 就尽快让他落葬, 封坟之时便有大龙脉镇压, 甘龙水冲刷便可以无碍。 杨青山的话, 让我毫不犹豫地摊开了手掌。 青山前辈, 这里没什么碗, 就劳烦你再用树干做一个, 一点血, 换师祖的机会, 别说一碗, 多少都放的。 我自举铿锵, 没有丝毫的犹豫。 杨青山不再多言, 拂袖之间一把青铜剑入手, 旁侧一棵老树被瞬间拦腰斩断。 木屑飞舞, 杨青山的手中动作快速如飞, 几个呼吸之间, 一个粗糙的木碗便在他手中成形。 我将另一口杨青山打造出来的新冠关盖推开, 再将李阴阳的尸身给搬了进去, 又拖着棺材到了我挖出来的坟坑旁边, 调整了棺材的方向, 将其推了进去。 我将这些做完之后, 杨青山已然雕刻出来了那只木碗。 他将木碗, 以及两个大小不一的木牌也递给了我。 我取出来接银匕首, 割破了自己左手掌心。 手掌置于木碗上方, 刺痛之中血液流淌而出。 我面色不变, 定定地看着血流了快一碗, 隐隐地, 我觉得手臂有种酸痛感, 脑袋也略有几分昏尘。 我又迅速地取出来了天干燕和地质笔, 燕台之中稍微放了一点血, 我猜我。 权, 同时撕扯了一块衣服上的布, 将伤口缠了起来。 我依旧保持镇定, 研磨之后便直接用地质笔开始画福气。 很快将福气画完, 随着落下厚土里阴阳那几个字眼, 我又在另一块百木板上写下来了先师恶力。 写的同时, 我还喃喃念叨天元龙心镇东方九气, 天帝龙心镇西方七气, 天皇龙心镇南方三气, 天桂龙心镇北方五气, 天恩龙心镇顶空气, 天开龙心镇顶木气, 安亡人大吉。 血墨写出来的字眼很快就渗透入木板之内, 暗红色的文字形成了一股特殊的气场。 这先师勒令本身也是安焚立木的镇物大福, 虽然李盈阳还没有落葬, 但他已经开始在这血眼之处有所起效了。 我将那先师勒令的百木板定在了李盈阳头顶着的棺木板上, 接着又将福气的木板按在了棺材盖子。 等内侧。 这些准备全部完成之后, 我目光才落在那木板之上。 深吸了一口气, 我看向杨青山, 陈生说道, 青山前辈, 等会儿还需要你封关, 刚才忘了和你说, 还需要准备, 我还没说完, 杨青山便平静回答, 顺手做了几颗木钉。 事无巨细, 你很难面面俱到。 顿时, 我便松了口气。 再接着, 我端起来木板, 小心翼翼地进了坟坑之中。 我右手端完, 左手先是捏开了李盐阳的嘴巴, 准备往他的嘴中倒血, 同时用袖子去擦拭掉了他脸上 用血化出来的压阵神咒。 一骨子冷意, 通过我的左手疯狂地钻进我的身体, 甚至我脑袋的那种昏厥感便强了不少, 想要倾斜朝着棺材内倒下。 我用力咬住舌尖, 那骨子昏厥感稍微好了一些, 可依旧浑身有些僵硬。 我心惊不已, 这时候我失血不少, 二五惊气有。 所不足, 李盐阳要撞碎我, 我竟然还抵不住。 身上背着的铜箱在颤动, 似乎其中的金算盘在劈啪作响, 甚至于炸鬼刀也发出了嗡鸣一般。 我都不知道, 是我自己在发抖让他们碰撞出来的声音, 还是说, 李盐阳这会儿要撞碎我, 他们想要帮我抵抗。 李盐阳, 不要再糊涂了。 杨青山低沉的话音入耳, 接着, 我便被另一只手抓住了手腕。 木碗微微倾斜, 其中的血液流淌灌入了李盐阳的口中。 微微张开的嘴巴, 本来给人的感觉格外空洞, 而当血液流淌进去之后, 那种空洞的感觉便减少不少, 取而代之的则是凝食。 一碗斜倒了的干净。 忽然间, 我身上的那股僵硬感觉消失不见了。 轻微的声响之中, 杨青山离开了坟坑。 棺木之中, 李盐阳本来死板僵硬的漆黑面旁, 似乎都变得和善了起。 来! 本来那些漆黑容语是竖起来的, 这会儿全部紧贴在了他的皮肤之上。 黑漆漆的羽化恶湿皮肤, 竟然有几分血色一般。 月光映射其上, 竟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实质感, 就像是古玉一样。 果然有效, 雪中有膳湿丹的气息。 杨青山喃喃自语。 不过随即, 他脸色却微变, 目光看向李盐阳的腹部。 我闻到了一股腥臭的味道, 同时也看向李盐阳小腹的位置。 却发现那个地方, 似乎正在被血液浸透, 很快就变得湿润。 这事, 我略有惊疑。 杨青山才沉生说道, 速度快一些, 善恶不容。 之前李盐阳用过膳湿丹, 身体就在腐烂, 进了原始阴阳宅, 有很重的阴气, 这才能维持到现在, 现在用了你的血。 再加上这位置生机太重, 它撑不住太久, 很快血会失效, 它也会加速腐烂, 会烟消云散。 我面色变了, 迅速地爬上坟坑, 接着我直接抬起那棺材盖子, 低吼了一声, 朝着棺材上盖下去。 临了的时候, 耳边却好似听到了一声叹息。 棺盖喷的一声, 关闭得严严实实, 那叹息似乎萦绕成了四个字。 这儿, 顿空。 下一瞬, 我耳边嗡嗡, 莫名之间周围起了风, 这封阴沉无比, 更是乌叶的像是鬼哭狼嚎一般。 那声音消失不见了, 完全就像是我幻觉听到的幻听。 我深吸了一口气, 不敢再有半分走神, 慎重地盯着棺木, 沉声道, 徒孙罗十六, 藏师祖李阴阳于东雾山大龙脉, 以福气立眷, 此山为福气之地界, 李阴阳之藏地, 师妹亡两不得乱入。 阴阳脚踏天茜江, 其背靠南龙主脉, 师镇龙脉, 以龙气养师, 师祖当得以安息, 终有一日自得清醒, 来生得以福报。 话音落下的瞬间, 我直接跪。 倒在地, 先是三跪九寇。 当行完了跪拜之礼, 我才沉声继续喝倒, 盖关封钉, 以正大葬。 一封, 天关赐福。 庞侧的杨青山, 手腕陡然一甩, 啪的一声轻响, 一枚木钉从棺材盖子顶端没入, 稳稳当当地定住了棺盖上方。 二封, 地府安康。 我话音不断, 继续沉声低河。 三封, 生人长寿。 四封, 百煞前销。 五封, 子孙, 世代荣昌。 随着这盖关封钉口诀最后一句落霸, 棺木的左右两侧也分别钉上了木钉。 空气都仿佛震战了一下, 本来的新棺都透着一股子陈旧感。 而之前弥漫的淡淡腥臭味道已然消失干净。 风停了, 似有星光照射于棺木之上, 隐约之间我似乎看见星光之下, 棺材旁侧站着一个国字脸, 身穿糖装的男人, 他面含微笑地看着我。 我眼睛有些发痒, 眨眼之下活动了一下。 那身影又消失不见。 师祖, 您安息吧。 我低声难难, 又跪至地上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此刻又传来杨青山的叹息声, 不过这声音之中更是透着几分替李阴阳入土为安的示然。 若有来生, 他还在原始阴阳宅之中等你, 你是个固执的阴阳先生, 还会找到他。 我抬头看了杨青山一眼, 郑重地点点头。 忽然间, 杨青山的目光便落至山下, 顿时, 他双目之中透着的便是一股子凛然杀鸡。 他这变化, 也顿时让我心头一紧。 青山前辈, 怎么, 我额头上顿时就起了汗水, 因为都能让杨青山变色, 肯定出了什么事。 新的大风水地刚成, 周遭气息紊乱, 还有那女人, 的确是身手不一般, 他没有从旁边的山赶路过来, 竟然走的是这大山之下的路, 直接上了山。 杨青山语气平静了不少, 眼中, 杀鸡却逐渐隐退, 我的脸色却变了。 赖文跟上来了, 那他听见刚才我们的话了, 那他隔得多远, 有没有看见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心头也顿生冷意, 李阴阳的墓穴绝不可能外泄出去, 尤其是被其他风水师知晓。 青山前辈, 抓住他。 我陡然站起身, 沉声说道, 他已经被安置了, 你封坟吧。 杨青山闭了闭眼, 双手背负起来。 我整个人一正, 心头满是不减, 杨青山就在我跟前啊, 他怎么能对付了赖文? 此时星光正好, 封坟之后, 或许你便能看到一些别的东西, 老友已然安闲, 我也需休息了。 杨青山语气变得飘渺了许多。 我抿了名嘴, 心头生起一股艰难和不舍, 可我却无法劝说什么。 杨青山凭着一口不厌的气, 行走于山川之间, 这对于他来说, 本身也是一种无穷尽的折磨。 扭头, 看了一眼后方的山下, 丛林之中树荫重叠, 根本就看不到下方有什么。 可我又感觉到, 下方似是有人在看着我。 这和我赶路过来, 觉得有人跟着我的感觉, 简直是如出一辙。 再联想到杨青山说赖文被安置, 我脸色顿时就是一变。 杨青山, 难道还带了人来? 当时, 我就回想起来自己最后那个梦境之中的内容。 那些大着肚子, 受骨灵巡的村民之中, 站着一个带着蒙面道观的导师身影。 我面色在变, 猛地回头去看杨青山。 可杨青山的身影却消失不见了。 只是耳边听到一个鱼音。 纷纷, 便看看我们该从哪儿进去, 还有一些尾巴, 我去处理一下。 鱼音逐渐消散, 我抿着嘴, 心头却有种说不出的不安。 因为我怕一件事。 那就是杨青山将柳玉咒带来。 柳玉咒性格顽固, 而精算之卦很难有改变, 若不是全力去抗衡, 就会成为现实。 而在柳玉咒那一面, 他明显是不愿意留在羌族。 就只能是他被蒙在谷中, 我们来变化这一卦。 这也有一个可能, 杨青山开始未必知道被跟上, 而是在半途之中才发现。 我强忍着心绪的不宁, 也开始用折叠产田土。 这要比挖坟坑花费的时间少一些, 当我按照提议葬法, 将坟包修起之后, 这坟包仿佛就和周遭融合在了一起, 不分彼此。 我再回头, 那股被盯着的感觉, 却消失不见。 这打消了, 我想喊话让他出来的念头, 人都不在, 便不用再做无用功了。 同样, 我心念也坚定了不少, 立刻找到那条, 要用藏影观山才能找到的路, 可我不会立刻进去, 那地方只有我和杨青山能入。 若是跟来的人是柳玉咒, 我说什么也要拦住他, 不可能让他进。 我连续深呼吸好几次, 平稳自己的心绪。 接着, 我便朝着前方走出了一段距。 礼, 笼龙山的山腰之处, 是适合安葬的平坦雪眼之地, 在那雪眼靠后方的位置, 则是笼龙山脊。 我走上那笼龙山脊, 并仰头看天。 山脊两侧树木要少许多, 而且这个位置看夜空, 更为清晰一些。 高悬的圆月, 繁星点点, 九星笼罩其中, 似乎都不是那么出众。 看其指针。 因为杨青山不在我附近, 定罗盘不再受到干扰。 李阴阳安葬之后, 风水几乎将其同化, 罗盘趋于正常。 更重要的是, 若是当年秋初到所设的墓穴再次, 那墓穴的风水, 必定会超过我给李阴阳选用的风水局, 必定就会让罗盘有所反应。 在这之前, 此地风水已然因为裂痕所紊乱, 罗盘是无法使用的, 现在新的风水局形成, 大龙脉直接稳定, 我也才有了使用定罗盘的契机。 我看着指针, 如今指针呈现微弱的对针, 又有侧针的迹象, 这已然表示, 此地不但是扶神护法, 甚至还有神坛古叉的大用。 再抬头看天上繁星。 复杂的星象之中, 我很快便分辨了九星所在。 并且, 此山所对应的九星, 竟然是武皇中的连真星。 同样, 连真星的星光也是最为厚重凝实。 我心头微跳了起来, 藏影观山之中有记载。 连真星虽然是武皇中之所在, 但是其映射之下的连真星风, 则是五行属火, 其星得行最为高大, 高山顶上石挫鹅, 散折离头烈丝背, 指缘间燕耸天亭, 其性炎炎好火星, 起坐龙楼并宝殿, 贪成五曲因此生, 古人身时连真体, 换作红旗并尿器。 这连真星是在拢山之上, 还有山间数座, 而山间直达天亭。 在藏影观山之中, 这是更为特殊的一种藏法, 焚自山顶星光最汇聚之所, 视为龙楼, 而在龙楼之上便可眺望宝殿。 宝殿便是天亭。 当然, 这不可能是真的成仙问道的所在, 可求处到毕竟是风水大家, 龙楼宝殿便不只是 藏影观山之中记载的风水地, 即便是连地象看余之中也有记载, 只不过, 地象看余只是记载了这种风。 水山市并没有写出如何去寻找, 基本上, 此时我已经可以断定, 秋处到当年本来要给自己设立的坟营, 便是在这龙楼之后的宝殿。 那地方, 才是这大龙脉之中风水最好的所在。 若要做一个比喻, 李阴阳如今这藏处, 只能是门。 我如今进了门, 登上外山之台阶, 这山巅之处, 才可亏得山门之内山。 思绪至此, 我毫不犹豫地转身, 朝着后方山顶之上踏步而去。 只不过, 此时已经到了后半夜, 山腰上山, 山时也格外地陡峭。 我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中途又休息了好几次。 当我看看到达山顶的时候, 天边已然出现了一抹鱼堵白。 哪儿还有什么星光星象? 出阳映射之下, 这实则是连针星山的龙龙山, 山顶的位置有数座见风。 山顶广阔巨大, 我在其边缘, 显得分外之渺小。 昏厥的感觉阵阵袭来, 后半夜登山, 我绝大部分靠着的都是意志力, 因为发现, 这山对应星象以及龙龙宝殿的特殊风水局存在。 让我兴奋不已, 压根没有察觉到疲惫。 此时到了地方, 又是白天, 无法观星象变方位, 眩晕和昏厥感一直袭来, 同时, 腹中也是饥渴。 我喘着粗气, 往前走了几步, 离开了山峰边缘的陡峭山路, 到了山顶略中央的位置, 靠近了一座见风。 这里生了不少茂密的树木, 甚至还有一眼青潭, 潭水外溢, 形成了一条小水流, 朝着山下蜿蜒而去。 甚至于地上长着草藤, 其中还有一些霉红色的野果。 我席地而坐, 捧了青潭之中的水喝了, 干燥开裂的嘴唇总算好了不少, 又拾了一把野果吃, 疲惫的感觉再忍受不住, 躺在地上沉沉地睡了过去。 最后朦胧的意识感觉到, 似乎有人到了我身边。 不过那熟悉的感觉, 让我分辨出那人是杨青山, 便没有睁眼。 只不过, 除去了杨青山之外, 还有另一个感觉存在。 那感觉带给我的, 是不同于柳宇宙的风锐。 我很想挣扎着清醒过来, 额头却被一只手按住, 遮住了我的眼睛。 手掌宽厚, 透着冰冷的气息, 掌心也很粗糙, 能感觉到满是老简, 不过却让人觉得安稳。 耳边似还听到了呢喃, 玄奥复杂, 我甚至都听不明白说了什么, 可却觉得异常宁静。 意识再一次平息下去, 我睡得格外的沉, 一点感觉都没了。 并且这一睡, 便在没有做什么梦。 我不知道睡了多久, 当我感觉到意识开始, 清晰起来的时候, 其实都还没睁眼。 周身是微凉的风, 似乎还有素素声, 以及丝丝重鸣。 我陡然间睁开了双眼, 入目的是幽绿的草皮, 外翼的青檀, 还有两双脚。 我猛地起身抬头, 发现我的身前站着两人。 一人是背对着我 副手里的杨青山, 他似是正在从此处 眺望着山巒之下。 另一人, 身高竟和杨青山相仿, 同样宽厚的身体 如同轻松一般笔挺。 他穿着深黄色的道袍, 头戴着一顶道关, 而这道关前面有一张。 面纱, 遮住了脸。 但这面纱很薄, 我一眼就能看出, 此人赫然是柳三元。 我瞪大了双眼, 心神惊恶到了极点。 柳三元同样背负着双手, 虽然他和杨青山 并肩站在一起, 可他却正在扭头看着我。 饶是有面纱遮挡, 大长老。 我迅速起身, 双手抱拳, 微微攻身。 我完全没想到, 我此前担心柳宇宙会来, 这变数难以挡住。 可跟来的人, 竟然是柳三元? 他已然是将死之人, 先师大典之时, 他就已经时日无多。 我面色变得格外地复杂, 心头也中了不少。 罗十六, 不, 你当得上我称呼一声罗先生了, 大势大飞之前, 放下来了自身利益与安危, 身负业债, 也要救苍生性命。 老朽佩服, 柳三元的声音明显苍老了更多, 他摇了摇头说道, 我已然不是柳家大长老, 你叫我名讳即可。 柳三元这番话, 更是让我正了正。 思索之间, 我已然明白了柳三元来这里的原因, 或是替柳宇宙来硬挂, 又或是我之前猜测的那样, 他即便是死, 也是要么翘无声息地在最强的时候作画, 要么便是直接消失, 此时他选择了后者。 这两个可能, 无论是哪一个, 他这一森也是为了成全大义而来, 他都更值得我敬重。 无论何时, 您都是柳家的大长老, 无关是否柳道长继任, 我不知晓前任大长老如何, 但您, 已然为了柳家和枪族付出了一切。 我长嘘了一口气, 郑重地说道。 柳三元摇摇头, 却不再说话, 只是抬起手。 此时他手中拖着一张布, 其内包着一些肉腹和饼子类的干粮。 十六, 吃过了便看心向风水。 恰逢此时, 杨青山也回过头来, 他嘱托道。 我欲言又止, 本来我是觉得, 柳三元到了这里, 也很时间。 心, 毕竟他是个将死之人。 可下一刻, 再看杨青山和柳三元站在一处, 我又想到, 他们师徒两个的身份, 两人若是同入一幕, 那不也是两全其美之事? 只不过, 这两全其美, 却让人伤感不已。 罗先生, 人命有尽时, 我已无憾, 青山毅然无怨, 离门之前, 还是快一些吧, 这把老骨头, 时而会松神了。 柳三元忽然又说了一句话, 这话, 便像是个垂目老人之言。 尤其是他那罗先生, 更让我觉得经受不住。 我不再多言, 结果柳三元丢我的吃食, 吃东西的同时, 也仰起头看向天空。 今夜的星象, 比之昨晚更要清晰得多, 尤其是武皇中的连真心, 星光更是通透, 甚至碾压了其余星象, 连月华都失色了几分。 我机械地咀嚼着食物, 咽入腹中, 接着便回头去看身后的剑峰。 这剑峰, 竟然刚好也是武座, 高耸的剑峰之上, 有淡淡的云雾。 缭绕, 这便是高耸入云。 而我们此刻本就是在山巅, 那白雾好似触手可及。 我吃东西的速度加快了很多, 险些噎着, 赶紧蹲下来, 捧了两口水喝。 饱腹感传来之后, 我整个人更是精力充沛了起来。 青山前辈, 我要上去看看。 我抬手, 指向他最中间的剑峰。 我与爸的瞬间, 杨青山便伸出手来, 一把抓住了我的肩头, 纵身跃起, 我只觉得身体一轻。 他提着我在陡峭的山壁之上, 数次跨越飞起, 我俩再次落下之时, 便稳稳当当地站在了这剑峰的最顶端。 此时脚下的山巅, 也就刚刚够我们两个人站着, 稍不注意摔下山巅, 必定是尸骨无存。 我目光在剑峰之下后方扫视, 同时喃喃到大龙大侠百石城, 宝殿龙楼去无数, 祖龙高顶名楼殿, 常有云气线。 在我泥南之间, 入木树作风鸾, 而最醒目的是一座矮山。 那山说是矮山, 只是对比连珍山的大龙脉龙龙山而言, 实则它的高度, 至少也有着连珍山的三分之二。 云雾缭绕之下, 其山顶格外平坦。 甚至我还能看见一些稀稀疏疏的建筑, 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风水镇。 此外山顶之上, 竟然还有一片不小的湖泊。 当然, 只有我们这个角度能看见那山顶, 错过了这正中见风, 错过了这星象时间, 都绝不可能看见, 更是不可能找到。 这便是风水的玄妙与特殊之处, 龙楼宝殿作为风水之中的佼佼者, 隐蔽程度更高, 甚至远超秋处到在南山群岭的 批发鬼坟营。 至于那湖泊, 多看几眼之下, 更是令我愕然不止。 距离太远, 视线着实模糊, 可却令我想起来宅经之中记载的一段话。 我低难道, 远看似有, 近看则无, 侧看则路, 正看模糊, 皆善状太极之微妙也。 话音停顿, 我抿着。 嘴, 轻声叹道, 当年秋处道, 若是花费一些时间修复这条大龙脉, 那这龙楼宝殿才应该是它真正的葬身之处, 这里竟然还有太极运, 不知小旗上还有什么大风水, 但是如今看见的就绝不是人力可破之地。 的确非人力可破, 只不过当年这裂谷之中的裂缝必定无今日这般大, 当年的秋处道固然是风水树登峰造极, 又有藏隐观山树, 它却无阴阳树, 若非一个阴阳先生又怎么能补全这大龙脉? 阴树总归只是阴树。 旁侧的阳青山摇摇头, 语气依旧是波澜不惊。 我侧眼, 余光却看出来了他眼中隐隐浮现的渴望。 同样, 我甚至从他脸上看出来了疲惫。 青山前辈,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 血眼就在太极运中央, 只不过, 棺材所在, 必定也还需藏隐观山来寻找, 又或者, 秋处道还没来得及准备棺材, 那这样一来, 稍微好扮衣。 歇, 我来定学即可。 我陈生继续道, 只是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更觉得心口一堵, 有种说不出的难受。 杨青山面上露出笑容, 道, 无论哪般, 石榴你这孩子办事, 我是放心的。 再接着, 杨青山便不多言了, 而是深深地看着那平坦的宝殿山顶, 随后他的目光开始扫视别处, 似是在分辨路径。 我不敢打断杨青山, 同样我也取出定罗盘, 开始分辨七方位。 约莫过了得有小半个时辰, 杨青山平静开口, 不用记住路了, 最好谁都不知道, 今日之后, 你也不会再来此地。 我的肩头, 忽然被杨青山再次抓住, 他纵身带着我下了剑锋。 我赶紧攥紧了手中的定罗盘。 片刻之间, 我们就落在了之前的位置。 柳花道还是在原地, 似是一动不动。 杨青山分辨方位的速度, 要比我快了不少, 我刚才只定位了一半左右。 德陆, 还得再要一段时间, 才能够确定所有山路。 我敏唇沉默, 当然我没觉得杨青山的话过分, 他也只是不想要我再沾染是非, 更不想要自己再被世俗缠身罢了。 世尊, 走吧。 杨青山松开我的肩头, 他的语气中透着恭敬, 同时对着柳三元微微恭身。 他正要踏步朝着斜侧往前带路, 我犹豫了一下, 没有跟着走。 而是说道, 青山前辈, 斩掉这封吧, 不用太多, 半米即可, 错过了那位置, 饶是我也不可能再看到真路, 那便是无踪之山了。 这样也破不了此地的风水。 杨青山身体微微一僵, 他还没动, 他身侧的柳三元却忽然动了。 柳三元手袖抬起的瞬间, 便是三道锋锐的青铜剑浮袖射出。 我猛然间抬头去看那剑放。 前一刻还指天的风顶, 已然被声声削去了半米。 柳三元开口说道, 那女人被我迎针。 刺顶, 要昏迷三天才会醒来, 我将她捆绑了起来, 就在你藏里阴阳的下方不远处。 那几个挖坟绝木的无良之辈, 命不够硬, 已然在大水冲山之时, 落入了江水内, 被冲进裂缝底部了。 她这话让我惊乐之余, 心口也落下一块大石。 我出来后, 会将赖文交给杨叉处置。 我恭敬地说道, 杨青山则是踏步往前, 从右侧朝着北边的方向走去, 我们从背面下了连针山。 开始几步下山, 还是正常在行走。 之后, 柳三元便有几分催促, 她直接就抓了我的肩膀, 将我的胳膊稳稳夹住。 她的动作可要比杨青山声音不少, 我的手臂被夹得生疼。 杨青山的速度也快了起来, 自山巅飞边而下。 柳三元更是丝毫不慢, 即便是加着我的重量, 还是能追得上杨青山, 甚至是超过她。 山峰在耳边尖锐地呼啸, 好似刀子一般搁在脸上生疼。 最后我都不敢睁开眼睛, 因为我怕这速度太快, 忽然有树木枝条撞上, 且不说脸, 眼睛肯定保不住。 不但不敢睁眼, 我还一只手提着铜箱, 将其挡在了自己的脸上。 这速度快到最后, 风吹的炸鬼刀 都发出金属特有的嗡名声。 我更觉得, 这好似是柳三元和杨青山 在这最后一段山路之上绝里一般。 终于风声在耳边戛然而止。 本来悬空的双腿 陡然间也踏在了实地之上。 落地之后, 我还有种站不稳的错觉, 身体摇晃了两下。 还好柳三元没有松手, 依旧搀扶着我, 不然的话, 我铁定得摔倒。 举着的铜箱放了下来, 我也睁了眼。 入木之中的, 赫然便是匆匆郁郁的密林。 这些密林看似整齐, 这整齐必定是栽种之人有所计算。 只不过常年累月没人打理, 枝叶太茂密, 反倒是给人一种密不透风的感觉。 密林分为左右两侧, 最中间的位置, 留着约末有五六米左右的空地, 形成了一条路径。 这…… 路径之上, 竟然有青石扑就, 顺着青石路径往前看, 便深入了密林之中。 到了, 我喃喃开口。 这会儿, 柳三元松开了我的胳膊, 因为刚才的赶路, 他到关上的面纱, 被吹到了头发上夹住, 露出来了他苍老噱瘦, 并且凹陷下去的面颊, 这张脸一样的不健康, 活脱脱像是张死人脸。 甚至还有继续要凹陷下去的征兆, 分明就是请神法在压榨他仅存的生机。 柳三元的神态, 除了证然之外, 还有说不出的恭敬, 我现在才注意到他的动作, 他微微弯着腰, 双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握着拳, 似是在行李。 倒是杨青山, 没有其他动作。 明显对于杨青山来说, 他如今不是柳家人, 也不是枪族人, 只是想求个安息, 这里曾是谁准备的地界, 对他来说影响不大。 我深吸了一口气, 撇开了所有的思绪, 凝神看着周遭的一切。 几乎每一个入目的位置, 我都分析了一遍风水, 并没有看到任何危险之处, 这里的风水没有最好, 只有。 更好。 约某片刻, 我正要开口提醒杨青山, 可以进去了。 杨青山已然是抬腿往前, 柳三元便是紧随其后。 我正要跟上, 这会儿却察觉到 身后还是有种空落落的感觉, 让人感到格外空洞。 下意识, 我回头望了一眼。 让我面色俱变的是, 我身后竟然完全是悬空的。 我们所站着的位置, 就是悬崖边缘。 至少下方数十近百米, 都是峭壁悬崖。 我顿时不敢停留, 马上就跟着杨青山走去。 这期间, 我余光扫视了一遍周围, 更是发现, 这边缘之处竟然都是悬崖。 宝殿的所在完全被悬崖包裹, 这不只是风水绝佳, 还是天险。 在这大山深处, 也就只有杨青山柳三元 这等身手远超常人想象的 到时能上来。 我忽然又想到一件事。 柳三元命到尽头, 肯定是不可能出来了, 杨青山将要在此处停下, 那最后便是我一人出来。 我怎么下这悬崖? 我抿着嘴, 眉心欲结成了一个川子, 紧跟上了。 柳三元和杨青山两人, 但这会儿, 我却没能开口说出来。 毕竟对于他们来说, 我这件事儿恐怕小到他们微乎不济, 我也放弃了这会儿, 让他们分神。 青石路径不短, 深入密林之后, 两侧树荫更重, 不过却没有影响到这条路, 月光和星光同时映射下来。 在更远的位置, 我看见了一道牌楼。 随着不停地走近, 这牌楼便给了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这简直和枪足的牌楼无二。 甚至于牌楼之上还有龙飞凤舞的草书, 只不过写的并不是枪足, 而是秋处到藏营。 我深吸了一口气, 强忍着心头的震撼。 心底再次有了一个猜测, 而与此同时, 杨青山更是毫不停歇, 直接踏步朝着牌楼里走去。 我和柳三元迅速跟进去之后, 眼前再看见的, 便更令我心头震撼不已, 那猜测也印证成了现实。 牌楼之后有不少的建筑, 这些建筑, 方位几乎多和枪足之中的院落相仿。 这里简直像是一个翻版的枪足。 地。 面格外地干净, 干净到甚至没有落叶, 这山栏之上, 简直是怪异无比。 杨青山忽然说道, 历代大长老除了五帝封葬服的使用方法, 应该还有一件口耳相传的秘密。 他的目光看向了柳三元, 神色略恭敬, 不过语气却平稳, 师尊,你说对吧? 我此前未曾想到, 我会真的看到。 柳三元忽然笑了起来, 他笑着笑着, 身体更是颤抖到了极点。 他那颤抖便吓人了, 本身他这身体就不似人样, 我生怕他忽然一口气喘不上来, 就丧了命。 也就在这时, 头顶的星光, 月华, 忽然都在逐渐消散。 不, 这不是消散, 而是有乌云必定。 柳三元的笑声之中, 似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迎合了另一种尖锐的笑声, 两种笑声混合一起, 那叠叠之音更是迷你入耳, 前一刻这风水绝佳之地, 现在就如同阴间地府一般圣人。 当星光和月华完全被乌云遮挡之后, 我才觉得四面八方似乎都有眼睛, 正在直勾勾地盯着我们这三个闯入者。 我左手顿时抽出了枯桑棒, 右手也瞬间打开铜箱, 将定罗盘飞速取出, 握在掌心之内。 灰暗的光线之下, 肉眼上能视悟, 但是我左右四嫂, 却没有看到人出现。 那迷迷入耳的叠叠笑声, 逐渐碾压了柳三元的声音, 空气似乎都在颤抖振星号星号。 很快, 柳三元的笑声停止了下来, 那叠叠的笑声也就消失不见了。 我心头惊疑, 却不敢放松丝毫, 这里除了我, 柳三元, 杨青山, 竟然还有其他人? 当然, 我一直很警惕, 这地方绝对还有东西, 譬如我梦境之中见到的那些肚子奇大无比, 四肢又削瘦的, 像是恶鬼一般的村民。 可我没将那些东西上升到人的高度, 这么多年过去, 那肯定都是尸骨, 要么便是鬼碎。 还能笑得出声, 那就不可能是简简单单的东西, 必定是活尸, 胸口有一股咽不下去的怨气。 在这地方的活尸, 龙楼宝殿, 加上太极运的风水局。 会是什么模样? 这甚至还让我想到了, 在批发鬼手墓的圈阳音士。 曾经, 秋初到险些将此处荡成了埋谷之所, 羽化之地, 他不可能不准备一个守墓的存在。 批发鬼用了天下第一骑尸, 那此地, 又是什么事? 是比眷阳音师强, 还是比眷阳音师弱? 我觉得, 恐怕就算是弱, 也弱不到哪里去, 再加上这里风水太强。 这么长时间的生气滋养之下, 我已经不敢多去想象了。 我将目光收回来, 没去看杨青山, 而是将注意力全部放在柳三元身上。 很明显, 柳三元应该知道些什么, 这件事甚至都是杨青山也不晓得的。 此时, 我已经看不见柳三元的表情, 因为他到关上的那道面纱又垂落了下来, 刚好挡住他的脸。 杨青山的目光也还是在柳三元身上, 似乎此时周围的一切还不足以让他戒备十足。 沉默的氛围萦绕, 这排楼之后, 的路上也显得格外寂静。 寂静的时间越久, 我越觉得这里和枪族一模一样, 甚至有种感觉会有枪族的人, 忽然从某个漆黑的位置出现。 柳三元低头沉寂了好一会儿, 他一动不动, 甚至我都觉得他是不是断气了的时候, 忽然间他的头又抬起来, 要被再一次逼挺。 自多年之前, 仙道葬身于批发鬼内, 设立羽化之坟营, 必有枪族。 柳三元略有沙哑的声音响起, 这令我松了口气, 他还活着。 同样, 我心神也是微微一宁, 注意力更是集中。 仙道在世时是枪族的巅峰, 无论是枪族本身, 甚至还有柳家, 都是圣极一时。 只不过, 随着仙道作画之前, 枪族也面临了一次诡异的检员, 仙道曾带着一批族人离开, 很长一段时间, 那批族人都未曾回来过, 当然, 仙道在期间回归族内的时间不少。 最后一次仙道不再离开枪族, 而是动用另外一。 批族人修建批发鬼坟营, 此次消耗人手众多, 为了保守秘密, 参与的族人更是选择留在了批发鬼内。 封坟之前, 当时的新任大长老见了仙道最后一面, 得知前任大长老领着仙道之前带领离开的族人, 正在某一处风水极佳之地, 为枪族建造新的栖息地。 因为仙道计算过, 如今枪族的所在地, 风水已然消耗到了极致, 不会再让枪族更进一步, 只不过因为一些天时地利的原因, 大处地方还未曾完工, 至于其所在地, 则是被藏在了枪族的风水树中, 需下一任仙尸才可领会。 柳三元的声音愈发沙哑, 他语气中隐隐有所激动, 可更多的还是感伤。 明显, 他已经将知道的说完了。 柳三元转头朝着杨青山的方向, 继续说道, 所以, 你父亲是知晓了此地所在, 将其告知了你。 柳三元问道, 他不知道, 这是我从枪族风水树之中发现的。 杨青山如实回答。 柳三元忽然又笑了起来, 笑声之中, 悲意却更是不少。 龙楼宝殿, 龙脉深处, 幽静之壤, 仙道的确煞费苦心, 此地之模样, 无论哪个族人, 看着都会格外安心。 只不过这天时地利, 当真是耗费了太久, 数以百年, 仙道海谷一回, 如今, 我们才看看来到。 阴差阳错, 阴差阳错呀。 话音至最后阴差阳错的时候, 柳三元忽然又大笑起来, 笑声之中, 更透着极致的傲骂。 这或许便是枪族的命霸, 此地之外的龙脉损坏, 让当年的枪族无法来此, 仙道的心血封存, 如今龙脉修复, 此地可以使用, 可我却亲手毁掉了 能堪此地入口的山峰。 我没时间再出去了。 柳三元又摇了摇头, 除却他语气之中的懊恼, 剩下的只有无奈。 我注意到他面纱之下的脸颊, 竟然还有两道浑浊的泪痕。 我这才彻底明白 柳三元此刻心头的煎熬。 若是他早一刻知晓, 他要来的地方, 是这样一处秋初到 当年就提醒过 枪族后任大长老的所在。 他肯定就不会听我的话, 甚至速度比杨青山更快, 毁掉了剑锋。 而如今, 他接近游进灯窟的边缘。 即便是他想要出去, 都不会再有时间 带枪族的人进来。 杨青山要留在此地, 再换句话说, 若是此地能被枪族使用, 再葬入杨青山之后, 此地的风水会变得更强。 枪族必定会踏上另一个台阶。 只不过, 这一切都是眼前之云烟, 过眼而散。 时也, 命也, 师尊无需太过介怀, 我们能来此地, 已然是寿命树眷顾, 枪族已有新的大长老, 依然有了新的先师, 以后的枪族是他们的。 杨青山再一次 对柳三元躬身行礼。 偏偏此时, 我却听到枝鸦声, 似乎是门被推开了。 丝丝良意, 夹杂着另一种尖锐的感觉, 这是有人在背后盯着我, 本能低六感的反应。 村路上, 不再是那么寂静, 有杂乱的脚步声, 开门声。 那种被盯着的感觉, 已然提升到了顶点。 我陡然间再次扭头, 看向了那感觉最浓烈的一处。 距离我最近, 约莫也就十几米外的位置, 有一个院落。 院门推开之后, 门槛之前处着一个人。 他的衣着破烂蓝褛, 但依稀还看得出来, 是羌足服饰。 只不过, 他瘦得如若皮包骨头, 四肢纤细, 脑袋上的皮肉紧贴着骨骼, 眼珠子奇大无比。 这不是邓大, 而是因为太瘦了, 面颊的皮肤紧贴着骨头, 将眼眶完全凸显了出来, 才显得眼睛大的恐怖夸张。 最怪异的是他挺着的肚子, 简直比十月怀胎的孕妇还要夸张。 他的胸口轻微地动着, 明显是还有一口气孕在心口。 不只是这一个院子走出来了人, 视线之中能看到的所有院落, 全部都被推开了门。 有的走出来的是一个人, 有的走出来的是两人, 甚至是更多。 青山前辈, 大长老, 恐怕没人欢迎我们。 我抑制不住眼皮地跳动, 额头上也觅出了大颗大颗的汗珠。 这会儿, 我很难形容这些人的目光。 纵然他们曾经是秋处到 带上这龙楼宝殿 修建此地坟营的枪族人。 可此刻, 他们的视线之中丝毫没有和善。 除去了冰冷, 怨毒, 死寂之外, 我还从其中看到一种情绪。 那情绪, 似是渴望, 贪婪, 甚至是饥饿。 他们机械地往前行走着, 就像是提线木偶一样朝着我们靠近。 我飞速收起定罗盘, 手中握紧了枯桑棒和扎鬼刀。 刚才我拿出定罗盘, 是怕有极度凶恶的恶师大鬼, 可现在钻出来的是这些枪族人。 他们虽然凶恶, 但是数量却太多, 一个定罗盘完全起不到作用。 杨青山的手中, 忽而便握住了一柄青铜剑。 他微微泛青的脸上, 剩下的只有肃杀之色。 至于柳三元透出, 来的情绪又是另一种难于言喻的悲怆。 不可对, 他刚开口。 杨青山便直接打断了柳三元的话。 怨念、恨意, 他们承受的孤寂比我更久, 痛苦比我更久, 腹中疼痛入坠铁。 那厌不下的气, 除了对枪族抛弃他们的恨, 还有机制亡命的折磨, 师尊活时想要厌气, 只能放下。 你认为他们放得下吗? 想要安葬他们, 已然是不可能将其斩于剑下, 才是解脱。 杨青山自举铿锵, 他这一番话落定的瞬间, 手中的剑便陡然往外一甩。 青铜剑飞射而出的同时, 他袖口之下, 更有竖饼剑同时窜出。 盖文, 天元地方, 律令九章。 无精斩除, 除去百秧, 一斩去天秧, 天逢道路鬼, 斩却诸魔鬼, 永远离家乡。 二斩去地秧, 地户将吉祥, 男邪女归正, 斩灭自消亡。 三斩去鬼秧, 百怪远潜藏, 斩却诸恶事, 家眷自安。 抗! 无缝御黄律令射! 杨青山的斩丧咒杀鸡更重, 剑影更快。 眼瞅着这一咒之下, 这七柄剑至少灭杀七个 形弱恶鬼的枪族人。 可偏偏就在这时, 忽然耳边传来啪的一声轻响。 这声响, 就像是鞭子抽打在半空之中。 同时响起的, 还有一道极为飘渺, 甚至是空气的咒法声。 咒曰:「天牛古墓中, 神鞭往外宫, 子孙兴万代, 富贵出三宫。 无缝御黄设令, 急急如律令。 两种声音混合在一起, 一道细长的黑色鞭影, 忽然从村路尽头猛地抽了下来。 一边抽下, 杨青山斩桑咒挥出的剑, 全部在半空中被抽落。 而那鞭影并未停下, 直接朝着杨青山卷去。 我心头震惊的同时, 更是恶寒不已。 因为我晓得这鞭子, 这咒法。 这是柳家的牛鞭, 属于极为珍贵之物。 那咒法杀招, 当初杨夏元也使用过。 瞬间我就想到一个可能。 这咒法和鞭子都应该是大长老的, 当年秋初道带着部分枪族人 以及一任大长老来了此地, 那大长老手中便有这鞭子。 之后秋初道离开, 将其留下, 枪族之后又做了一条新的, 不过却失窃到了杨夏元手里。 思绪瞬间想到这些, 那鞭子已然要接近到杨青山身前。 这一切太快太快, 我只能跟得上眼神思绪, 身体都来不及往前迈步帮忙。 陡然之间, 柳三元却踏前一步, 他长袖陡然一甩, 竟单手一挥, 直接拽住了那长边一截。 顿时, 长边便被绷得笔直。 约莫七八米之外的村路之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笼罩在道袍之下, 同时也带着道观的人影。 长边的另一头便在他的手中。 道袍的样式和柳三元的相差无几, 道观的模样也几乎和柳三元的相同。 甚至于我发现了一点, 但凡是学习柳家道术的人都有那种气势, 仿若轻松一般笔挺。 只要是柳家道士, 即便是成了凶师恶鬼, 都不会改变。 嗡的一声轻响, 那长边微微震心号心号, 分明是两头的力道太重, 让人甚至感觉到那鞭子都已经难以承受。 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村路两侧, 院中走出来的那些挺着肚子, 四肢纤细, 容貌争獰的枪族人, 飞速地朝着我们逼近。 他们的面色愈发的凶恶, 快凸得掉出来的眼珠子, 也显得愈发的贪婪。 十六, 注意自保。 忽二, 杨青山的话音在我耳边响彻。 而下一瞬, 他竟已消失在原地, 几乎形成了一道残影, 直冲向那七八米之外的人影。 只听铿锵一声, 杨青山已然到了那人的身前, 声响伴随着一道蹦射的火花。 火光映射之下, 不只是杨青山范青的面庞清晰无比, 甚至于我也看见了那人影的脸。 同样是一张范青的脸, 面颊更为瘦削, 眼神更为锋锐。 甚至于他的面相, 竟能看到和柳三元柳宇宙的一分神似。 除此之外, 我脑袋更是翁了一下, 因为那人的脸上, 似是有荣誉紧贴着皮肤一般。 在下一刻, 火花已然完全消散。 那人的速度快过杨青山, 抬腿之下, 一脚便踹中了杨青山的胸口。 杨青山整个身体如同弹射一般, 嗖的一下, 被踹飞出去。 紧跟着, 他又狠狠一拽长鞭。 原本我以为, 他会和柳三元一直僵持。 可此刻柳三元的身体, 却猛烈地颤抖着, 竟然没有丝毫地反抗, 只是紧紧地攥着长鞭, 被那人猛地一抽, 便拽着身前。 那人一把, 便扼住了柳三元的脖梗, 身影飞速地朝着村路深处, 退去。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完全让我没有预料。 这怎么可能? 柳三元, 竟然没有反抗。 我大惊失色之下, 飞速回头去看杨青山。 刚才那一脚太重, 杨青山椅, 然被踹至牌楼之外。 同时, 那些本来要朝着我们 围过来的羌族人, 忽然便调转了方向, 朝着柳三元和那人影 消失的方位而去。 他们的速度快不了多少, 不过乌洋洋的一群 聚集在一起之后, 那种恐怖的感觉, 更让人觉得, 好似置身在阴曹地府之中。 我本想着要追上去, 杨青山肯定出不了大碍, 也就是被踹了一脚, 可柳三元肯定会凶多吉少。 更关键的是, 我晓得他为何会不抵抗, 我猜测的不会有错, 他所说的也不会有差池, 那人必定就是秋初到那一代的柳家大长老, 那是属于柳三元的先辈。 可如今, 这些惨死受折磨的羌族人 都对我们凶恶相对, 更遑论那位先辈长老。 我此刻驻足不追上去的原因, 也不是怕死, 而是那些羌族人挡在了前头, 我上前的话就得穿过他们。 要是逗起来, 我根本过不去。 我瞬间将思绪强压了下去, 飞速转身朝着牌楼之外追去。 很快, 我跑到牌楼之前, 却刚好撞上跑回来的杨青山, 他胸口的位置有一个极深的脚印, 这伤势断然是不清。 我赶紧将刚才发生的一切和杨青山说了。 杨青山脸颊似乎更削瘦, 本来死灰色泛青的皮肤青色变得更重, 甚至于眼带都开始明显了不少。 和我一样的轻失道, 只是, 他语化了一部分。 杨青山的话音极度沙哑。 那语化两个字, 却刚好触及我刚才看到的, 同样也是不敢深思的。 只是这明显容不得我不去想。 他不想我们, 我抿着嘴, 眉头紧锁。 这说话间, 我同样在脑中飞速推演, 应该怎么对付他。 杨青山绝不是对手, 他要比对方少了一个层级, 且不说倒数, 他不过是在批发鬼的生气之中待了三十年。 刚才那位先辈长老, 在这里待着的日子, 要比他长久了太多。 语化的轻失, 还是当初原画绍给予柳化炎的许诺, 都没办到。 我话才刚出口, 思绪也只想了一半, 杨青山才沉声开口道, 这些枪族人, 之所以这么痛苦, 是因为食了不消化的白土。 当年秋初道走后, 这些人未必全部会留下, 最忠诚枪族的只有柳家。 他们不走, 绝对是秋初道的计算, 恐怕也是那位的推波助澜。 他们死不厌弃, 这死鬼饥荒之下, 这种死鬼曾遍布天下, 如今他们恪守此地, 对我们的恨意如此强烈, 即便是秋初道来了, 他们都不会让秋初道进来。 那一位, 也是这态度。 杨青山所说的话, 几乎完全贴合了我的猜测推演。 只不过, 他没说怎么对付对方, 我这会儿也没想到。 先追。 杨青山一把便抓住了我的肩头。 耳旁静风凌冽呼啸, 周围的院落, 街影迅速地在视线之中后退。 而这地方, 也只是外延的院落和羌族无二, 载道。 那深处之后, 离开了有建筑院落的那一片地方, 后方便是截然不同。 在一片广阔空旷的平地之后, 是一道巨大的山顶湖泊, 湖泊中央有一道矮小的山丘。 空地之中, 乌泱泱的起码有上百羌族人, 他们面朝着我和杨青山, 苟着头, 眼神凶利贪婪。 在他们身后, 才是那人影以及柳三元。 此时的柳三元便是跪在那人影之前。 本来被乌云遮蔽的夜空, 忽而开始洒落下月华和星辉。 幽冷的山峰, 有小便大, 吹散了乌云, 同时也似乎在吹散我身上最后一丝热气。 冷意透体而来, 我打了一个寒镜, 没忍住颤抖了一下。 身体虽说颤抖, 但是我意识和思绪不敢有丝毫的分神, 目光穿过那些形弱恶鬼, 却显得疏散的枪族人, 稳稳地定格在那人影之上。 我在飞速地推演 其所站着的方位。 在月华和星辉的映射之下, 他的身形已然不是一个模糊的影子了。 陈旧的道袍, 道关, 以及被垂落。 下去的面纱遮住了的脸。 刚才能看见他的面旁, 是因为杨青山忽然逼近, 两人拼斗之下, 让面纱扬起了而已。 我直勾勾地盯着他, 同时将炸鬼刀, 枯桑棒都收了起来, 快速地从铜箱之中取出金算盘, 盘膝坐下, 压低了声音说道。 青山前辈, 或许我能创造一次机会, 只有一次。 你得要大长老出手。 你灭不掉那先辈长老, 只有大长老可以, 他会死在这里, 你才能入那太极运之中。 话音落罢, 我双手已然扶在算盘两侧, 手指按在了算珠之上。 我并没有立刻拨动算珠, 我还在分析那人的位置。 这空地不大, 至少我如今的本事, 不需要提前准备, 稍作分析, 就能将此地所有挂箱为确定。 想创造这机会, 我得付出很大的代价, 此地的人太多了。 不过相较于上一次, 我也已然提升了太多。 可同样, 我不能贸然动手, 机会是给柳三元的, 而柳三元跪在那里却不行。 也就在这时, 杨青山忽然面朝着前方, 沉声喝道, 你, 是柳银元。 他这声音响彻于空地山间, 形成了连绵不断的回音。 我注意力更为集中, 柳银元这个名字, 看似像是女性化, 可银这个字, 实则是焚银, 这更是和英术贴切的姓名。 除去了外姓道士, 柳家所有道士的名字, 莫不是和道数相关, 就是和英术风水相关, 这恐怕也是羌族影响的原因。 外姓道士, 都能走到这里, 羌族, 还是羌族吗? 你是否应该自裁? 那柳银元压根就没有理会杨青山, 而是垂头, 面纱对着柳三元, 显得格外的冷漠。 不只是一个外姓道士, 还有一个完全和羌族没有相关的人, 你便是这样做的大长老。 柳银元的语气更加地死即阴冷, 跪在旁侧的柳三元, 身体颤抖不已。 宋神法已然用了, 你游进灯窟, 无回天之力, 否则的话, 我会用羌族的刑罚惩戒于你。 你引咎自裁吧, 你丧命之后, 我会清理门户, 再将这外人。 头下山崖, 无人可破此地之安宁。 他最后一句话说完之后, 面纱都在冷风之下, 被吹拂而起。 柳三元也开口了, 他的声音透着微微地站立, 这当真是像在先辈之前犯错的孩童一般。 青山, 是我最优秀的弟子, 他虽是外形, 但实则是掀到血脉, 只是被其父改名。 当年若非其父杨夏元贪婪, 他不会早逝, 他必定是柳家最出色的大长老。 罗十六是羌族的朋友, 他是阴阳先生, 精通藏隐观山, 地上堪于阴阳树, 甚至还有原始阴阳树, 先到才能画出的五帝封葬符罗十六有恩于羌族, 您不能对他下手。 风, 忽然变大了很多, 柳三元的身影也显得更为萧瑟衰弱起来, 腰背都余缕了更多。 他与季之中略有哀求, 这几十年来, 我没有领导好柳家, 也没有护卫好羌族, 的确该死, 但求先被放青山过湖, 送罗十六下山, 我当自意在此, 以警校友。 若非是亲眼所见, 谁能够想象得到, 柳三元这堂堂的柳家大长老, 竟然会如此谦卑, 态度如此低下。 虽说他身旁是柳家先被大长老, 但是他所受的指责, 我却很难苟通。 柳三元或许不是羌族大长老之中最出色的一个, 更不会是最强的一个, 但是他对于羌族的奉献, 不会比任何一位大长老少。 为了给羌族博一个更强的变数, 虽说他计算羌族和柳家, 但在此期间, 他没有损害到羌族的利益, 更没有损伤到柳家的利益。 杨夏元的叛变, 也因此在他的掌控之中。 若是没有他的这计算, 我觉得凭借杨夏元的狠辣歹毒, 羌族应该会受到更大的重创。 杨夏元虽然接受了他的帮助, 但也因此将格局局限在了柳三元的掌控范围内。 再之后, 柳三元用各种方式拉拢于我, 让审计回归羌族, 求出到再次有血脉留下。 甚至他还要以柳家所有的福转, 来换取我一个和柳家死死绑在一起的可能。 临他作画之前, 他还要替柳宇宙来应命树变化。 他这一辈子, 为了枪族已然将自己炸得干干净净。 这柳英元说要用枪族刑法承接他, 即便是因为宋神法令他即将游进灯窟, 还要让他以自裁的形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好不讲道理。 将柳三元这一生都完全漠视。 你, 再和我讲条件。 柳英元的语气更为冰冷, 杀意几乎喷波而出。 其中对于柳三元的厌恶也更为浓郁。 我讹上汗水滋生的更多, 大颗大颗的汗珠顺着脸颊滚落。 死死地看着柳英元和柳三元的方向, 方位已然确定我随时可以落挂, 可我却不知道怎么让柳三元来动手。 并且我觉得柳英元的杀鸡有些怪异。 本身柳三元那番话还有柳英元这反应, 这,杀鸡都应该是给柳三元的。 可偏偏他这杀鸡没有凝聚在柳三元身上。 他的杀鸡有伞在外, 甚至也没有在我身上。 陡然之间, 我浑身一个机灵, 余光撇到了杨青山。 他这杀鸡是因为杨青山? 不,不对, 这其中还有问题。 他本来就要杀我和杨青山, 本身就是有杀鸡存在, 只是这一瞬间出现得太浓烈, 浓烈到让人觉得清晰可查。 至少在他那里,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若非特殊原因不会再变化得那么明显。 脑中的思绪正在迅速地清晰, 我觉得我已经分析到了什么, 飞速地将那思绪抽丝剥茧。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不过是转瞬之间。 杨青山的声音陡然打破了柳英元带来的压抑。 同时他的话, 更是一下子将我彻底点醒。 伦云元, 先被大长老, 我问你两个问题, 若是你回答上来了, 我不会。 过湖, 自断手于此。 杨青山的声音忽然变得更为厚重, 他指示着柳英元继续说道, 你比刚才还中的杀鸡, 恨不得立刻让我魂飞魄散。 是因为刚才世尊说了, 我其实不算外星, 是秋初道的后人吗? 若是今天来这里的是秋初道, 你会如何? 他是会避命于你的边下, 还是断手于剑锋? 话语之尽头, 杨青山的气势变得异常凌厉。 或是两个问题换做一个, 你对于秋初道, 是恨, 还是敬? 回音在空地不停地回星号星号缭绕, 杨青山的语气已然不是提问, 而是质问了。 忽然间, 那些古兽如柴, 却富大如斗的羌族人几乎都颤抖起来, 他们的颤抖不是来自于敬畏。 我清晰地感觉到, 四周弥漫着更加浓烈的怨毒和杀鸡, 仿佛秋初道这个名字已经成为这里的禁忌。 柳英元散露出来, 等那些杀鸡忽然凝制到了一个冰点。 陡然间, 一切都变得寂静, 好似时间都停顿了一半。 柳英元默不作声, 只不过, 周围这些死不厌弃的羌族人却仿佛给出来了答案。 跪倒在柳英元身侧的柳三元, 忽而颤巍巍地抬起头来。 面纱还是遮住他的脸, 看不到柳三元的表情, 同样他也没有说话, 仿佛是在看着柳英元一般。 也就在这时, 柳英元突然抬起了左臂, 他的左。 手上握着一柄铜剑, 月光之下, 铜剑散发着淡淡的风锐黄芒。 他这分明是要将柳三元斩杀在身前。 杨青山低吼出声, 师尊他只是在守着这里, 柳家的钟, 他已然无。 他已然走偏了落。 你, 还要跪着受死吗? 杨青山话音未落, 柳英元手中铜剑, 便猛地站下。 千军一发之际, 杨青山陡然抬手, 一块铜镜赫然出现在他的手中。 月光映射之下, 铜镜散发出的铜芒竟有一种刺目感。 央神, 明镜照。 咒法响起的同时, 铜镜已然被杨青山飞制而出。 狼神, 塞子装! 瞬间, 杨青山扶过腰间, 再次甩出的还有一个竹质塞子。 明显, 此刻的杨青山, 也已然贯彻了前所未有的杀印。 以至于他念咒, 竟然都有了顿挫感。 怪神, 用剑射! 洗神, 再捐红! 凶神, 接回避! 伏路保千中, 急急如律令。 咒法落霸的瞬间, 一道红卷布, 还有从杨青山手绣位置 迸射出的十数道剑语, 全部朝着柳银元飞射而去。 电光火石之间, 柳银元的剑 刚好落至柳三元的头顶上方。 这不由得, 让我也狠狠捏了一把汗。 不受控制的瞪大了双眼, 更是怕柳银元这一剑 直接斩了柳三元的头颅。 柳三元, 动了。 他双臂陡然抬起。 只听, 啪! 得一声手掌合并的脆响, 同时还有铜剑的翁银。 柳三元双掌合拢至头顶, 直接便接住了柳银元的剑。 而这时, 央狼神咒同时落下。 柳银元抬起右手, 牛鞭啪! 得一声抽出, 直接打散了铜镜、筛子、 卷步以及剑鱼。 柳三元骤然起身, 同时他肩头狠狠朝着柳银元胸口一撞。 这撞击之下, 柳银元竟没有闪躲, 我本以为下一瞬他会被柳三元撞飞。 却没想到, 这猛然一撞之下, 他的胸口只是微微一晃。 反观柳三元倒像是受到了大力, 朝着后方重重倒飞而出。 原本在这期间, 那些瘦骨灵巡, 腹大如斗的枪族人都动了起来, 一部分朝着柳三元围去, 另一部分则是朝着我和杨青山包来。 柳三元这道非碰撞, 反倒是将大部分枪族人撞击倒地。 但柳三元并没有倒下, 再撞倒别的枪族人线。 立之后, 差不多退出了十余米后, 他便猛地驻足。 柳三元右手在腰身之间一抽, 取出来的便是一柄浮尘。 猛然一甩之下, 沉思散开, 紧跟着右河拢。 山峰凌冽吹拂, 他脸上的面纱速速而动, 时而露脸, 又时而落下。 此刻柳英元也稳定了身形, 不过他丝毫没有停顿, 又是一边朝着柳三元抽打而来。 柳家, 是枪族的柳家, 仙道, 为枪族鞠躬尽瘁, 先辈大长老, 错的不是我和青山。 前一刻, 柳三元的孝河中并不是消失不见, 而是被杨青山所点醒。 在此时, 在柳三元眼中, 走错路的便是柳英元。 转瞬之间, 两人便激斗到了一处。 鞭影爆扇, 铜箭碰撞之下, 火花漫天。 我看得心惊无比。 极力平稳自己的思绪和心境, 准备落挂, 给柳三元机会。 这挂, 或许也需要杨。 青山的助力, 我才能落下来, 因为那样机会更多。 这会儿, 杨青山却还没动。 我以为他误解了我刚才的话, 正想要开口, 让他也四肌动手协助我。 偏偏就在这时, 杨青山忽然说道, 师尊, 曾对我留守。 我愣了一下, 一时间没有明白过来。 杨青山才说道, 活着的道士和活师道士是不一样的, 服有行, 却失了意。 柳银元虽说凶, 但柳家大长老以命相搏, 他也别无他法, 否则刚才, 他不会先说让师尊自裁那番话。 杨青山这话, 顿时便让我如若醍醐灌顶。 在下一瞬, 他瞥了一眼我手中金算盘。 不, 他看的是我的食指。 十六, 食指连心, 借我你的食指血。 可好。 我的血, 没有用, 师尊命是已衰, 消耗不了几次了。 以阴阳先生的血作为补充混合, 会有奇效。 说话之, 尖, 杨青山的手中便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木质瓶子。 我也不知道, 这是他之前就随身戴在身上的, 还是说他在做棺材的时候准备的。 我没有犹豫, 接过来瓶子之后, 快速地用接音匕首割开了指度, 我伤口并没有弄太大, 每个指头流进去一小股血, 但之前葬了阴阳时, 我已经失血过多, 还没恢复, 这会儿还是有种血运感袭来。 而此时, 剩下那些形弱恶死鬼的枪族人, 还在朝着我们包围过来。 杨青山挥手之间, 便是斩丧咒, 其土咒挥出,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靠近, 全部都被斩于剑下, 或是钉死在地面上。 这一幕看得我心惊肉跳, 甚至于有的剑从那些人腹部穿过, 似有颜色深邃的泥土从山口处溢出来。 他们这么大的肚子, 里头当真装的是那些消化不了的白土。 可想而知, 他们临死之前多痛苦。 很快, 我就放够了十支血, 将其交给杨青山。 杨青山目光如炬, 紧握着木屏, 陡然间转身, 一跃而起, 冲入了柳三元和柳银元的战局。 此刻, 柳三元和柳银元斗得如火如荼, 柳三元虽在尤禁灯窟的边缘, 但他用的柳家秘法宋神法, 能激发最后一丝潜力, 消耗所有寿元, 让实力维持在一个巅峰。 当时柳宇宙那种状态, 都用着宋神法力挽狂澜, 柳三元抵运更深, 即便是伤势使然, 使用宋神法之后, 还是强横无比。 此刻, 柳三元正一跃而起至半空之中, 三剑三射的开山斩草咒之下, 剑影与剑光暴射, 一瞬之间, 其威势竟然有压过柳迎元的趋势, 但柳迎元看上去毫不慌乱, 他冰冷地呵斥一声, 道, 秘诀曰, 天牛古种诗人, 持牛鞭三抽, 咒法三段, 竹门, 退神, 灭魂, 斩灭自己。 咒法之中混合着凛然杀鸡, 对比杨青山和柳三元的咒法, 显得更是凶利。 而这咒法, 竟然是我未曾听过。 的, 恐怕只有手持牛鞭的大长老, 才能用这些咒法。 柳家现如今的牛鞭和杨夏元一起在批发鬼内, 柳三元自然无法使用。 牛鞭在半空之中形成三道鞭影, 狠狠披向柳三元。 开山斩草咒直接被破, 眼瞅着便要抽中柳三元身体。 柳三元身上的道袍忽然间碎裂开来, 形成了漫天的不快, 飞舞散开的同时, 我便看见了柳三元此刻干瘦的身体, 依旧勉强能看到肌肉的轮廓, 不过这些肌肉全部都紧缩, 似是违离了下去。 在柳三元腰间便是缠着一块布, 布上是在月光下泛着铜光的柳叶青铜剑。 柳三元灯时就要拔剑。 这杀照, 我见柳玉咒用过数次, 属于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灵力道法。 与此同时, 杨青山已然赶到。 他手中浮沉, 猛然间在柳三元身前一甩。 啪啪的声响之中, 那鞭影抽在浮沉之上, 几乎将整个浮沉死缠住。 似是杨青山的靠近更激发了柳银元的杀鸡, 他。 狠狠一拽边影, 要将杨青山拽至他面前一样。 杨青山格外果断, 骤然便松开了手掌, 那浮沉被柳银元直接抽了过去。 道士的浮沉同样也是道士画幅的笔, 丢了浮沉, 杨青山便没了画幅的可能。 只不过这会儿我看得清楚, 若非是浮沉被收走, 恐怕他也挡不住柳银元这一击。 脑中迅速推演之下, 我更是看清楚了局势。 论道法, 看似柳三元和柳银元相差不多, 可实质上柳银元几乎不会疲惫, 柳三元却撑不住多久。 即便是加上杨青山, 他们两人也不可能是柳银元的对手。 机会,便是福。 以柳三元心血, 再加上我的十只血混合, 去画一道符, 镇住柳银元。 我思索的瞬间, 柳三元已然飞速后退, 连带着杨青山, 师徒两人至少退下来二十余米。 在此期间, 杨青山便将木屏直接交给了柳三元。 师徒两人眼神交换之下, 杨青山的身体竟有些微颤, 柳三元身上更是爆发出来另一种气势。 杨青山的颤抖是悲哀, 而属于柳三元的气势则是浩然之气贯彻夜空一般。 他的声音更是如若红中。 自古、中孝、两南拳。 仙辈,你走偏的路, 我替你拨乱反正。 中越国孝,三元别无他法。 柳三元这声音,明显就是一个讯号。 他的右手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 持着一柄柳叶青铜剑, 狠狠地扎中了心口。 顿时, 他双目瞪大道滚圆, 浮沉骤然朝着心口出去。 与此同时, 我那木屏也被他倒在了浮沉之上。 罗十六! 正是! 杨青山爆合出声, 那声音在空气中强烈地震信号信号开来, 回音不绝于耳。 他猛然间一跃而起, 在半空之中身上针影爆射, 同样还有数十八柳叶青铜剑传射而出。 分明, 这是杨青山除去了画幅之外最强的招式, 用来给柳三元寻觅机会。 我双手按在算珠之上, 飞速地波动。 食指的伤口传来阵阵的刺痛, 血弥漫在算珠之上, 我赶。 道时而冰冷彻骨, 时而滚烫炽热。 柳银元冷哼一声, 只不过是轻湿道, 你还差得太远。 他右手心号心号边影, 左手用杨青山的浮沉抽打, 那些针影柳叶青铜剑正在迅速被打飞。 很明显, 杨青山是拖不住的, 柳银元还在往前挤走, 似是要到柳三元的面前, 此时他身上迸发出来的杀鸡 已然完全针对的是柳三元了。 他必定已经察觉到此刻柳三元的威胁。 我拨动算珠的动作, 已然快到了极点。 琵琶声响之中, 一道挂像赫然显现。 我双目眼睁, 直勾勾地盯着柳银元, 眼睛发热, 似乎要一出鲜血。 私生鹤道, 上讯, 下坤, 封地关。 半身不随, 下之瘫痪。 荒妙! 柳银元一声利和, 他这鹤声竟然让金蒜盘轰轰震动, 似是要因此蹦裂一般。 我猛地一拍蒜盘, 食指狠狠落在旗上, 压住了那挂像, 没有让其紊乱。 随即低吼一声, 铁口出, 金蒜落, 先天挂成。 我这一声落下, 金蒜盘的颤动更为剧烈。 甚至我都不知道, 是因为我按在金蒜盘上的手在颤抖, 带动金蒜盘颤动不已。 还是因为金蒜盘在柳银元的威蚀之下颤抖, 有溺血狂涌而上, 但我咬紧牙关死死地撑住, 并没有吐僵出来。 上一次面对徐白皮, 也就是那些黄皮子进了广场, 我没忍住那口溺血冲撞, 吐血之后反倒是压制不住反噬。 此刻我忍住那口溺血之后, 一瞬间便感受到一股极致的平静。 挂像, 彻底地变得稳定。 而前一刻, 还在蔑视我的柳银元, 忽然身体一抖。 他原本正朝着柳三元急冲而去, 陡然之间便僵直在原地。 下一刻, 他的小腿一颤, 下半身竟然直接失去了平衡, 重重地朝着地上倒去。 这一幕发生的瞬间柳银元的面。 色亥然, 他那表情明显就是完全不能理解 到底发生了什么, 更是不可置信。 我身体固然是痛苦, 可心绪却很平静, 面上更是冷漠。 无论是铁口精算也好, 还是原式阴阳术也罢。 此刻我已然不能区分, 我到底使用的是 原式阴阳术的延出挂城, 还是忽然顿悟的铁口精算的含义。 只是两者, 竟有一曲同工之妙, 更像是融合在一起出现的产物。 柳银元倒下的瞬间并没有面衰之地, 而是左臂飞速地撑住了地面, 整个人侧着身子瘫坐在地上。 他的下半身虽然如同瘫痪般的软烂, 可他的右臂依旧高高举起, 好似没有受到半点影响。 而他的右手中, 此刻正握着一柄通体透金, 约某有小臂长短的锄头。 我清晰地认出来, 那是其土舟的金橱。 冷烈的鹤声响彻整个山顶之间, 在耳边回星号星号不已。 天元地方, 绿令九章, 金尘破土, 万事急昌。 金橱一举, 锐满山岗, 鬼魅凶恶, 远去他方。 金橱再举, 起况安详, 千秋百岁, 富贵永昌。 一画天门开阔, 二画地户紧闭, 三画鬼路塞岩, 四画人道通立。 柳英元的起土舟, 也和我见过得完全不同, 半空之中, 竟是出现了四到四式虚幻, 却更像是实质的金橱虚影, 几乎是同时朝着我头顶斩来。 这一刻, 柳英元的杀鸡刹那间, 便全部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太快, 根本就让我避之不及, 甚至我也没有办法去退避。 刚才的那延出挂程, 几乎是让我用尽了浑身解数, 榨干了最后一丝气力, 才能稳住那挂项。 这起土舟, 端端是要让我毙命。 而此刻, 柳三元明显还在准备 尽头心头血来化浮。 杨青山才完成了刚刚的。 攻击, 正是余力不足地 从半空之中落下。 没有任何人能够帮我,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金橱的虚影 正在急速地朝着我逼近。 再下一瞬, 便可将我开膛破肚。 最开始我升起的念头, 是想要躲闪。 可我很清楚, 这是躲闪不掉的。 索性我便没有在闪躲, 双目通红地盯着那金橱虚影, 余光则是瞥向柳英元的身上, 低声喝倒。 杀我, 没那么容易, 不过是一道咒法。 你没那么强横的本事, 更没有运气杀我。 我这一生, 并没有丝毫减弱自己的气势。 此刻与我的思绪, 便是在命数庇护之上。 因杨先生的命数庇护, 生死危机之下, 必然会有奇效, 也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眼瞅着虚影, 已然到了我面门之前, 下一瞬, 就能将我毙命当场。 偏偏就在这时, 半空之中落下来的杨青山, 竟然直接落至我。 得身前, 他双手陡然举起, 成爪形, 似是阻挡的动作。 闷响声, 皮肉割裂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 在下一瞬, 杨青山身上的盗袍破了。 最开始破的只是肩膀, 锁骨位置的盗袍, 可下一瞬, 破损便蔓延至了全身。 他上半身的盗袍, 几乎破烂了大半。 暗红的血液泛着淡淡的青涩, 流淌在了他的全身之上, 将没有碎裂的盗袍全部净燃。 杨青山落地的同时, 再度高举双手, 狠狠朝着中间一派。 啪! 得一声脆响, 他双手合拢的瞬间, 夹在其掌心中的, 便是一道金锄。 杨青山低吼的声音激进嘶哑, 仿佛也是拼尽全力, 才堪堪将金锄按住。 这会儿, 我却分辨不出来, 到底是杨青山临最后关头, 命述对我的庇护, 还是说两者皆有之了。 总归金锄被完完全全地挡住。 他并没有伤到我, 同样也没有对杨青山造成更多的伤害。 反观柳英元, 他用出这起土咒之后, 反倒是显得违离了不少。 分明是挂象对他的伤害很大, 他强行抵抗, 同时还要杀我, 对他造成了更大的消耗。 以至于柳英元不只是半身不随, 他上半身都苟着背。 本来脸上还半竖立着的荣语, 都瞬间消散了不少。 柳英元生出的荣语, 的确有语化的部分模样, 膳诗会全身布满白色的荣语, 一眼便能够清晰认出, 恶诗的形象则是更容易分辨。 柳英元身为轻诗道, 那一口常年咽不下的气, 再加上此地生气不属于批发鬼, 才会生出荣语。 但他并不是完全的语化膳诗, 白色的荣语只是覆盖了部分脸部。 假以时日, 他肯定会成为彻头彻尾的语化膳诗, 并且形成膳诗丹。 若是他成为完全的语化膳诗, 再加上轻诗道, 我们绝对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只是现在, 他还没达到这一步, 我才有机会以言出挂诚的方式伤到他, 才能够有计算他的可能。 此刻柳英元在言出挂诚的影响之下, 半身瘫痪, 更是惊气不振。 这刚好达成了我想要的结果, 甚至如今他这表现, 远远比我所设想的要虚弱更多。 这一切都发生在极为短暂的时间之内。 杨青山此时也在挡住精锤, 没有丝毫的余力, 我也在反噬之下, 更为精神违靡。 那口血虽然被我逼着, 没有涌上喷出。 不过这种程度的压制之下, 反倒是让我双目觉得炙热, 双耳觉得滚烫, 甚至于鼻孔之间, 也有一股温热的星号星号在流淌。 一夕之间, 我发觉自己似乎是蹊跷流血, 因为即便是嘴角, 都尝到了一丝丝的心甜味。 我的手按着精算盘, 却已然没有刚才那么强的意志力了。 而精算盘也没有在颤抖, 这似乎也是因为柳英元此时围米不振。 我艰难地移动目光, 看向了远处的柳三元。 此时的柳三元, 头上的道观歪歪扭扭, 面纱被掀至一旁, 他的面颊更为削瘦, 皮肤紧贴着骨头。 甚至于从他的脸上看来, 他整个人, 浑身上下的血肉都完全消散, 似是全部被宋神法榨干, 又像是因为他放了心血, 将自己仅剩的生机全部消耗殆尽。 但是, 他却并没有因此唯米倒下。 虽然他现在不只是外表, 甚至是内里的一切实质 都到了游进灯窟的程度, 但是他的腰背依旧是挺得笔直。 并且, 那扶尘已然没有压在他的胸口, 而是平举于胸前。 他的样貌已然是将死之人, 可是他的气势却丝毫没有落下半分。 笔挺如松的腰背, 骨颈无波的双目, 平淡漠然的神情。 此刻, 他所有的, 注意力都被意志强行撑住, 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柳盈元。 浮尘静染的血仙红无比, 浮尘丝更是沉甸甸的, 仿佛随时会滴血而出。 柳三元嘴唇翁动, 喃喃道, 先辈, 您您完不灵, 三元便替您正视柳家之道路。 三元冒犯, 这一服送您安息。 以示赔罪, 三元同您一并上落。 在下一瞬, 柳三元的身体陡然朝着, 前方一冲, 整个人呈现一种无可匹敌的气势, 他的身形几乎都形成了残疑。 转瞬之间, 柳三元便到了柳盈元的面门之前。 而此时此刻, 柳盈元依旧是半身不随, 还在言出挂成的束缚之中。 柳盈元面色猙獰, 双眸怨毒地怒视着柳三元, 私声吼道, 柳三元, 枪族和柳家本是平等, 相互依存。 堂堂柳家道士, 岂能被他人奴役? 他这嘶吼, 却完全没有影响到柳三元的行动。 柳三元哭受, 如柴的双臂猛地向前一挥, 一道血痕便落至柳盈元的眉心之间, 拉出一道印记。 我本以为柳三元会用完整的压阵神咒, 可他的服转, 竟也是我没有见过听过的。 手拿服尘竟然写, 到时来调王升天, 门户清理丧事过, 丧事去择心万年。 以命屈服想真真, 中门家下大吉星, 三清面前为功德, 子孙后背出邪能, 这咒法更像是咒事。 并且其中内容, 竟像是倒是专门清理门户所用, 而并非可以用在其余人身上。 柳三元的话音铿锵伶俐, 即便是到了最后一句, 都依旧是气势磅礴, 丝毫没有落出颓败之势。 并且, 他的手速飞快, 勾勒出一道复杂到极点的符文。 而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 他整个人便一动不动了, 完全保持一个僵硬的姿势。 身体倾斜于柳营缘前, 双手握着浮沉, 平举于前方。 原本完全被鲜血浸透地 饱满起来的浮沉丝, 此刻已然干瘪下来, 仿佛其中的血液已被彻底消耗干净。 柳三元整个身体的突然静止, 就好似属于他的一切都已经全部消散, 不光是气势, 甚至是他的气息都完完全全, 彻彻底底地消散了。 消散的一干二净, 没有半分残余, 不只是感官感受不到, 甚至是视线看去都只是一道空壳, 一具干尸, 不再有任何活着的气息。 气息便是恒定一个人, 物, 存在的根源。 无论是活着的人也好, 死了的人也罢。 凶人身上有戾气, 穷人身上有穷病, 死人身上有死气, 恶人身上有杀机。 便是凶恶诗鬼, 痴媚亡两, 也有各自的气息。 唯一没有气息的, 便是破损棺木之中的一捧白骨, 或是骨灰盒里头的一捧骨灰。 此时此刻的柳三元便没有了丝毫的气息。 虽说她的身体依旧存在, 但是属于她的一切, 仿佛都在夜空山峰之中烟消云散。 前一, 刻她的声音还响彻于山间, 现如今, 好似刚才的所有都是幻觉一般, 丝毫没有存在过的痕迹。 感受的身体, 看似还是人形, 却在意识之中, 不给人视人躯体的印象, 就好似山间一根枯木, 或者是路旁一块挡着道路的岩石。 柳三元此前身体萎缩, 最后剩下的便是一双锐利无比, 凸起的几乎要崩裂的眼珠。 而这时, 那双目都已然萎缩进眼眶之中。 堂堂的柳家大长老, 此时此刻已然将自己的一切一切, 全部都燃烧殆尽。 就好似蜡烛燃烧, 干净了最后一丝竹心, 燃烧干净了最后一滴蜡油。 而她面前的柳银元, 之前即便是被挂向束缚, 以至于半身不随, 都还是气势凶利。 而此刻, 她也是仿若呆滞的木偶一般, 一动不动。 但是, 我能明显地感受到, 在柳银元的身上, 气息依旧残存, 她的凝滞, 只不过是因为她身上被柳三元画出的符文, 将她的一切都镇压, 让她无法动弹了而已。 就如同当初杨青山用玉玺震住了圈阳英诗一般。 我很清楚, 这一切并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 很快柳银元就能将这幅给破掉, 同时在演出挂程之中脱离出来。 这原本是我拼尽全力给柳三元创造出来的机会。 可是这样看下来, 柳三元也没能彻底将柳银元给除掉, 只是短暂地将她镇压住了。 这一切, 变成了交给我和杨青山的棘手难题。 我喘着粗气, 艰难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甚至于我都顾不上精算盘, 从我的腿间滑落至地上, 只是伸出左右手, 分别抓住了炸鬼刀和枯桑棒, 颤巍巍地朝着柳银元走去。 我身体不停地发抖, 双臂更是颤抖不已, 甚至是我的左右手都几乎握不住炸鬼刀和枯桑棒。 但我依旧不敢停下。 因为这一切的机会稍纵极势, 我生怕下一刻, 柳银元就挣脱了辅转, 摆脱了言出挂成的控制, 从而令我们的所有计划都完全落空。 此刻柳三元已死, 我们已然是没有了更多。 得机会, 此时便是最后的机会。 我一步一步走到了柳银元的跟前。 他头上的发官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然破损, 再无面纱遮住脸面。 他脸上的那些绒羽, 也不晓得何时消失一空, 只剩下泛青的面颊。 他双目呆滞, 似乎眼底深处都映射着柳三元画出的符转一般。 我喘息着, 高高地举起双臂, 枯桑棒在更上方, 炸鬼刀则是在稍微下方一些。 我这动作便是要用炸鬼刀斩手, 并且我怕炸鬼刀斩的力道不够, 所以用枯桑棒作为借力之物去砸炸鬼刀的刀背, 务必要借着这机会直接将柳英元的头颅斩下, 让他再无动手阻挠我们的可能。 我的每一次呼吸都伸至肺腑, 胸腔高高撑起在落下, 耳边响彻的是自己肋骨般的心跳声。 正当我要下刀落手的瞬间, 我双手上的重量陡然一空。 在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出现在我身侧的赫然是杨青山。 此刻的杨青山也显得格外狼狈, 他霜, 掌之间的伤口深可见骨, 而他的手中竟握着我的炸鬼刀和枯桑棒。 只见杨青山手起刀落, 枯桑棒更是铿锵一声, 砸在了炸鬼刀的背部。 下一瞬, 半身不随, 跪倒在地的柳英元, 头颅便如同滚瓜葫芦一般从脖梗之上落下, 咕噜咕噜地滚到了我的脚下。 他双眼之中的呆滞仿佛完全被定格。 滚动之间, 柳英元双目正正地望着上方。 似乎他是望着我, 望着杨青山, 又像是他视线没有看我们任何一人, 而是看着天。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惊恶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光荡! 一声, 炸鬼刀和枯桑棒同时落地, 枯桑棒的异端更是直接扎入了地面。 杨青山的语气也罕见地有了几分疲惫, 甚至还有不确定的正然。 罗十六, 这是枪族之事, 师尊来不及拨乱反正, 理应由我来做。 你不该插手。 我沉默, 回过神来之后, 目光复杂地看着杨青山, 不知道该如何言语。 杨青山的证然, 并不是因为柳三元的尤禁灯窟。 柳三元本身就是必死, 临他这最后一招使用之前, 杨青山就已经透出了那悲伤的情绪。 此时杨青山的情绪波动, 恐怕是因为他亲手斩了柳银元的头。 更是因为柳银元所说那句话, 枪族和柳家本是平等, 相互依存。 堂堂柳家道士, 岂能做他人的奴役。 同样, 此刻我才明白, 为什么柳银元会如此对待我们? 为什么他守在这里, 可心底却溢满了对秋初道的怨恨? 如今的枪族, 如今的柳家, 的确已然不是当年的枪族和当年的柳家了。 就包括我现在的认知, 那都是柳家是枪族的护卫者。 这不只是柳三元给我传输的信息, 更是因为我在秋初到关心宅之中看到的壁画。 柳家道士就是在保护枪族。 可之前柳银元所说, 两者是平等的。 那就更像是纯王齿寒的相互依存。 并不是枪族为主, 柳家为辅。 但这应该也不是柳银元怨恨的全部根源柳银元罪恨。 但, 应该是他们被留在这里, 秋初到再无归期。 以至于他死不厌弃, 以至于他承受了这么多年的痛苦估计。 在柳银元的层面上, 他是没错的。 甚至可以有那样一个反问。 走错路的真的是柳银元吗? 我想到这一层之后, 才觉得柳银元太可悲, 柳三元太可怜。 而杨青山作为这一切的承受者, 更不只是可怜和可悲能形容。 并且我都能想到, 杨青山更是不可能想不到。 我抬起头, 与杨青山的目光对视, 正准备开口。 杨青山却忽然低下头, 目光看向柳银元的头颅。 十六, 我别无选择。 他与其透着沙哑。 我顿了顿, 心绪也是分外杂乱。 这就是所谓的, 你死, 我活。 柳银元若是不被灭, 那魂飞魄散的, 就是我和杨青山。 即便是杨青山不动手, 我肯定也不会留情。 秋初道, 错了。 杨青山又摇了摇头, 他闭上了眼继续道, 替我做一件事。 青山前辈, 您说, 我恭敬得微微恭身。 带柳银元的尸身离开, 将其送返枪族, 告诉如今的大长老柳玉咒, 以及先师沈济, 枪族和柳家应该的关系。 杨青山狭长的双目慢慢睁开, 眼神之中更为复杂,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 继续道, 沈济算是我的晚辈, 你告诉他, 血脉之上, 我们错了, 柳银元要落葬在枪族之中, 枪族要定期供奉, 这是替秋初道赎罪。 接着, 杨青山示意我将登山服脱下。 我照做之后, 他用登山服将柳银元的尸身包裹了起来, 能方便被我带走。 我向杨青山保证, 我肯定会将这件事情办妥当。 当我的目光扫过周围时, 才发现刚刚那些攻击我的枪族人, 几乎都被杨青山的针和剑除掉了。 至于去对付柳三元的那一批, 虽说他们的身上没有伤口, 但是已然失去了行动力, 全部贪卵在地。 这恐怕是因为柳三元那一招外翼的正气, 驱散了那些枪族人的煞气, 达到了化煞的效果。 前一刻还凶险异常, 危机四伏的战局, 转瞬之间已然是硝烟散尽, 虽, 是蚕尸遍地, 但四周已然没有了任何危险。 杨青山走至柳三元的尸身之前, 轻叹一声, 随后告诉我, 他世尊这辈子都是凝折不弯, 即便是要死, 他都要燃尽自己最后一丝气力。 这龙楼宝殿的风水地, 山顶任何一个位置, 风水都是极好, 甚至让柳三元不葬都可以羽化。 我们不能碰他师尊的尸体, 就让他保持这样子, 在这里安息。 若非杨青山这样说, 我刚才都想要去将柳三元放平在地上。 此刻便快速地打消掉了这个念头。 杨青山的目光, 看向了另一侧。 那一侧便是山顶中央, 太极运风水的水潭所在。 柳银元阻挡在这里, 便是不让我们经过, 更不想让杨青山进入这太极运之中的山丘。 我视线也投了过去, 此时月色清幽, 星光璀璨。 水潭之中似有圆运环绕, 这圆运很均衡, 共两层。 一层在水潭边缘, 一层在中部, 而最中间的位置便是一座矮矮的山丘。 杨青山踏步朝着前方走去。 我深。 吸了一口气, 紧随其后。 脸上黏腻难耐, 我抹了一把, 手掌上竟全是鲜血。 脑袋传来的眩运感愈发地强烈。 随着不断靠近水潭, 太极运风水的升气缭绕, 眩运之间, 我又感受到一阵阵清明。 这恐怕便是因为生机太过浓郁, 便是正常人站在这里, 也有所受益。 只是我实在是太累了, 即便是这里生机浓郁, 我也无法像是狮一样去吸收, 只能说意识清醒, 强行支撑着身体而已。 不多时, 我们就走到了路面尽头。 水潭的边缘满是翠绿的草皮, 星星点点的露珠, 凝结在草叶之上。 杨青山走至水潭边缘便停下了脚步, 他的神色不再正然, 悲伤的情绪似乎也已经消失不见, 整个人都透着一种特别的情绪。 那情绪像是解脱, 又像是沉重, 两者混合在一起, 令人难以用语言形容。 子武佛道丑为鬼, 迎身人道毛有处。 陈虚修罗以害先, 日之话道不虚传。 杨青山轻声呢喃, 话语形成了回音, 在山顶回心号信号不止。 当年父亲带有同师尊学道, 他说他生了个好儿子, 无论是道术还是风水术, 都是一点就通, 天生我, 就是让我学道和风水的。 他和师尊都和我说, 以后我会悲悯天下, 拯救世人。 外出历练之时, 我结识了李阴阳夫妇, 认识了景。 时光荏苒, 岁月匆匆, 好友双双逝去, 我也没能留下照顾阳心。 我这一口气, 还因一人而不厌, 只是我不知晓他在何处, 是否还在人世。 若是有一天十六, 你能见到他, 替我对他说一声抱歉。 杨青山不负世人, 不负师尊, 不负胸奸这口浩然正气, 却负他一声。 若有来世, 若有, 来世。 耳边杨青山的声音, 似乎变得飘渺起来。 我虽然意识还是强撑着, 让自己清醒站稳, 但是身体, 似乎已经是支撑不住了。 颤巍巍地, 我朝着后方跌跌撞撞倒下。 我已经拼尽全力, 可还是撑不住, 瘫坐在地上之后, 只能勉强撑着不瘫倒。 雾气仿佛大了很多, 笼罩着杨青山的身体。 杨青山缓缓往前, 进入了潭水之中, 朝着中央的山丘靠近。 青山前辈, 我, 和你, 一同, 我帮你, 点。 我用力去咬着舌尖, 想要再清醒一会儿, 跟着杨青山进去, 至少帮他点山丘上最好的位置。 只不过, 我着实站不起来了, 至少得休息一段时间。 可杨青山, 却明显不愿意再等我。 他的身影变得越来越模糊, 离我越来越远。 更为缥缈的声音在我耳边回信号信号, 十六, 这一行, 你已然很辛苦疲惫, 藏隐观山巡路已中, 太极运中近视大学, 无需再担心于我。 人死灯面, 早在三十年前, 世间便无阳青山。 你很优秀, 是独一无二的阴阳先生。 你也太重情, 阴阳先生当剑冠生死, 这一程, 我还需自己走过。 这声音越来越小, 似乎随时都会消散。 我肩头似乎是被雾气之中, 无形的手推了一把, 砰的一下, 重重倒在地上。 月华消失了, 心灰也消散了。 黎明前的黑夜, 笼罩了一切。 昏厥彻底侵蚀。 落我的意识, 我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意识也彻底地陷入了黑暗。 我不知道自己昏睡了多久, 我也没有做梦。 只是听到耳边一直有水花拍打, 甚至是身下好似有水浸透了一般, 自背部和脑后都是被湿润和凉意所包裹。 这种感觉持续了很久, 一直到我彻底清醒过来, 缓慢地睁开了眼睛。 阳光刺目, 我下意识地抬起手, 遮住了自己的眼睛, 又慢慢打开了指尖一点缝隙, 眼睛微眯成一条线。 天上万里无云, 只有一轮艳阳高照。 此时, 我身体已然恢复了不少, 气力充沛许多。 我正正看着天空几秒钟, 身体陡然一颤, 另一只手猛地撑住了身体, 快速地站了起来。 这艳阳之下, 微风吹拂, 太极运之上波光凌凌。 我倒下的地方, 应该本是水潭边缘的草皮地, 现在这里, 却溢上了约莫半指申的浅浅潭水。 视线前方, 已然不见阳青山的身影。 之前我们来的时候, 太极运还有一种空气感。 如今, 那空气感已然是消失不见。 太极运有目无主, 自然便是空气。 如今其中有主, 竟是显得充盈饱满。 我紧拧着双唇, 抑制不住心头的那骨子酸涩。 眼中更酸, 便是两行泪水顺着脸庞流下。 杨夏元行恶一生, 他唯一做的一件好事, 便是让青山前辈宁学到。 我缓缓地跪倒在地, 冲着太极运中央的山丘, 跪拜扣手。 而当我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 我愣住了一下, 因为在被水没过的草皮上, 竟然飘着一张被透明袋子包裹着的黑白照片。 那照片已然泛黄, 边边角角也卷曲了起来。 照片之中, 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这女人眉目清秀, 一头长发垂在胸前。 照片之中, 她站在一条老旧街道之前, 嫣然一笑, 甜美中透着一股灵气。 从她的眉目之间, 我一戏看到了几分和阳心相似的模样。 我赶紧将照片剪了起来, 小心翼翼地擦掉袋子上的水, 不过这照片并没有进水, 也没有受到损伤。 我沉默, 嘴巴抿着更紧。 鬼使神拆的, 我下意识就翻开, 发现照片背面, 记载了照片的拍摄时间, 和一小段话。 但这段话太过模糊, 字迹彻底散开, 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内容啊。 再抬头看那太极运中央, 我低难道, 若是有机会, 若是命里有缘, 若是她还在人世, 青山前辈, 我会将您的话告诉她。 此时我很清楚, 这女人就是杨欣的母亲, 杨青山刚才所说的简。 按照杨青山在山中待的日子, 不难推断, 她临死之时, 杨欣应该不大。 这女人, 应该没有留在杨家, 没有留在夏园六世先命道场, 就不知晓, 她到底是何人, 如今究竟在何方了。 我又在原地站了很久, 看了很久, 然后我才转过身, 朝着我们来时的方向走去。 不多时, 我就来到了之前打斗的地方。 我没有立刻去将柳英元背起来, 而是先对柳三元也行礼扣拜。 柳三元干瘤的面颊, 紧贴着骨头, 她的双眼已凹陷了下去, 头顶灰白色的枯发在微风中飘散。 她感受的尸骨, 虽游进灯窟, 却透着舍生取义的悲状。 柳三元这一生, 或是不值道人学习, 可她这一死, 却足够让人钦佩。 行礼之后, 我才将包裹着柳英元尸骨的登山符, 给背起来。 四周地上那些形弱恶死鬼的枪族人尸骨, 此时虽说依旧恐怖, 但是却衬托了柳三元尸骨的气场很多。 我也没有去动他们。 一来这数量的确是太多, 我要去给他们埋葬了, 还不知道得用多长时间。 再者说, 他们莫不是被杨青山打得魂飞魄散, 就是因柳三元震散煞气, 烟消云散。 尘归尘, 土归土, 假以时日, 他们都会俯成泥土, 成为这龙楼宝殿的一部分。 很快, 我就回到了前面修建的四室羌族村落的外延位置。 我并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在一些院落之中寻找。 如今没有柳三元, 没有杨青山, 我想要离开并不容易。 这宝殿之处四周都是悬崖, 少说近百米的高度, 我根本不可能徒手攀爬下去。 不过还好, 我很快就在一些院落里找到了数量充足的绳子。 我使用绳子来固定, 将柳英元尸身死死地绑在我身上, 之后又将本身手指粗细的绳子给缠。 捆在一起, 形成古变一般, 这样一来, 绳子更牢固, 免得我用的时候出现意外。 拿上了足够多数量的绳索, 我才快速地朝着村路之外走去。 这会儿我不敢休息, 近来这里已然是不短的时间, 腹中已然是空空。 看那些羌族人最后的死相, 他们都靠着吃白土狗活, 这固然有柳英元的计算在内, 可也充分说明了, 这山顶是没什么食物的。 要是我花时间休息, 等到更饿都没有体力的时候, 那就别想再爬下悬崖了。 要么我是成一个吃白土无法消化, 最后硬生生被饿死的阴阳先生, 要么就会在下悬崖的时候失手, 被摔死在山下。 这两种死法, 无论哪一种, 都格外憋屈。 不多时, 我便来到了牌楼之外。 再往外行走, 我并没有直接去悬崖边缘, 而是目测了一下距离, 悬崖距离树林, 约莫有大几十米的距离。 我从树林里, 找了一棵足够粗壮的树, 将绳索的一头牢牢绑在树上, 再拉着一直往悬崖的方向走。 我准备的绳索足够长, 至少得有二百米左右, 所以我带出来它, 都耗费了不少体力。 一直到了悬崖边缘, 我将绳索全部抛了下去。 我小心翼翼地拉着一段绳索, 探头出去看, 因为这里实在是太高, 我也不能完全确定绳索是不是到了底部。 不过, 据我目测来看, 应该只多不少。 深吸一口气, 平稳自己的心跳和呼吸之后, 我用准备好的另一节绳子, 打了活扣之后, 将其绑在了主绳之上。 深吸了一口气, 我毫不犹豫地一把拽紧绳索, 直接从悬崖的位置往下攀爬。 山峰冷裂, 我在悬崖上下去的越多, 这峰就越冷, 越迅疾。 脚下的空心号信号感太强, 我格外的谨慎, 更是不敢着急爬得太快, 因为一旦着急了, 就容易乱了阵脚, 出现纰漏。 这一段距离, 我爬了很久, 终于爬过了大半, 下方能看见地面的时候, 我心里松缓了不少。 最后等落地以后, 我腿脚都是发软的, 双手撑在地上坐了好长一段时间, 这才稍微好了。 一些。 周围的路, 其实很陌生。 因为之前杨青山和柳三园速度着实太快, 我是压根都看不清路。 不过茂密的丛林之中, 我能看到一些树上挂着不知名的野果。 我快速地跑过去, 爬树摘了果子果腹, 总算是补充了不少的体力。 我也摘了不少待在身上备用。 再之后, 便是格外漫长地赶路了。 从视线之中, 我是看不到那座连珍山的, 因为方位和角度的问题, 以及风水的特殊之处, 龙楼宝殿只有在特定的位置, 能从正面看到龙楼。 并且, 等我离开悬崖一段距离之后, 我回头, 竟是连悬崖都找不到了。 当然, 现在我走得还不是太远, 原路返回, 应该还是能到悬崖下。 不过, 这一切都完全不再有必要。 我只能够凭借着定罗盘确定方向, 朝着东吾山脉的正面靠近。 这段路, 我足足走了一整天, 才回到了连珍山。 到了这里之后, 我总算稍微松了口气, 因为到这里, 我就有地图可以顺着返回。 了。 不过在返回之前, 我先回到了安藏林阳的墓穴位置。 这里还是如同我们离开之时一样, 没有任何的变化。 我顺着下方去寻找, 因为我清晰地记得柳三元和我说过, 他将赖文捆在了这里, 还用了银针刺顶, 赖文是昏迷状态。 等我在一处灌木后方找到赖文的时候, 他已然清醒过来。 他显得格外憔悴和狼狈。 绳子将他紧紧地捆绑在树身之上, 明显因为他挣扎过, 衣服十分凌乱, 甚至还有不少破损。 这两天过去, 赖文滴水未入, 利米未尽, 眼神都涣散了不少, 嘴唇更是干裂。 我靠近之后, 赖文缓慢地抬起头, 他呆滞地看了我好几秒钟, 眼中先是出现一抹杀鸡。 但下一瞬, 他的脸上便只剩下惊喜之色, 眼神中还流露出几分柔弱。 罗, 罗先生, 快救我。 我还以为你也出事了, 赖文的话音也是透着虚弱。 我微眯着眼睛没有动, 摇了摇头, 轻声说了句, 赖先生, 何必再装呢? 柳三元的银针刺顶, 说是能让赖文昏迷三天。 可实则, 这还没有到三天的时间, 最多过去了两天半。 前一刻, 我还没想到他怎么会醒, 不过下一刻, 我便想清楚了。 道士的福, 剑, 其余器武, 其实都蕴含了其精气神。 柳三元魂飞魄散, 迎针效果必定减弱, 赖文本来伸手就不错, 醒来也很正常。 并且, 赖文当时就是听到了, 看到了一切。 柳三元才会直接出手。 我话音落罢, 看赖文的眼神也变得更为深邃。 赖文开始还一副不知所措, 茫然的眼神。 不过随着我看他更久, 他的神色逐渐冰冷下来, 嘴角勾起一丝依旧妩媚的笑容。 他这神色表情, 就给人一种蛇蟹感了。 罗欣, 原来叫做罗十六, 罗先生近年在风水界, 名声雀起, 只不过其人神秘, 从不和同行交集, 每每出入之地, 却必定是大山大川最为险恶之所, 以至于同行文。 其名, 少见其面。 我还真是幸运, 能被罗先生擒住。 那罗先生, 你又想怎么对付我? 与罢, 他更是仰起脖子直视着我。 他脖子上也有勒痕, 白皙的脖梗, 淡淡的红印, 倒是有种异样的美感。 我依旧平静地看着他, 面上古井无波。 片刻之后, 我才说道, 你害人不浅, 活人有活人的规矩, 死人有死人的规矩, 我不会对付你, 而是会送你去该去的地方, 譬如将你交给杨叉。 我话音落下的瞬间, 赖文面色陡然便是一变。 他死死地盯着我, 那眼神似乎要将我包皮拆骨。 罗十六, 你当真这么不懂得怜香惜玉? 赖文的声音透着尖锐。 美人在骨不在皮, 常人看你皮相艳丽, 可在我看来, 你骨之恶却是丑陋万分。 我话音还是平淡。 赖文瞪大了眼睛, 表情变得分外争鸣。 他本来干裂的嘴皮, 似乎, 都要一出血来。 好你个罗十六, 冠冕堂皇的衣冠禽兽, 你满嘴仁义道德, 自己难道就不是卑劣小人? 赖文咒骂出声, 披头散发, 面目争鸣, 当真是变得丑陋不堪。 我抬手, 便将一个野果, 塞进了赖文的口中。 阴阳先生行走于山川之间, 见的是龙脉交缠, 见的是生人死人, 我无愧于心。 若是赖先生不听话, 我便只能给赖先生算上一挂, 眼下耳聋也好, 断臂断腿也罢, 只要赖先生活着到阳叉手中即可。 这一次我话音落下, 赖文整个人都僵住了。 他在看我的目光中便透着惊恐, 却一点声音都不敢再发出来。 我正打算去拆开身上的绳子, 再重新将它绑好。 可偏偏就在这时, 身后一阵速速声传来, 这声响就像是山猴在树上急促地穿梭。 我心头一领, 陡然间回头看去。 不远处的一棵树上, 竟是一道白影一闪。 过! 我当时心头一惊, 那白影恍惚之间, 怎么像是那白毛鬼? 而下一刻就是更为急促的脚步声, 以及杂乱的骂声。 我的手下意识就按住了铜箱一侧的炸鬼刀。 这时候, 这么深的山林之中, 还上哪儿找人? 在等了片刻, 茂密的树林之中便钻出来十余人, 这些人全都穿着登山服, 分明是采药人的装束。 而当中一个, 正是八卿。 八卿刚毅的五官, 凝重的表情, 和他身旁其余人的完全不同。 那些人眼中虽然凶利, 但却也透着惊疑不定, 八卿只有镇定。 当那些人看见我和赖文的时候, 神色更是惊恶无比。 八卿眼中流露出来的, 就是狂喜之色了。 罗, 罗先生! 八卿激动的脸都涨得通红, 他立马兴奋地朝着我跑过来。 他身后那些人面面相去, 眼中也流露出来了惊喜。 我也是愕然, 几天前我让。 八卿离开, 因为他当时的面相显示, 他会死在这里。 却完全没想到, 我会在这时候, 再一次看到八卿。 很快, 八卿就跑到了我跟前。 他激动地搀扶着我的双臂, 紧跟着又跪了下去, 重重地朝着我磕头。 我赶忙将八卿搀扶起来, 这我没说让他不要磕头, 可八卿力气大, 我没拦住, 他愣是磕了三下才起身。 罗先生, 我就知道, 您绝非常人, 福大命大, 肯定不会死。 八卿的情绪依旧激动, 其余人也围过来, 全都好奇地打量我, 焦头接耳地在说着什么。 八卿也看了一眼树上绑着的赖文, 眼中有询问之色。 此刻他已经稍微压住了一些激动的情绪。 我定了定神, 然后吩咐道, 将此人从这树上先解下来, 再绑好, 出去之后要交给当地警方, 他的同伙已然全部落水身亡, 他挖坟绝目不少, 手上应该还有命案, 理应要受到惩戒。 八卿点头, 接着就开始吩咐他带来的人去绑赖文。 此时, 那些人好奇的目光和神色都消失不见, 他们看向赖文的眼神都透着咬牙切齿的恨意。 他们开始去解开赖文。 八卿则是摸出来了一瓶矿泉水, 还有一些吃食。 罗先生, 你先吃点东西。 我倒也没拒绝, 接过来之后吃了几口, 喝了点水, 立时就觉得恢复了一些精力。 八卿神色还是略有惆怅, 不过他却没多说话。 等赖文被绑好之后, 八卿才问我, 还要做什么事情吗? 他们可以帮忙, 若是不做的话, 就能离开了。 我点点头, 说现在就离开。 八卿是以其余人在前面赶路, 我们在后头跟着。 这时, 八卿才终于开口说道, 罗先生, 说来这事也很玄, 我本来是找不到你的, 走到之前休息的地方时, 大家都要放弃, 忽然之前被我们抓的呢? 只白毛鬼钻了出来。 我想着看见他, 那恐怕你们都出事了, 连这白毛鬼都跑了。 却没想到, 这白毛鬼竟然是带着我们找到了你, 太匪夷所思。 八卿这话, 也让我心头一愣。 白毛鬼是被庞江拴在身上带去榨山。 柳三元说, 庞江他们死了, 我以为白毛鬼也会一起被淹死。 却没想到, 白毛鬼竟然逃窜了。 我沉默了片刻, 才想到一个可能。 物极通灵, 白毛鬼更是灵智不输常人。 他生存在这深山之中, 虽然猴群恼人, 但何尝不是人先入山。 他于这大山之中, 更是无措, 只是守着山林生存而已。 如今他逃窜开, 却没有伤人。 反倒是带八卿他们来见我, 原因只有一点。 他不可能懂风水, 可是他知道, 此地变了。 从即将崩裂垂死的山脉, 变得生机焕发, 他才没有害我, 也不可能再害我。 再从东吾山迈出去, 这一次赶路便好了很多。 八卿一行人带了足够的干粮, 水, 并且赶路到半途的时候, 还有矮角马能骑。 一行之上, 我一直能看见旁边裂谷。 此前正常的裂谷, 现在已经成了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 同样, 我还在八卿那里了解到一些前几天的情况。 八卿告诉我, 当时他离开之后, 全力赶路。 他听得出来, 我只是让他逃命, 不是说真的去找刘克。 他都不敢休息, 一直狂奔逃命, 等刚好逃出山口的时候, 山口就冲出来两样很可怕的东西。 一条骑马有十几米长的巨蟒, 险些吓得他魂飞魄散, 巨蟒身上还趴着大的惊人的大泥, 发出来的声音就和婴儿惨叫哭泣一样。 那两样东西朝着山外村落那边过去, 他也很惶恐, 赶紧往村里赶。 等到了村里之后, 好多人都在惊慌逃命。 都说痴人蟒来了, 勾魂鹰也来了, 要害死所有人。 他老婆孩子刚好也逃了出来。 并且, 他老婆看起来很狼狈, 他老娘身上也有伤。 之后, 他才从他老婆口中得知, 本来应该是进山的刘克, 竟然摸上了他家的门。 而且还和他老婆说, 我们一行人在山里头都死了。 刘克想对他老婆不轨, 用墙, 并且说只要跟了他, 以后日子更好过。 他老婆反抗之中, 忽然屋里头就听到了很淒厉的婴儿哭声, 当时刘克就蹊跷流血死了, 他身上掉下来很多东西, 都是死侠死穴, 还有鸡尾红鲤鱼。 八卿说至这里的时候, 明显还心有余悸。 也就在这时, 前头赶路的采药人中, 有人回头, 也是煞有其事地说道, 那是龙王爷的龙子龙孙, 他都敢抓, 吃人芒可就是龙王爷, 哪放得过他? 死的。 好。 前头其余人也是纷纷议论起来, 反倒是不显得惧怕了。 这时候, 八卿的神色明显还有几分异样, 他眼神深处还是透着对我的感激。 我便不再多问什么。 毕竟八卿是个普通人, 他肯定会猜测, 只不过他却猜测不到几分。 我还是问了这场大水, 死了多少人。 八卿也都如实告诉我, 死人他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应该都是受伤的居多, 因为裂谷外延都是旅游景点。 一般他们山里头, 即便是下大雨有红帽的可能, 相关工作人员都会立刻通知大家疏散, 躲避危险。 虽说这一次, 洪水来得很急迫, 但周边景点的工作人员反应很迅速, 直接进了戒备状态, 还安排了直升机帮助疏散人群。 等大水涌出来的时候, 周边的人群已经基本上都疏散走了。 因此, 洪水破坏了不少田地和防射, 不过人员的伤亡很少。 相关部门对这次洪水应急处理得很快, 也很妥当。 八卿说完这些之后, 脸上便露出了淳朴的笑容。 这个结果在我预料之外, 却也在情理之中, 我着实送了一大口气。 两天之后, 我们出了山。 出山之后, 由八卿等人送来文去警局。 而我刚给手机充好电, 就接到了一大堆的信息和电话。 最多的除了冯家的, 就是邹为明的。 和他们联系了之后, 我才晓得, 冯家的人一直都在八江市区的机场等着。 邹为明通过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配合, 查到我在这八江地区的东吾山脉, 便和冯家人都一起在市区等我。 对于冯家, 还有邹为明以及他上司罗林的关心, 令我也感激不已。 我先离开东吾山脉的旅游景区, 赶往八江市区。 在机场附近和冯家人会合之后, 我也见到了邹为明。 我们没有立刻。 赶回内阳, 在我的要求下, 冯家的私人飞机先去了陈仓。 我还是先去了一趟枪族, 送回柳英渊的尸身。 这一趟, 我只是见到了沈济一人, 并没有见到柳宇宙。 沈济告诉我, 当时我离开之后, 柳宇宙明显情绪很不平稳, 甚至要从枪族偷偷离开。 柳三元大怒, 命令所有长老一起, 强行将柳宇宙留下, 并且将他所在大长老休息的院落, 要锁他半年, 让他平复心神, 才能够出来。 而当我将龙脉一行, 以及秋初到所做的事情, 还有杨青山对我的交代, 都告诉沈济之后, 沈济满脸震惊, 神色格外复杂。 他沉默许久, 才告诉我, 他会将杨青山的嘱托做好。 并且他本能也觉得, 他不想要柳家成为枪族的附庸。 这一直以来, 他都是这种感觉, 没想到这才是事实, 他会将其推动下去。 临别前, 沈济让我, 半年之后, 再来一趟枪族。 那时候柳宇宙能够出来, 想来心境也足够平稳了, 我就可以和他解释清楚, 为什么会临场变卦。 我没有拒绝, 点头答应了沈济的好意。 沈济还告诉我, 半年之后, 他打算清流欲咒, 和他再去一次红河。 他要做完未完之事, 不将他师尊讲盘的女儿 尸身捞出来, 他便终生心头都有一个疙瘩。 当初沈济在红河之上立誓, 那一幕还在我的眼前, 历历在目。 我正打算说, 这事我也会全力帮忙。 可还没等我开口, 沈济就告诉我, 他会请我一起去, 可只是让我看, 不会让我插手。 因果报应, 天道轮回, 这是他的因果, 他应该完成的大事, 而不是我的。 我不禁哑然, 无法再多说其他了。 我并没有在枪族停留太久, 这些事情交代清楚, 和沈济约好下次来枪族的日期之后, 便直接离开。 因为此时的我, 也已然是归心似箭。 大事了却, 奶奶当时还是被和老太带回村里, 避免奶奶阻拦我再度离开。 我得赶紧去接她回来, 免得让她担心。 同样我也怕徐世宇太过担心我的安危。 虽然我和冯家, 周围明他们会合的消息, 早在当时就已经通知了和我相关的所有人, 但我还是想要赶紧回去, 见到他们之后, 我才能彻底放心。 回到八江市区之后, 我也不再多做休息, 直接就赶往机场, 准备返回内阳市。 不过临头又出了个小插曲, 因为航空管制的原因, 飞机没能立刻离开。 我也恰好利用这小小的一段时间睡了一觉, 还换上了冯家给我准备的干净糖妆, 整个人好好洗漱一番之后, 才驱散了一部分赶路的疲惫。 终于飞机升了空, 这会儿我便是无心在睡觉了。 意识, 高度的清醒, 所有的疲惫都完全被这精神力给压制了下去。 当半天之后, 飞机在内阳机场停下。 我被众人领着从机场出去之后, 机场外的街道上更是停了至少十几辆车。 最前头的, 竟不是冯家和七家, 而是罗琳。 他一身西装革履, 旁侧也跟着不少同样气场不弱的人, 分明他们都是罗琳的同事。 这足以见得内阳市上头对我的看重。 徐世宇便在罗琳身旁, 这段时间过去, 徐世宇的气色已经明显好了很多, 也没有当时那么削瘦了。 在罗琳他们后面, 才是冯家、七家, 以及内阳市的风水师, 还有长青道观的一行人。 陈瞎子、刘文三都站在冯家和七家之中。 何彩和何老太都跟在刘文三身后, 何彩竟然还是和我奶奶相互搀扶着站在一起。 奶奶, 被他们从村里也接了出来。 狼傲也在人群之前, 不过却被陈瞎子用哭丧棒点着头。 按道理来说, 狼傲已然是和轻师无二, 只不过他的忠诚让他不可能挣脱陈瞎子。 所以, 他固然兴奋, 却也不能冲到我面前来。 我在原地定定地站了一会儿, 深呼吸了几次, 平复自己的情绪。 之后, 我才往前脉动步伐, 罗琳也朝着我走过来, 徐世宇则是微微低着头, 跟在他身旁。 他们两人到了我跟前之后, 罗琳脸上净是满意的笑容。 他先是伸手, 和我重重地握了握, 接着才感叹道, 罗先生, 又做了一件大事, 虽然不能明言道出, 但是我替那些百姓给你道谢。 我正要说话。 罗琳却没给我开口的机会, 他抬手, 又将我的手拉出去了一线。 紧跟着他另一只手, 又拉着徐世宇的手, 将其朝着我的手心放下。 他将我和徐世宇手放在一起的时候, 徐世宇明显手还颤了颤, 他没抬头, 不过脸上已然有了泪痕。 他? 郑重地说道, 不过, 你固然是众人敬佩的罗先生, 但你也是罗十六, 世宇认识你的时候, 你也还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替你做宝多次, 才让我们相信你。 世宇没有娘家, 而我们便和他家人无异。 你可不能欺负他, 明白吗? 徐世宇的肩头微微颤抖, 面颊上的泪水便是更多。 我郑重地点点头, 将徐世宇揽入了怀中。 徐世宇在我怀中唾气, 他紧紧地抱着我, 像是要将自己融入我的怀中。 我抬头看向罗琳, 眼中也都是坚定。 罗琳笑了笑, 拍了拍我肩膀, 便将路让开了。 这时候冯家七家, 其余人才上前。 大家自然都是喜笑颜开, 闻三说罕见的没喝酒, 身上也没酒气。 陈瞎子也换上了一身崭新的黑色衣袍。 狼凹凑, 在我腿上蹭了右层。 冯志荣和七兰兴, 则是走上前跟我汇报了不少事情, 包括这段时间内阳市改建风水之后的大事, 以及八江那边大水。 他们组织了所有有关系熟视的商界人去捐款。 对于冯家和七家的做法, 我很满意。 获得远超常人的财富, 也要承担远超常人的责任, 这样才能有资格将其守住。 等大家都说得差不多了, 何彩儿才搀扶着我奶奶, 到了我和徐士宇的跟前。 奶奶抿着唇, 苍老的面庞之上, 此刻也全都是欣慰。 他颤巍巍地抬起手, 摸了摸我的脸颊。 他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了不少, 眼中更是慈祥, 甚至有几分自豪的笑语。 奶奶, 对不起, 我正要和奶奶道歉。 奶奶才摇了摇头, 她眼眶微微泛红, 道, 十六, 你没有对不起奶奶。 和婆婆和奶奶聊了很多, 诗语也来劝了奶奶, 彩儿也说了不少。 奶奶的确对你略有苛刻了, 看着你今天被众人拥戴, 奶奶高兴, 打心眼子里头高兴。 奶奶说这番话的时候, 声音都微微颤抖。 你和你爷爷, 像, 太像了, 可。 你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他, 他这毕生夙愿, 就是要以风水术护住一切, 救死扶伤, 病除灾救。 你的坚持, 何尝又不是大义, 何尝又不是你爷爷的遗愿呢? 你身上, 不只是你一个人的命, 你承载的越多, 那你要做的就更多。 奶奶, 不应该拖你的后腿, 应该全力支持你才对。 你爷爷没离开, 他一直在你身旁, 看着你呢。 说到这里的时候, 奶奶虽然脸上有泪水, 但他眼中的笑容也更多, 同样他的声音更为自豪, 更为坚定。 你没有让他失望, 没有让你妈失望, 没有让你爸失望, 更没有让奶奶失望。 他们望子成龙, 不惜以命去换, 奶奶看着你成长至今。 你, 必定会成为 人中龙凤。 奶奶最后一句话落下, 她的声音更是掷地有声。 我心头哽咽, 眼中也是泛酸。 不过那是高兴。 徐时宇抬起头来, 她眼中虽然依旧溢满泪水, 但我知道那是喜极而泣。 奶奶顿了顿拐杖, 低声道, 徐娘和我托了梦, 她还要等, 等看着你一切事了, 她会离开, 她让我告诉你, 莫要替她做任何决定。 我一正, 但下一刻便对着奶奶郑重点头, 妈的意思。 随后, 长青道观的毛手一 也和那阳士其余的风水师上来恭贺我。 毛手一先是感谢了我 对于毛山的影幕, 让她进柳家, 又告诉我, 柳家派遣了 倒是前辈到长青道观, 教授了他们一些柳家倒数, 使得长青道观更上一层楼。 而别的那些风水师, 感谢的则是当初偷兽老头那件事, 还有我除掉了袁画绍。 临最后的时候, 毛手一还慎重地告诉我, 长青道观里最近来了一对父子。 那男人是个普通人, 孩子却是个婴生子, 那男人想来给孩子求平安, 他想请我有时间去看看。 我当时一顿, 嘴角便有了笑容, 告诉毛手一, 我会抽时间去见他们。 那孩子和我命里有缘。 毛手一开始是不明所以, 接着他似是想到了什么, 重重点头。 时间一晃眼, 我们在机场外面耽误的时间便是不短, 足足得有两个小时了。 我不再和大家多说其他, 而是让冯志荣来安排, 大家先回冯家。 冯志荣乐乐呵呵地笑着, 整个人都显得荣光焕发。 他和众人事业, 按照我说的做, 冯家安排了隆重的街风盛宴。 在冯家的街风盛宴之后, 冯家便安排了人手, 去收拾老街之中的老宅。 徐白皮已经除掉, 那里字不可能荒废。 奶奶则是告诉我, 她还是喜欢村里, 要将我们家的房子好好修缮一遍。 人不忘根, 不忘本, 她要回去。 在老宅收拾好之前, 我们还是住在冯家。 我休养几天之后, 被周围明接到他们单位, 而那一面, 我见的不只是罗琳, 还有她请来的不少专家教授, 以及刑警队方面的人员。 罗琳取出来了不少卷宗档案给我看, 其余相关的专家, 则是和我分析, 听我的看法。 我和他们聊。 而不少, 对于这些事情, 我还真的是很感兴趣。 当然, 我并没有立刻去接手, 因为我还有事情, 没有完全办完。 和罗琳约定好了一个时间。 同样, 大家都表达了对我的认可。 希望日后可以跟我合作侦破这些, 乃至更多的疑难卷宗。 陪同我一起来的徐施宇, 眼中更是充满了坚定和对我的信任。 和罗琳他们会面之后, 我从冯家离开了几天, 去见了和老太和陈夏子。 我想知道一些事, 一些关于和是鬼婆幽女, 和志的事。 对于这件事情, 陈夏子显得很沉默。 和老太则是唏嘘不已, 之后他也陷入沉默, 两久之后才告诉我, 和家的却是鬼婆一脉。 而和志, 当年的确和他父亲是同辈, 按照年纪上算, 和志只是大了他辈分, 若是活着, 岁数上还的确大不过他。 可因为和志, 和是鬼婆一脉 曾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险些不复存在。 和老太这番话, 便让我心头更为好奇, 想知道的更多。 我来见他们的时候, 随身便带上了很多白纸。 这些白纸, 得作用是拿来做纸扎。 当初的原式阴阳术中那些斜术部分, 我全部让柳宇宙毁掉。 在那之前, 我为了对付张儿以及马宝义, 将这些邪术全部都看过。 不只是领师射魂赶施术我会, 偷授之法我看过, 这纸扎术, 我也会。 我不会使用其余的邪术, 之所以要做纸扎, 原因很简单。 当日我带走李阴阳, 从此他们夫妇虽同在因死之处, 但却天各一方。 和志和李阴阳最后那一场听不完的戏曲儿, 我固然是无法给他唱完。 却能用纸扎给演出来李阴阳最后的落葬。 我最后一丝未解, 也是我这个徒孙最后能做的事情。 此外, 对于杨青山, 虽说他已然有了一个好的归宿, 但对我来说, 那始终是我心底的一难平。 简而难寻, 我也想要从何志那里知道一些线索。 或许可以凭借罗林他们的官方介入, 说不定能找到他。 何老太说了不少事情, 只不过, 他讲出来的始终没有很多重要的, 只是一些细致末尾的小事。 我? 倒是从陈瞎子口中知道了一些情况。 当初他出生, 旁观者便是有何志和李阴阳。 最后我捋清了思绪, 将他们所说的全部消化了下去。 纸扎人我也叠了不少, 足够一场戏圈所用。 试验。 圆月高悬, 黑漆漆的夜空像是一道幕布, 繁星点点, 宛若一张画卷。 我用了陈瞎子新准备的一辆三轮车, 灯车拉着所有纸扎, 以及纸扎需要用的钢丝, 独自前往了原氏阴阳宅。 原是阴阳宅大门紧闭, 骑上还有我转客的福转。 我扣门之后, 没有任何反应。 我便直接推开大门, 又艰难地将三轮车给强行推上台阶, 过了门槛, 拉着纸扎人进了院落之内。 院内那些桌椅依旧还在, 不过略显凌乱。 我开始以为敲门没有反应, 何志应该是在最底下的阴宅待着, 或者是沉睡。 令我没想到的是, 唐屋门口的两张太师椅上, 一张上头端坐着的正是何志师身, 另一张上便是李顿空的残尸。 淡淡的雾气缭绕在他们之间, 阵阵七碗的气息再原事。 阴阳宅内扩散。 我内心怅然, 那七碗气息也让我觉得很是悲伤。 何志是无法获得安息的, 他不知道要再次痛苦折磨多久, 又会因何事才能化解那股怨气执念。 或许, 他是在等那个莫须有的归期, 等李阴阳恶念散经, 等他在世为人, 我将所有的纸渣都挂在了戏台之上。 在此前, 我从未用过纸渣术去拉扯那些钢丝的时候, 便显得极为生色。 我花了不短的时间, 才勉强能够拉动。 并且, 这纸渣之中, 其中有一个纸渣躺在地上。 我特意将其身上套上了糖妆, 也将金蒜盘、定罗盘, 以及其余地向勘余的物件挂在上头。 当我开始操控纸渣, 将东吾山脉一行用纸渣戏的方式演绎之时, 原始阴阳宅之内便是浓雾阵阵。 也不知小事幻听, 还是其他, 雾气之中尽是女人的唾气, 悲哭。 悲哭之中, 更似是有阵阵幻听泥男在我耳边响彻。 何时鬼婆有女, 却随先生离家, 明月可见其心。 然, 阴阳两男拳, 小女空手宅房。 那哭声, 那戏圈, 在我耳边, 意识之中萦绕不断。 我手头对纸渣的操控, 却越来越熟练。 纸扎晃动, 纸扎上挂着的金算盘也是颤动不已, 发出噼啪的声响。 这就像是他在回应何至的悲气一般。 不知为何, 我心头更是贯彻上了一股气, 这股气似是让我脑中一阵清明。 那清明, 让我脑中顿时出现了一个想法。 我深呼吸, 凝神静气。 许久之后, 我低声喃喃道, 先生求恶中难省, 远行必定善念归。 空房姑女夜夜气, 来日双人妇来生。 开始我声音很低, 到了后面, 我语气便吭腔起来, 中气十足。 我声音很大, 大到这声音在雾气之中响彻, 将那哭泣声完全压制了下去。 同时, 我守在微颤, 以至于代表李阴阳那指扎颤抖不已, 精算盘声响也是不小。 但我好不容易平复下。 来兴训, 停下来之后, 好似那哭泣声也停了。 雾气依旧浓郁, 悲伤依旧没有散去。 可我很清楚, 我这句话给了何止一个盘头? 本身他完全没有盘头, 至少, 现在有了一个方向。 啪的声响之中, 所有的钢丝忽而齐声断开。 所有的指扎人, 全部都静静地佇立在原地。 我长吁了一口气, 准备休息一会儿下台, 便要离开原始阴阳宅。 可偏偏就在这时, 咚咚的敲门声忽然自台下传来。 这令我心头一领之余, 更是有几分惊恶和不解。 原始阴阳宅, 还有人能来? 我稳住心神, 下台走到大门前, 开了大门。 而在门外, 站着一个妇人。 从外表上看, 这妇人大约四十来岁的年纪。 她披着一件白色的纱衣, 那里是一身黄色的断面旗袍, 颈上围着一条长长的白色。 丝巾。 这穿着装束, 高贵中透着几分神秘, 她的身上还挂着一些细小的事物, 我叫不上名字。 但这一眼看, 这妇人绝对不是普通人。 她的的五官轮廓很深邃, 光洁的前额, 清晰的眉骨, 高挺的鼻梁, 眼窝微微凹陷, 一双褐色的眼睛, 好似琉璃般明亮银润。 以面相之法, 从眉眼五官的骨相上, 以及这妇人身上所沉淀的时代气息, 都说明她的年纪, 绝不是外表看上去这般年轻。 她的模样, 令我觉得有几分熟悉。 我心头一领, 快速地伸出手, 在兜里摸索东西。 妇人双目和我对视, 她抬起右手, 似是要触碰我。 不过却并没有碰到, 就像是她在看什么似的。 接着, 她的目光移动到了我身侧, 就像是穿过院门, 在看原始阴阳宅之内。 并且, 她手的动作, 微微颤了一下。 她神色似乎正了一下, 低难道, 她很难受。 不过, 又好似不那么难受了。 年轻人, 你做了什么? 此时, 我已经摸出来了那张照片, 手忍不住一抖。 您, 到底是谁? 我眉头紧皱成了一个穿字, 完全欲结在一起。 她的五官骨相, 很像是照片之中, 杨青山口中的景。 可是这未免也太巧合。 杨青山的确没有寻过她, 至少在我知道的时候, 她没找过, 只是一直跟着我。 可就这要巧合, 她就直接出现在原始阴阳宅。 妇人轻叹了一声, 目光伤感地看着我手中的照片。 她又摇了摇头, 轻声道, 你知道我是谁, 她必定告诉了你我的名字。 你只是怀疑, 为什么会见到我? 你穿着阴阳先生的糖装, 有和那个人一样的气息, 你可以分辨出来。 我是否说谎? 至于为什么我能找到你? 有一种人, 叫做阴阳先生, 他们行走在阴阳界, 让生人平安, 让死人安息。 还有另一种人, 沟通阴阳界, 让活人能聆听到逝者的话语。 孩子, 看着我的眼睛。 他的声音, 让人很是有一种幸福感。 而他的模样, 也让我生不起太多的警惕和怀疑。 的确, 我没从他念相上看到谎言。 他深邃的眼神之中, 只会让人觉得从灵魂深处感受到清静、 信任, 甚至想要和他说出掏心底的肺腑之言。 他抬头看我, 目光和我对视之间, 我一时一颤。 好似耳边听到了很多人在呢喃。 那呢喃之中, 有太多熟悉无比的声音。 你有很多事情想知道, 我或许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我想见他, 或许, 你也能帮我。 对吗? 全文完。